五湖十六国是华夏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之一 这段时期是和东晋并行存在的 因为过于混乱 人们对这段历史知之甚少 但这是一段值得非常精彩的历史 只要耐心品读就能获益良多 五湖指的是 匈奴、鲜卑、杰族、低族、枪族 五个少数民族 这些少数民族内部又分成不同的部落 他们前前后后建立了十六个政权 史称十六国 十六国可以概括为五粮、四燕、三秦、二兆、成汉和夏 公元304年 华夏大帝正在遭受一场灾难 由西晋王朝腰后贾南风引起的八王之乱正在上演 在八王之乱期间 朝廷军队无暇顾及地方势力 一些偏远地区的政权便开始谋求自立 首先决定脱离朝廷的是义州牧、李雄 在八王之乱期间 义州牧、李雄早有自立之心 此前涉于朝廷的实力不敢轻举妄动 如今眼见天下分崩离析 朝廷自顾不暇 根本无力管辖偏远地带 便萌生了割据自立的想法 在古代 自立为王不仅需要军事实力 还需要民意基础 否则政权就不会牢固 在封建时代 要想获得威望 要么具备官方背景 要么是民间信仰领袖 当时成都一带的民众都信奉道教 确切来讲是五斗米道 东汉末年 黄金军领袖张角创立了太平道 太平道信众分布十分广泛 后来黄金军被剿灭 张角被杀 太平道的骨干成员以及信众 大部分都融入了五斗米道 五斗米道的领袖被称为天师 大家熟知的地洞仪发明者张衡 就是五斗米道的第二代天师 范长生是五斗米道的信徒 由于他博学多彩 而且注重信义 深得信徒们拥戴 后来被拥为成都一带的天师道的领袖 并在著名的青城山传道 李雄是五斗米道的信徒 基于范长生在成都一带的威望 李雄想拥立他为成都王 但范长生非但没有接受 转而支持李雄称王 为了支持李雄 范长生告诉他的信徒 说李雄是天命所归 在范长生等人的支持下 李雄决定自立为王 公元304年10月 李雄自封为成都王 正式宣布脱离晋朝成为独立的政权 两年之后 李雄正式称帝 改国号为成 此后又改国号为汉 后世也将李雄建立的这个政权 称之为成汉 成汉也是五湖十六国当中的第一个国家 五湖十六国当中第二个国家是汉赵 汉赵的建立者名叫刘渊 刘渊虽然遵循汉性 实际上是一个匈奴人 当年 汉高祖刘邦派出一位刘氏宗亲的女儿 到匈奴和亲 将她嫁给了莫独禅瑜 此后 莫独禅瑜的子孙都以刘氏为姓 刘渊便是莫独禅瑜的子孙 刘渊生得非常魁梧 自小喜欢学习 可谓是文武双全 公元264年 刘渊作为匈奴部落的人质被送到洛阳 在此期间 刘渊得到了司马延的赏识 当初平定西北叛乱的时候 司马延曾考虑让刘渊前往 但大臣们觉得 刘渊骨子里不是汉族人 非我族类齐心弊毅 不但不能对他为以重任 还应该趁机将其杀掉 但由于种种原因 司马延最终没有杀刘渊 公元279年 刘渊的父亲去世 司马延准许刘渊回去接替 匈奴左部的帅位 后来刘渊部下出现了叛乱 刘渊受到牵连被免职 好在驻守夜城的司马影为其求情 并将其收留在夜城任职 在王迅和司马腾攻打司马影期间 刘渊受司马影所托 到匈奴搬救兵 刘渊不负所望 仅用了20天 就召集了5万大军 就在刘渊准备前往夜城救援时 半路上得到了司马影弃城而逃的消息 公元304年12月 刘渊趁天下大乱自立为王 他效仿汉高祖自称汉王 改国号为汉 为了显示自身政权的正统性 他遵刘善的蜀汉为正统 后来刘渊的后人将国号改为赵 后世将这个政权称为汉赵 汉赵是五湖十六国当中 第一个在中原建立国家的少数民族政权 生在乱世 大多数没有背景的人只能沦为炮灰 但也有人能一步步成为英雄 时乐就是后者 公元304年 是诸侯王们大乱斗的一年 也是时乐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刻 时乐是杰族人 他的祖父父父亲都曾在部落担任过小头目 但算不上是官宦世家 时乐的少年时期 几乎都在饥寒交迫中度过的 公元302年 兵州一带发生了灾荒 灾荒带来了动乱 时乐在这次动乱中 与族人失去了联系 在那个年代 胡人经常被抓卖去做苦力 时任兵州刺史的司马腾 为了赚取军费 遂抓胡人贩卖赚取军费 时乐就在被抓之列 后来 时乐被卖给持平人施欢为奴 施欢发现时乐长的魁梧健壮 感觉他并非持中之物 便恢复了他的自由身 并举荐他到附近的马场做工 时乐因为有象马的本领 很快便得到马场首领 吉桑的认可 很快两人变成了好友 公元304年12月 司马颖被废除 皇太帝封号之后 很多人为其名不平 司马颖的旧部公师藩 在河北起兵 他要为司马颖讨回公道 时乐和吉桑带领着牧鸣 以及数百匹战马前去投奔 就是在此时 吉桑给他起了一个汉人名字 名叫时乐 由于吉桑带去了牧鸣和战马 因此得到公师藩重用 时乐被任命为前队都 跟随他前去东征西讨 自此之后 时乐便开启了军旅生涯 迈出了成就霸业的重要一步 后来公师藩兵败被杀 时乐又跟着吉桑南征北讨 也遭遇了大败 走投无路的时乐 最终前去投奔刘渊 同时 前去投奔刘渊的 还有晋朝叛军领袖王弥 此时 刘渊刚刚建国不久 急需要人才 时乐和王弥前来投奔后 刘渊给了他们很高的待遇 王弥来到后 力劝时乐称帝 并表示 会一心追随刘渊 此前 刘渊已经动了称帝的念头 奈何劝他称帝的人都不够分量 如今 名震天下的王弥劝他称帝 正好给了他一个台阶 公元308年10月 刘渊正式称帝 后世称他为汉光文帝 称帝之后 刘渊便开始了大张旗鼓的扩张之路 此时 游渊帐下有两员猛将 一个是王弥 另一个则是此前前来投奔的时乐 这两人都是西晋末期的猛人 当年11月 游渊命时乐率兵前去攻打魏郡等地 当地军民知道 时乐前来攻打 纷纷不战而降 时乐是奴隶出身 前半生历尽人间疾苦 在他生涯前期 并没有像其他胡人那样滥杀无辜 反而对百姓十分善良 他每攻下一座城池 就在当地军民当中 选出一位有名望的人 任命其为将军 让他维持当地的社会秩序 并严令禁止欺压百姓 如果发生欺压弱小的事情 并传到石乐耳朵里 他会率领大军折返回来伸张正义 游渊称帝后 在属下的建议下 将都城迁至平阳 游渊虽然是个匈奴人 但非常热爱汉人文化 他的臣子为了讨游渊欢心 开始制造各种各样的祥瑞 游渊得知以后非常开心 并借此大赦天下 公元309年3月 晋朝大将朱旦得罪了司马月 走投无路之下投奔了刘渊 刘渊对此表示了欢迎 朱旦久居洛阳 对皇宫和民间的情况 都非常熟悉 他告诉刘渊 此时的洛阳已经混乱不堪 司马月凌驾于皇权之上的行为 引起了大家的反感 大臣之间貌合神离 如果此时发兵攻打洛阳 一定能将其拿下 刘渊听后大喜 决定抓住机会攻打洛阳 他任命朱旦为先锋 任命刘景为大都督 此时汉军士气正盛 在刘景和朱旦的率领下 一路攻城拔寨 相继拿下了军事重镇 黎阳和严金 刘景是一个非常残暴的人 他攻克严金后 晋朝车齐将军王堪 选择了投降 刘景进城后 直接将三万多名军民 全部赶入黄河 活活将他们淹死 起初 刘渊听闻 汉军大盛的消息后 非常开心 后来又接到汇报 知晓了刘景在城内的所作所为 刘渊听后大怒 自古以来 杀俘虏被视作不祥之兆 屠杀百姓 更是要接受世人唾骂 这对刚登基不久的刘渊 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他一怒之下 将刘景变为平鲁将军 事后他特别交代将士 他只是想灭掉司马一族 不可对平民百姓动手 游景屠杀了三万军民 事后仅被降职处理 足见当时百姓的命有多卑贱 促使王朝灭亡的原因有很多 政坛混乱只是其中一个因素 自然灾害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 明末崇祯皇帝 是一个非常亲政节俭的皇帝 为了筹集军费 进而大幅缩减皇宫里的用度 放在其他朝代 崇祯是标准的明军 但连续不断的天灾彻底压垮了大明朝 使得崇祯皇帝的付出一文不值 此时的西晋不仅朝堂混乱 更是遭受了千年一遇的大干旱 当时黄河 长江等主要河流全部干涸 百姓喝水都成了奢望 天灾之下 整个晋朝民心涣散 在古代 人们通常将天灾与施政者的 不作为联系在一起 刘渊认为 晋朝气数已尽 便加快了讨伐节奏 公元309年8月 刘渊命自己的儿子刘聪为主帅 带兵直逼洛阳 此时的晋军已经无心恋战 在汉军的攻击下屡战屡败 智得意满的汉军一路长驱直入 最终拿下了宜阳城 宜阳距离洛阳不足百里 以汉军现在的士气 破掉洛阳指日可待 正所谓交兵必败 连战连结的刘聪非常骄傲 他觉得晋军在他面前不堪一击 于是心理上出现了懈怠 正在刘聪得意之时 士兵来报 说晋朝的红农太守 袁岩前来投降 殊不知 袁岩此次是诈降 但得意忘形的刘聪 并未加以防范 遂接受了投降 结果被诈降的袁岩率领军队 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直接端掉了刘聪的大营 刘聪大败 最后带着一群残兵溃逃 此次溃败并未打消刘渊伐进的念头 两个月后 刘渊重整旗鼓 派出一个实力更强的阵容 他派刘聪 王弥 刘景等人 率领五万骑兵直奔洛阳 与此同时 派呼炎翼率领步兵作为后援 刘聪吸取了上次兵败的教训 此次不再轻敌 而是稳扎稳打 很快便兵临洛阳城下 就在洛阳万分危急之时 上次为洛阳解围的大将 北宫纯再次火速赶来 他率领一千赶死队 将刘聪大军冲击的七零八落 并成功斩杀汉将忽延浩 王弥此前见识过北宫纯的勇猛 为了保存实力 他力劝刘聪撤退 后来刘聪撤到了落水旁驻扎 此次虽然被北宫纯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但刘聪并未放弃攻打洛阳 因为他们的绝对实力要强于洛阳守军 一旦等到忽延翼的步兵前来会合 就可以摆开阵型全力攻城 但不幸的是 忽延翼率军行之半路时 军中出现了滑变 忽延翼被布下杀死 致使整个军队群龙无首 士兵们相继逃回了平阳 刘渊见整体作战计划被打乱 便下令让刘聪率军回朝 此时的刘聪对洛阳志在必得 在没有步兵支持的情况下 强烈要求继续攻城 刘渊见刘聪态度坚决 无奈之下 只得同意刘聪继续攻城 司马岳见刘聪仍未退兵 为了鼓舞士气 亲自登上城楼坐镇指挥 在攻城之前 刘聪带着王弥等人 到嵩山进行祈祷祭拜 此事被司马岳得知 于是 趁刘聪不再军中 派人偷袭了刘聪的大营 致使全军损失惨重 随后 司马岳又派出小谷骑兵精锐 绕到刘聪大军的后方 破坏他们的运粮队伍 一时间 刘聪陷入了绝境 王弥劝刘聪班师回朝 以后再做打算 但刘聪是个好面子的人 如果仓皇回去 会遭他人耻笑 他想重整队伍背水一战 但刘渊得知 前线再次失利的消息后 火速派人让刘聪撤军 否则军阀处置 无奈之下 刘聪选择了撤军 此次失利过后 刘渊没有再次攻打洛阳的打算 因为他身患重病 公元310年7月 已经病入膏肓的刘渊 自知命不久矣 便开始安排后事 他将一众亲信提拔到核心位置 其中 刘聪被任命为大司马 大蝉鱼 他任命这些人为辅政大臣 来为太子刘和登基保驾护航 完成一系列人事调整后 刘渊于几天后去世 太子刘和继位 刘渊之所以没有传位于刘聪 是因为刘聪并非嫡长子 刘渊在选继承人方面 完全遵循汉朝组治 刘和本身资质不错 但为人生性多疑 刘和登基后 他的舅舅忽颜忧告诉刘和 他的兄弟齐王刘裕 楚王刘聪 鲁王刘龙 北海王刘毅等人 都手握重兵 刘聪手里更是有十万精兵在外驻扎 如果不除掉他们 皇位就会坐不稳 刘和对忽颜忧的话深以为然 他决定召集安昌王刘胜 安义王刘亲 共同除掉刘聪等人 刘胜不愿意手足相残 拒绝了刘和的请求 结果刘和恼羞成怒 直接将刘胜诛杀 刘亲破于刘和的淫威 选择了配合 下定决心后 刘和同时派出三路大军 前去讨伐刘聪等人 其中刘裕 刘龙被杀 刘毅事先得到消息 在大军杀来之前 选择了逃跑 前去投靠兵强马状的刘聪 当刘和的大军 到达刘聪大营时 发现对方军容骑整 铠甲鲜亮 不敢与之匹敌 遂选择了撤军 刘聪得知刘裕 恼羞成怒 经过一番准备后 他决定反击 刘聪是个酒精沙场的人 他的军队战斗力极强 在他的率领下 很快便打进了皇宫 并将刘和抓住 刘聪没有过多犹豫 直接将刘和斩首 一同被斩首的 还有刘和的舅舅忽延忧等人 此时距离刘和登基 仅仅过去了七天 刘和得此下场 纯粹是舅游自取 杀掉刘和后 只剩下刘聪和刘毅 有资格继承皇位 此时的刘聪握有重兵 而刘毅只是一个光感司令 但刘毅是刘渊宇正氏夫人所生 继承顺序要先于刘聪 不过刘毅是一个 非常有自知之明的人 他主动联合大臣们 请求刘聪登基 刘聪推辞了几番后 决定继位登基 刘聪登基后 封刘毅为皇太帝 并承诺刘毅长大后 会还政于他 除此之外 刘聪还进行了一系列封赏 时勒被任命为 兵州刺使 夹封集郡功 刘聪称帝后 再次将目光瞄准了洛阳 之前的失利让他耿耿于怀 此次他下定决定 要拿下洛阳 公元310年10月 刘聪派出刘灿 王弥 石勒等人 兵分三路直逼洛阳 石勒与刘灿在缅持冰河一处 大败晋朝朝廷军队 获胜后 他们又各自率军往洛阳进发 一路攻城拔寨 接连攻克晋朝重要的城池 为了奖励将士 汉军每攻克一座城池 就要在里面烧杀抢掠 以此来犒劳全军 公元311年5月27 刘聪派出的几路大军 距离洛阳越来越近 后来刘耀率先进入了洛阳 并烧毁了城门 陪在晋怀帝身边的几位官员 见状不妙 抛下晋怀帝连夜逃离了洛阳 晋怀帝随后被汉军抓住 囚禁了起来 刘耀到达洛阳后 将晋朝历代皇帝的陵墓 全部烧毁 皇宫里的宝物都被抢劫一空 刘耀还在皇宫发现 晋惠帝司马中的遗孀杨献荣 刘耀惊叹于他的美色 并将他据为己有 后来晋怀帝被押送到平阳 刘聪并没有杀他 而是对他百般侮辱 晋怀帝最终不堪受辱 自杀而亡 年仅30岁 当初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 把曹魏皇帝变成了傀儡 他的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 多次罢处曹魏皇帝 并指使贾冲杀死了皇帝曹毛 篡取了曹魏政权 使天下近规司马氏族 司马懿在掌控朝堂的时候 可能没想到 他的后代下场 比曹魏家族更加悲惨 这也许就是因果报应 时乐见刘耀将洛阳城洗劫一空 直接掉头而走 而王弥和刘耀 因为在洛阳城内 分赃不均发生了火病 双方死伤上千人 后来 王弥准备建议刘聪把都城迁到洛阳 刘耀得知此事后 直接一把火烧了洛阳 此事让两人结怨 刘耀是皇亲国妻 王弥只是半路来投 而且赏识王弥的刘渊已经去世 王弥担心回到平阳会受到排挤 他的部下建议回他的老家青州 静观其变 届时静可以谋求一同天下 退可以偏安异于做一方诸侯 王弥觉得有道理 便不再返回平阳 洛阳失陷后 晋朝进入到无主状态 河南尹华会和汝因太守李聚 共同推举司徒复制为盟主 并在和音建立刑台 刑台是一种代表中央政权的机构 作为晋朝的政权的延续 复制以司徒的身份广招义军 为恢复王室做努力 与此同时 其他幸存的晋朝大臣 推举狼牙王司马瑞为盟主 在河南密县也建立了一个刑台 后来司马业前来投奔 人们又改立司马业为盟主 除此之外 豫章王在狗西的支持下 在盟城建立了刑台 幽州刺史王迅找到了一位司马皇室的宗亲 为其建立刑台 一时间几个刑台同时存在 彼此之间又不认同 更没有交流合作 根本无法形成一致对外的战线 这也预示着天下纷乱还会持续 时乐离开洛阳后 并未返回平阳 而是直奔盟城前去讨伐狗西 时乐和狗西是一对老对手 当初两人势均力敌 如今 时乐依然过着马上生活 而未及人臣的狗西 早已过着娇奢淫逸的日子 加之他试杀成性 身边的人逐渐离他而去 此番面对时乐的讨伐 狗西很快便兵败被俘 时乐欣赏狗西的能力 任命他为左司马 但狗西不甘居于人下 没过多久就密谋反叛 结果被时乐诛杀 解决完狗西 时乐又前去寻找王弥 他们两人均是当事猛将 在刘渊帐下当差时 两人相互欣赏 又相互忌惮 王弥见时乐率军前来 知道来者不善 于是打算先下手为强 为了对付时乐 他派人手持密信 邀请安东将军曹怡 共同对付时乐 但送信的使者 在半路被时乐抓获 并获悉了信中的内容 随后 时乐将使者杀死 对此王弥浑然不知 为了麻痹时乐 王弥派人前去道贺时乐 成功杀掉狗西 并表示自己愿意 做时乐手下一员大将 跟随他一起打天下 对于王弥的假意示好 时乐假装接受 然后寻找机会除掉他 当时王弥正在与刘锐交战 局势十分娇着 王弥派人向时乐求援 时乐在高参张宾的建议下 派兵打退了刘锐 王弥觉得 时乐此番前来相助 是把他当成了好朋友 便打消了对时乐的戒心 为了引王弥入瓮 时乐设宴招待当地士绅豪强 并要命王弥前来赴宴 王弥收到邀请后很高兴 他不顾下属的劝阻 执意前去赴宴 时乐见王弥前来赴宴 当场将其诛杀 并趁机兼并了他的军队 杀掉王弥后 时乐上书刘聪 称王弥有谋反之心 他这是先斩后奏 刘聪得知 时乐善杀王弥的事情后 勃然大怒 不过后来又强行压制住了怒火 因为此时时乐的实力已经很强 如果对时乐问责 恐怕会引起他的反抗 届时刘聪会多一个敌人 所以尽管刘聪内心十分生气 但也得强忍着愤怒 对时乐进行嘉奖 表彰他为朝廷及时除掉王弥 眼见时乐越做越大 兵州刺使刘坤想拉拢他 为此刘坤派人找到了时乐的生母 并将时乐的母亲 和他的侄子石虎送了过去 刘坤还专门给时乐写了一封信 他在信中极其诚恳地拉拢时乐 但时乐以自己是外族人为由 拒绝为刘坤效命 公元313年11月 刘耀和晋朝降将赵染率军攻入了长安城 并在城内大肆烧杀抢掠 晋将魏剑得到消息后 率领5000士兵火速来长安救援 但被刘耀打败 沉浸于胜利之中的刘耀以为长安就此陷落 因此放松了警惕 结果被赶来救援长安的雍州刺使驱云打退 刘耀兵败后选择了撤退 并于半年后再次与赵染进攻长安 此次他们兵分两路往长安进发 结果遇到了禁军顽强的抵抗 大将赵染被驱云斩杀 刘耀见形势不妙 选择了撤退 公元315年10月 刘耀再次对长安发起攻击 此次他没有直接进去长安 而是把长安周边的城池一座座拔去 经过长达八个月的战斗 刘耀已经占领了大部分城池 公元316年8月 刘耀集结大军直逼长安 静敏帝眼见汉召军队兵临城下 他派使者到处搬救兵前来勤王 向国司马堡派部将胡松率领精锐部队前去救援 并成功打退了刘耀第一波进攻 此时的形势对晋朝非常有利 但关键时刻 胡松却停止了进攻 他怕再次击败刘耀后 朝廷会再次重振升危 须云等人的势力会趁势而起 这对向国司马堡非常不利 考虑到这个因素 胡松在占据优势的情况下停止了进攻 通过这几次长安保卫战可以看出 强弩之末的晋朝 虽然难以彻底打退汉召军队 但汉召想要一举灭掉晋朝也绝非易事 只要各路诸侯相互合作 就能继续为晋朝续命 但在家国兴亡面前 各路诸侯更加注重自己的利益 国家可以灭亡 但绝不能成全与自己同朝为伍的竞争对手 从这个层面来看 晋朝不灭 天理难容 胡松的突然撤退让刘耀很意外 起初刘耀以为这是胡松的移兵之计 目的是引诱他上当 后来刘耀抓到胡松的一个亲信 从他嘴里得知晋朝各路诸侯们的心思 此时刘耀才明白胡松突然撤退的原因 回过神来的刘耀 再次集结大军 对长安发起了总攻 虚允见状不妙 待晋敏帝躲到城中异于继续抵抗 此时城中已经顽强断粮 军队中的战马也已经被吃完 再继续战斗下去 恐怕只能杀人为食 晋敏帝并不是一个昏军 他知道继续抵抗下去 没有任何意义 为了避免城破后 将士们遭受酷刑 他打算投降 然后让屈允起草降书 说吧 君臣二人抱头痛哭 公元316年11月11日 晋敏帝司马业口寒玉壁 裸露着上身 乘坐着洋车出城 车上拉着一口棺材 自周朝以后 皇帝投降都会遵循这种礼仪 当初 司马昭派邓爱灭掉蜀汉时 后主刘扇投降时 就是用这种礼仪 后来 晋武帝司马炎灭掉吴国时 吴国皇帝孙昊也是如此 如今 司马家族再次见证这种礼仪 只不过 他们成了投降的一方 晋敏帝见到刘耀后 俯身叩拜 刘耀接受了晋敏帝的叩拜 然后命人烧掉了棺材 烧掉棺材 代表着不杀对方 不烧棺材 则代表不接受对方的投降 举行完投降仪式后 刘耀命人服侍司马业回宫 不久后 又派人将其送到汉兆首都平阳 至此 国座51年的西晋王朝正式终结 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 汉兆虽然极力向中原文化靠拢 但时常会露出蛮族的荒诞 汉兆皇帝刘聪登基后 行为方面缺乏约束 便彻底放飞了自我 善太后是刘渊第二任皇后 她去世时 善太后依然年轻 加之颇具姿色 遂引起了刘聪的垂涎 不久后 刘聪就与善太后私混在一起 虽然刘聪对宫中内侍三令五身 不许他们泄露消息 但世间没有不透风的墙 刘聪与善太后私混一事 很快传到刘毅耳朵里 刘毅是善太后的儿子 当初太子刘和被杀后 刘毅作为嫡长子 比刘聪更具备继承资格 但因刘聪手握兵权 刘毅不得不放弃皇位 刘聪登基时 立刘毅为皇太帝 并承诺待刘毅长大后 会还政于他 如今 刘聪不但没有还政的意思 还霸占善太后 这让刘毅非常难堪 刘毅不敢制造刘聪 于是便指责自己的母亲善太后 用汉人的伦理道德 把善太后批评得体无完肤 善太后自知羞愧 她无法面对刘毅的指责 又摆脱不了刘聪的控制 后来自杀身亡 善太后的死 让刘聪对刘毅产生了愤怒 只是碍于刑事 没有废掉刘毅的皇太帝身份 此时 刘聪已经策立刘灿为皇太子 虽然刘毅的皇太帝身份 只是一种摆设 但刘灿觉得 她的存在对自己是一种威胁 一旦刘聪去世 刘毅就能以皇太帝的身份 出来竞争 为了稳固自身位置 刘灿决定除掉刘毅 刘灿的母亲呼言皇后 经常在刘聪耳边吹风禁蝉 让她废掉刘毅 刘聪知道 刘毅是一个潜在威胁 在呼言皇后等人的挑拨下 刘聪决定 刺激对刘毅动手 刘毅的舅舅 善冲察觉到刘聪的态度变化 她让刘毅辞去皇太帝的位置 以免遭受杀身之祸 刘毅觉得 善冲是在捕风捉影 她不想失去竞争皇位的机会 便没同意 此时 太副崔伟和太保许霞等几个重臣 也察觉到事情不妙 他们一直拥立刘毅 于是建议刘毅先下手为强 当初刘聪立他为皇太帝 只是做做样子 根本没打算传位于他 如果不趁机发动政变 杀死刘聪 将来只会性命不保 刘毅性格比较懦弱 他一听要发生流血事件 瞬间打了退堂鼓 并斥责摧尾等人 不可再提及此事 就在刘毅犹豫之际 刘聪安插在他身边的细作 将刘毅密谋之事告诉了刘聪 刘聪得知后大怒 立刻将摧尾和许霞处死 并将刘毅软禁在宫中 正所谓一将无能累死三军 刘毅想竞争皇位 但又不具备霹雳手段 想凭借一个皇太帝的虚名 来和别人的刀枪搏异 结果事情不成 身边亲信也受到连累 处理完刘毅的事情后 刘聪又沉溺于后宫淫乱 朝政大事都交给太子刘灿处理 时任忠护军的进准和刘毅有矛盾 他见刘毅被软禁 便去劝说刘灿将其除掉 对刘灿来讲 只要刘毅不死 就始终对他的皇位产生威胁 在进准的劝说下 他决定对刘毅动手 公元317年 刘灿收买了刘毅的亲信 让他前去告诉刘毅 说是平阳城内发生叛乱 让他穿上铠甲出城躲避 刘毅没有怀疑自己亲信 当即穿上铠甲 带着武器出门 与此同时 刘灿禀报刘聪说 刘毅准备谋反 现已穿盔甲准备动手 刘聪听后大怒 当即派人前去抓捕刘毅 刘毅被捕时 还不知道这一切都是刘灿的阴谋 刘毅被抓后 尽准亲自审讯 他用惨无人道的手段 折磨刘毅等人 忠于刘毅的臣子 眼睛都被挖了出来 最终刘毅被迫承认谋反 刘聪下令将东宫人员全体坑上 总计一万五千人 之前被刘灿收买的刘毅亲信 也被杀死 这也说明 叛徒的下场一般都会很惨 刘毅的母亲善太后 是低族部落首领的女儿 眼见刘毅被杀 低族联合枪族集结大军 前去讨伐汉赵 刘聪派进准为前去评判 进准虽然心思不正 但具备一定的军事才能 他很快平息了这场叛乱 无拥无谋的刘毅 成为政治斗争的亡魂 平息完叛乱后 刘聪继续沉溺于后宫 此时的刘聪已经不满足于 从民间选美 而是直接从大臣身上下手 他先是将大臣 刘毅的四个孙女和两个女儿 同时纳入宫中 又将进准的两个女儿 靳月华和靳月光 封为上皇后和右皇后 后来又把宦官中 常侍的养女们纳入宫中 封为左皇后和中皇后 刘聪执政时 一共封了八位皇后 华夏历史上的昏君有很多 刘聪是封皇后最多的 这八位皇后就像抽水机一样 不断榨干着刘聪的身体 在他们的摧残下 任何补品都无济于事 公元318年7月 刘聪终于倒下了 他自知时日无多 临终前任命刘耀为丞相 任命石乐为大将军 让他们进京前来辅政 但石乐和刘耀选择留在封地 坚决不进京城 无奈之下 刘聪又任命了五位辅政大臣 让他们轮流执政 此前平乱有功的尽准 被任命为大司空 兼任私利校尉 手里握有重兵 安排完人事任命后 没过几天 刘聪便撒手人寰 结束了荒淫的一生 刘聪死后 太子刘灿继位 刘灿登基后 延续了父亲的光荣传统 在淫乱方面 更胜父亲一筹 在为刘聪扶桑期间 刘灿就和皇太后 晋月华私混在一起 十年不满二十岁的晋月华 成功将刘聪父子 俘虏在石榴裙下 尽准眼见自己的女儿 如此有手段 并萌生了 废掉刘灿自立为王的想法 为了让刘灿听从指挥 尽准让自己的两个女儿 在刘灿面前进献谗言 说刘聪留下的辅政大臣 打算拥立刘灿的弟弟 刘济为皇帝 此时的刘灿已经被晋氏姐妹 迷得神魂颠倒 他当即下令处死了 大司马刘继等一干人等 太父朱继和尚书 令范龙提前获悉了消息 连夜逃出京城前去 投奔驻守长安的刘耀 杀掉辅政大臣后 刘灿为了能全身心 与晋氏姐妹淫乱 他任命晋准为大将军 让他全权处理朝堂大事 随后 晋准伪造诏书 任命他的堂弟晋明 为车齐将军 晋康为魏将军 就在刘灿还沉溺于温柔相识 晋准带兵直接冲入皇宫 当众宣读了刘灿几十条罪名 然后将其一刀砍死 随后 晋准又将刘灿的亲信 全部斩杀 一时间 整个京城都弥漫着血腥 杀掉刘灿后 晋准又命人将刘聪的坟墓挖开 将他的手机砍了下来 毁掉了刘氏宗庙 杀掉刘灿后 晋准自封为汉天王 行使皇帝的权力 随后 晋准又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 他说 自古至今没有胡人做皇帝的传统 他命人将传国玉玺 和晋怀帝 晋敏帝的灵鹫送回东晋 晋准是匈奴人 一直以来对汉文化很感兴趣 对汉人的礼制 以及君臣之礼非常推崇 他毁掉刘氏宗庙 送回二帝灵鹫的举动 都是为了向晋朝称臣做准备 驻守长安的刘耀 听到平阳内乱的消息后 当即率军前来讨伐 不久后 石乐也得到刘灿被杀的消息 也命人前去攻打尽准 在刘耀前往长安的途中 恰好碰到了 从京师跑出来的太保忽颜艳 忽颜艳告诉刘耀 平阳城内的刘氏皇族 已经全部被杀 他劝刘耀即刻登基称帝 延续汉赵政权 刘耀没有过多犹豫 当即登基称帝 为了拉拢石乐 他任命他为大司马 同时加九西 并封他为赵公 眼见刘耀和石乐同时来征讨 尽准自知不敌 便萌生了投降的心思 由于尽准在政变的过程中 杀死了刘耀的母亲和哥哥 如果向刘耀投降 肯定是死路一条 此时的石乐 虽然名义上还效忠于汉赵 实际上已经自立山头 于是他打算向石乐投降 为此他派出自己的使者前去启祥 但石乐并未答应尽准的投降 反而把前来请祥的使者 抓起来送到了刘耀跟前 石乐此举是想让刘耀明白 尽准怕的是石乐并非刘耀 刘耀知道石乐的用意 他告诉尽准的使者 如果尽准是真心归降 等他入城后会把朝堂大事 全部交给尽准处理 说完便把使者放了回去 使者回到平阳后 把刘耀的话原封不动地告诉了尽准 尽准不是傻子 他知道 刘耀只是缓兵之计 以刘耀的性格 不可能放过尽准的杀母之仇 就在尽准犹豫之际 以尽康 尽明为首的将领急于向刘耀投降 于是杀死了尽准 当初尽准一手将他们两人提拔上来 没想到最后却成为自己的掘墓人 杀死尽准后 尽明等人向刘耀投降 石乐得知尽明投降的消息后大怒 他带领自己的侄子石虎 为平阳展开了凶猛的攻击 石乐和石虎都是猛将 在他们的强大攻势下 尽明不敌 便带领士兵们弃城而逃 转而前去投奔刘耀 刘耀见尽明守城失败 命人将尽氏宗族全部斩杀 为刘氏皇族报了仇 刘耀的这个行为也说明 此前答应尽准投降只是一个谎言 当时的尽准面临的是一个死局 石乐攻破平阳后 为刘渊和刘聪修整了墓地 毕竟当初刘渊对他有恩 随后 石乐命人对整个皇宫洗劫一空 临走前将皇宫复制一聚 随后带着战利品回到了乡国 刘耀见平阳城已经成为一片废墟 便将都城迁往了长安 此前刘渊建立的政权被称为汉 刘耀迁都后改国号为赵 后世将刘耀建立的这段政权 称为汉赵 也称作前赵 相较于刘渊时期的疆域 此时的汉赵仅剩下关中 红农郡 上洛郡和东郡等地 成为皇帝后 刘耀封晋惠帝司马中的遗孀 杨献荣为皇后 封刘夕为太子 刘产为太元王 刘夕为常乐王 这三人都是杨献荣与刘耀所生 杨献荣出身于名门望族 长得国色天香 当时为了政治联姻 嫁给了智障皇帝司马中 后来经历多次宫廷政变 人生经历了多次大起大落 此时的杨献荣 已经是一个政治智商非常成熟的女人 刘耀曾经问杨献荣 她与司马中相比如何 杨献荣告诉刘耀 司马中是王国之君 而刘耀是开国之君 司马中不足以与她相提并论 在遇到刘耀之前 她从未见过如此雄伟的大丈夫 这番话听得刘耀神清气爽 对男人来讲 征服角色女人带来的成就感 不亚于建立一个国家 刘耀虽然非常残暴 但她并不是一个莽夫 作为一个少数民族 她精通汉族的书法 还比较擅长写文章 可谓是文武全才 成为皇帝后 刘耀还在继续拉拢时乐 她派人倒想过加封她为赵王 并赐给她皇家专用的马车 为了留住时乐 刘耀几乎倾尽了一切 就差把皇帝之位拱手相送 对此时乐也并未拒绝 她派长使王修到长安前去答谢 这本来只是走个流程 但随王修一同前往长安的曹平乐 被长安的繁华所折服 他想留在长安为官 不想跟随王修回乡国 曹平乐为了能够留在长安 他上书刘耀 说王修此次前来 是为了探查长安的虚实 待他返回乡国 向时乐汇报后 就会派兵前来攻打 刘耀虽然是文武全才 但他手下的人才非常匮乏 否则也不至于对时乐如此拉拢 在时人看来 时乐迟早会自立门户 刘耀对此也心知肚明 只不过想尽量拖延与时乐为敌 曹平乐的话 让刘耀觉得时乐想先下手为强 于是果断杀死了王修 并给予曹平乐高官后路 王修被杀后 他的副使刘帽逃过一劫 连夜快马加鞭逃回了乡国 并将王修被杀害的 经过详细告诉了时乐 时乐听后大怒 命人杀了曹平乐三组 然后当着众人的面表示 由要能称帝离不开他的支持 时乐的侄子石虎和首席谋臣张斌 知道他有称雄之心 便趁机劝他称帝 对此时乐并未答应 后来在众人的劝禁下 时乐效仿曹操 自称大将军兼纪周末 公元319年11月 时乐正式登基为赵王 时乐建立的这个政权 被称为后赵 后赵也是五湖十六国时期 第三个建立的政权 时乐登基后 任命张斌为百官之首 石虎为禅于元府 负责皇城的禁卫军 时乐身边还有一位名叫 佛图成的高僧 时乐尊他为国师 由于佛图成的存在 致使后赵时期的佛教徒猛增 时乐非常尊重汉人士族 他的首席谋臣张斌便是汉人 张斌在治理国家方面很有建树 他模仿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政治 为后赵建立了一套选官制度 为后赵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人才 相较于刘耀的文武双全 时乐是一个目不时钉的人 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能主 时乐经常让人给他读汉书 通过了解过去帝王的行为 来指导自己如何执政 时乐是胡人出身 因此非常忌讳胡子 所以后赵的政府公文中 一律严禁出现胡子 当初张谦出使西域时 把黄瓜引进了中原 因为从少数民族引入 遂将这种瓜称作胡瓜 为了避讳时乐 后赵将胡瓜改为黄瓜 这便是黄瓜名字的由来 在五湖十六国时期 鲜卑是一个存在感很强的民族 鲜卑内部又分为 慕容部 宇文部 拓跋部 起伏部 突发部 断部 和土御魂 鲜卑部落的发迹 可以追溯到司马懿时期 当时部落首领 莫护拔 跟随司马懿到辽东征讨 公孙渊 因为立下战功被封为 帅异王 后来默沪拔的孙子 慕容舍归 把部落迁到了辽东地区 整个部落也逐渐汉化 慕容舍归有三个儿子 分别是慕容伟 慕容运 和土御魂 其中土御魂是长子 但因为他的母亲不是正氏 慕容舍归死后 慕容伟成为了继承人 慕容伟自小就接受汉人文化 对晋朝一直非常忠诚 西晋灭亡后 慕容伟积极接纳中原前来逃难的百姓 并任用其中比较有能力的人为官 司马瑞继位后 为了表彰慕容伟的举动 封他为龙襄将军 都辽左朱军士 因为对汉人比较友好 慕容伟在当地树立了不错的口碑 由于中原百姓相继过来投奔 致使慕容伟遭到了他人的妒忌 时任平州刺史崔碧 为了与慕容伟争夺人口 他联合段部与文部 和高沟黎一起攻打慕容伟 慕容伟自身战斗力十足 他的儿子慕容汉 慕容晃也都是勇猛的汉将 面对三路大军集体来讨 他们丝毫不畏惧 并成功将对方打退 司马瑞见慕容伟如此勇猛 一心想要拉拢 于是派人加封他为车骑将军 兼任平州牧 这次胜利 为慕容伟日后崛起打下了基础 在五湖十六国当中 第四个政权叫做乾梁 乾梁的建立要从梁州刺史张石说起 当长安沦县晋敏帝被俘后 南洋王司马堡也打算称帝 但张石觉得 司马瑞的血统要比司马堡更加正统 于是姚尊司马瑞为帝 并坚守梁州这片区域 生逢乱世 各种旁门左道的人都会倾巢而出 当时在梁州境内 有一个善于旁门左道的人名叫刘洪 凭借一些江湖戏法 刘洪将自己包装成神仙下凡 一些不明真相的百姓被他麻痹 经过口口相传之后 刘洪逐渐被神化 追随他的信众多达上千人 这其中就有长使的下属 帐下都颜舍和衙门将赵阳 刘洪眼见自己的信众越来越多 便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想在梁州称王 于是他告诉自己的信众 说他受到上天的旨意 让他统领梁州 颜舍和赵阳对刘洪的话深信不疑 并主动提出杀掉张石 拥立刘洪为主帅 颜舍等人密谋杀害张石的事情 被张石的弟弟张茂得知 他立刻将消息告诉了张石 张石派部将史初前去捉拿刘洪 史初领命后直奔刘洪的住处 就在此时 颜舍等人趁史初离开 来到张石的住所将其杀死 史初抓到刘洪后 直接将其无马分尸 眼见刘洪被大谢八块 他的信徒才明白 他根本不是所谓的神仙 随后史初又带人将刘洪的党羽 全部驻上 但刘洪的死并未让张石死而复生 梁州是一个战略要地 不能一日无主 后来在众人的推举下 张茂继承了张石的位置 公元320年6月 张茂正式接任梁州刺史 并自称西平公 此时的梁州名义上还归晋朝管辖 实际上已经是一个独立的政权 后来张茂建立了梁国 史称钱梁 后赵的建立者石乐和汉赵皇帝刘耀 本是一个战壕里的好朋友 石乐自立门户后 两家也维持了几年的和平 但一山不容二虎 只要有合适的时机 他们就会撕咬对方 公元324年3月 四周刺史时生 突然对隶属于汉赵的河南郡发起攻击 河南太守尹平被杀 石生将河南郡内五千多户百姓全部掳走 这次事件让刘耀大为恼怒 双方也因此彻底成为仇人 此时的刘耀因为根基不稳 选择了忍气吞声 后来汉赵附近的枪族前来投靠 汉赵将军石驼趁机前去截杀 俘获了大量牛羊帐篷 后赵的持续骚扰让汉赵皇帝刘耀十分愤怒 他派出大将刘岳前去迎敌 双方在黄河岸边进行了决战 此役刘岳成功斩杀了石驼 并杀死后赵 六千多士兵 缴获各种物资不计其数 后来刘岳又率兵前去围剿石生 斩杀对方五千多人 并将石生围困在金庸城 眼见军队接连失败 石乐派自己的侄子石虎前去迎敌 石虎是一个非常残暴的人 在他的带领下大败刘岳军队 兵败后的刘岳退守至石良城 在石虎的围困下 石良城内粮食吃紧 士兵们后来只能宰杀战马为食 刘岳得知刘岳被围困的消息后 发兵亲自率军前去救援 一向自视高傲的石虎 在别人眼里就是一头野兽 但石虎非常害怕刘岳 因为刘岳当初的残暴不亚于石虎 起初刘岳的军队还算顺利 打退了石虎几波进攻 后来刘岳大军在筋骨驻扎的时候 军队发生了夜惊 夜惊是指集军队在夜间宿营时 因为一些极偶然的事件 如军营中马匹牲畜的嘶叫声 偶然的响声等 导致沉睡的士兵被惊醒 士兵陷入巨大恐慌和不安的情绪 甚至误认为敌军来袭 而发生互相砍杀四散奔逃的行为 为了安全起见 刘岳不再向前 而是退到免池驻军 但到达免池当晚 军队再次出现了夜惊 刘岳认为 这是一个不好的兆头 便放弃前去营救刘岳 班师回朝 游要的撤退 让石良城彻底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公元325年6月 后赵攻陷了石良城 石虎将刘岳在内的80多位将领 以及城内3000多少数民族 绑送到了湘国 剩下9000多名汉人士兵 全部被活埋 打败刘岳后 石虎紧接着挥师北上 很快并攻破了宾州城 石虎在城内如法炮制 除了少数民族将士外 其余7000多名士兵 全部被坑上 后来 颖川 四周等地 相继陷落 豫州 徐州 衍州等地 也被后赵 悉数纳入版图之中 刘岳生平从未遭遇过 如此大的失败 此一过后 他急火攻心 生了一场大病 公元328年7月 石勒派石虎率领 四万大军前去攻打 汉赵的河东郡 石虎一路攻城拔寨 直逼长安的门户扑板 此时的刘耀已经从失利的阴霾中 走了出来 他举全国精锐前去迎敌 眼见刘耀亲自来讨 石虎心生畏惧 不战而逃 刘耀全力追击 试图一雪前耻 后来两军相遇 刘耀将石虎打得大败 石虎的杨子石瞻当场被斩杀 石虎力拼杀敌才得以逃脱 石瞻本名叫冉梁 被收养后改名为石瞻 大家熟知的冉敏 就是冉梁的儿子 此一刘耀取得了大胜 此前石虎缴获的物资 全都尽规刘耀之手 事后 刘耀还命人将后兆士兵的尸体 头角相连摆放在地上 总共摆放了上百里 刘耀用这种方式来震慑后兆军队 此一胜利后 刘耀又乘胜追击包围了洛阳 洛阳被围的消息传到国内后 后兆朝堂一片慌乱 石乐为了稳定军心 他打算亲自率军前去解围 此次出征前 石乐心底也拿不定主意 但除了他没人敢去与刘耀叫板 于是他硬的头皮强度黄河直奔洛阳 成高官是途径洛阳的重要关口 如果刘耀重兵把守成高官 石乐成功的概率就微乎其微 但令人惊讶的是 刘耀并未在成高官设防 这让石乐喜出望外 他带领军队偷偷穿过成高官 火速往洛阳进发 刘耀是一个嗜酒如命的人 在围困洛阳期间 他整日和近臣们饮酒作乐 没有把士兵们汇报的军情当回事 当石乐率领大军前来时 他才猛然清醒 此时 刘耀手下有十万大军 石乐有六万大军 从迎面上来看 刘耀仍占据优势 但刘耀在战前喝得鸣鼎大醉 战斗的时候只会一团糟 被严阵以待的石乐打得大败 刘耀也被石乐的手下石堪活捉 刘耀被活捉后 汉兆军队彻底失去了主心骨 如无头苍蝇般乱窜 最终被斩杀五万多人 石乐见刘耀被抓 便下令停止屠杀 给幸存的士兵们一条生路 此意刘耀身负重伤 石乐命人将他带上马车 并安排御医相随 回到乡国后 石乐将他安排在永丰城 为了防止刘耀寂寞 石乐挑选了几名美女 让其消遣寂寞 石乐之所以如此善待刘耀 是想让他写信 给留在汉兆的太子刘兮 劝其献成归降 而刘耀不但没有劝降 反而让刘兮坚守国家 不要因为他的生死改变主意 石乐看到信后大怒 随后杀掉了刘耀 当时刘耀的死讯还未传到长安 刘兮听闻刘耀被捉后 吓得不知所措 他和弟弟刘印商讨后 决定弃城而逃 刘兮逃走后 石乐派人占领了长安 后来刘印听闻父亲的死讯 带领两万人前来攻打长安 结果拜石虎打得溃败 作为报复 石虎也将汉兆士兵的尸体 头角相连排在一起 公元329年9月 石虎乘胜追击 在上邦升勤了刘兮 刘印以及数千名王公大臣 随后将他们全部坑杀 立国26年的前兆宣布灭亡 灭掉汉兆后 低族和枪族15万户百姓 尽归后兆之手 汉兆的地盘也被后兆纳入版图 吞并汉兆后 汉兆成为了中原霸主 公元330年2月 石虎率领文武百官 集体表奏石乐登基称帝 此时的石乐没有过多推辞 则日选择称帝 石乐登基后 封自己的大儿子石虹为太子 二儿子石虹被封为秦王 加封大禅瑜 小儿子石灰为辅国将军 石虎则被任命为太尉 加封中山王石虎的儿子石斌 被封为太原王 除此之外 其他有公之臣都得到了封赏 此次封赏过后 大臣们都很满意 而石虎则相当不满 甚至心生怨恨 石虎自认为 是后赵的守公之臣 为石乐安前马后立下大功 而石乐在封赏的时候 却将象征 匈奴部落首领的大禅瑜封号 给了战功平平的秦王石虹 这让他非常生气 为此 石虎私下岁儿子十岁说 等石乐驾崩后 他一定不会给石乐留后 分封完众人后 石乐在安息将军姚义仲 和尚书幼仆叶城侠的建议下 将此前兵败前来投奔的祖约杀掉 以此来警示大臣们 不能做出投敌之事 祖约死后 石乐将他的妻女 分给将士们享用 在五湖乱华时期 石乐算是比较有操守的一个皇帝 但他的操守 也仅限于和同时期 其他皇帝相比 即便如此有操守 也时常做出 引人妻女的事情 足见五湖乱华时期 各路统治者的底线有多低 后来石虎将他的手脚砍去 让他体验痛不欲生的感觉 带他的疼痛散去 石虎又命人将其斩首 杀掉石朗后 石虎又掉头前去攻打长安 经过惨烈的战斗后 石虎拿下了长安 但他的儿子石挺在战斗中被杀 石生在城池失守前弃城而去 在逃亡的路上被部下所杀 清除完反叛势力后 当年十一月 石虎直接将皇帝石虹废掉 将其贬为海洋王 石虎早知这一天会到来 被贬的那一刻 石虎如释重负 他本以为不做皇帝就可以安稳度过余生 但石虎没打算放过他 不久后 石虎把皇帝石虎 秦王石虎 以及南洋王石灰全部杀掉 此时的石虎仍未称帝 而是以摄政天王自居 但他已经是后兆的实际控制人 石虎掌权后 过起了非常奢靡的生活 出于安全考虑 他把都城迁到了夜城 然后命人修建了十分华丽的宫殿 为了满足自身欲望 石虎搜罗了上万名美女安置在后宫 在那个人口稀缺的年代 搜罗上万名美女 是一个非常浩大的工程 为了玩出新花样 石虎教宫中的美女学习骑射之术 并组建了一支规模上千人的女子仪仗队 以此来刺激他的感官 尽管石虎非常残暴 但他对国师佛图城十分敬重 甚至把他当作神灵一样供奉起来 遇到难以决断的事情 都会事先向他请教 佛图城进入朝堂时 包括石虎在内的所有人都要起身迎接 石虎规定公卿以上的大臣 每五天必须上门拜会佛图城一次 由于佛图城在后兆的地位无比崇高 很多人都替发为僧拜在他的门下 一时间他的信徒达到上万人 石虎为了表示对佛家的尊敬 他免除了僧人的税妇姚义 很多人为了逃避税妇姚义也替发为僧 公元337年2月 石虎改称为赵天王 他立王后正应逃为天王皇后 立十岁为天王皇太子 为了锻炼十岁的执政能力 他开始逐渐将朝中事务交给十岁打理 除了朝堂大臣们的人事任命之外 其他事务均由十岁决断 起初十岁对执政充满了热情 但石虎喜怒无常的性格让他吃尽了苦头 对于十岁前来禀报事情 石虎会斥责他这种小事不要前来禀报 当十岁很久不来汇报实情后 石虎又会责骂他怀疑有二心 故意不来禀报朝政 石虎这种变态的教育方式 也让十岁养成了变态的性格 十岁经常让喜欢的美女梳妆打扮一番 然后将他们的头看下来放在盘子里 让客人们前来欣赏 同时将他们的身体烹煮后 供客人们食用 这种变态至极的做法 放在人类任何一个时期 都是令人发指的 十岁的弟弟石轩和石涛 趁机在石虎面前进献谈言 使得石虎对石岁越来越冷落 此时的石岁已经感觉到危机 他打算是负夺位 但因计划不周泄露了消息 石虎一怒之下 将石岁软禁在东宫 后来石虎念及父子之情 赦免了石岁 并恢复了他太子之位 对此 石岁并未感到劫后余生 而是在石虎面前 表现得更加嚣张跋扈 甚至公开扬言要杀掉他 石虎一怒之下 将其赶出东宫贬为庶民 等石岁出宫后 石虎命人尾随其后 将石岁以及他的妻妾子女 全部活埋 杀掉石岁后 石虎立时宣为太子 石虎当政期间 实行了三五兵议制 如果家里有三个男丁 必须有两人前去当兵 如果家中有五个男丁 必须有三个人入伍 为了修建宫殿 以及打到部队 所需要的武器铠甲 石虎将剩下的男丁 抓来从事劳动 如此一来 百姓家中 由于缺少男丁 致使耕种荒废 很难完成上交国家的税赋 但石虎对这些事情置之不理 仍然要求百姓必须足量缴纳税赋 地方官府在征税的过程中 又大量贪赃枉法 致使百姓的负担增加了好几倍 有些百姓为了缴纳税赋 将家中子女卖去为奴 换取钱财 有些百姓变卖了子女 仍缴纳不起税赋 干脆选择了自杀 在石虎的统治下 后召百姓犹如生活在人间炼狱 让我们把目光转到鲜卑慕容 当初晋元帝司马瑞为了表彰安抚慕容纬 封他为车骑将军 诸渡幽州、平州等地诸军士 晋元帝继位后 继续拉拢慕容纬 并允许他以皇帝的名义开辅制式 设置行政机构 在慕容纬在位期间 他将鲜卑慕容打理得井井有条 使鲜卑慕容成为一直实力不俗的潜力骨 公元332年 在位49年的慕容纬去世 享年65岁 慕容纬去世后 他的嫡长子慕容晃继位 慕容晃继位后 开始严肃法度 对违反规则的人予以严惩 这让习惯了散漫的官员们十分不适应 私下里纷纷抱怨 但慕容晃没打算放松法度 继续用最严厉的方式管理 以此来提高自身的威望 慕容晃的树兄慕容汉一直与他不合 眼见慕容晃继位后开始严肃法令 慕容汉害怕自己受到清算 便率领家小钱去投奔鲜卑断步 断步的首领断辽非常热情地接纳了他 慕容晃的亲弟弟慕容昭和慕容人 此前非常受慕容伟的重视 当初慕容伟还动过费力慕容晃的心思 后来 在大臣们的劝说下 才让嫡长子慕容晃继位 为此 慕容晃对其他兄弟三人非常憎恨 慕容汉投奔鲜卑断步后 驻守平国的慕容人进城奔丧时 与留在京城的慕容昭密谋 他们打算起兵讨伐慕容晃 不料他们密谋的计划败露 慕容人见形势不妙 火速离开了京城逃到了平国 三个兄弟的接连背叛 让慕容晃十分愤怒 他派大将高许前去讨伐慕容人 结果被慕容人大败 鲜卑断步 见慕容市内部起了纷争 便趁火打劫 前去攻打鲜卑慕容的柳城 慕容晃知道 战士继续拖下去会对他不利 于是亲自率军前去讨伐 他和弟弟慕容平一起 冒着刺骨的寒风 通过结冰的河面 绕到了平国城的大后方 由于慕容人疏于防范 最终被慕容晃成功攻破城池 慕容人被生擒 慕容晃念及兄弟之情 让慕容人自行了断 紧接着慕容晃杀掉了他的亲信 为了稳定军心 慕容晃并未对平国城的将士们进行惩罚 而是让他们各居其位 平叛结束后 慕容晃结束了继位后的第一场叛乱 由于在战斗中表现出色 慕容晃的名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平定完叛乱后 慕容晃在部下的劝禁下自称燕王 他建立的国家被后世成为前燕 登基为王后 慕容晃立慕容郡为王太子 并按照国家的规格重新设置行政机构 慕容晃是一个野心很强的人 登基称王后 他开始将目标锁定在鲜卑段步身上 为了灭掉段步 他打算联合石虎 为此 他将自己的弟弟慕容晃送到夜城做人质 对于慕容晃的示好 石虎欣然接纳 他没有扣留慕容晃 而是将他送了回去 并与慕容晃约定来年发兵讨伐段步 公元338年1月 慕容晃与石虎 兵河一处 对段步的地盘发起了攻击 之前投奔段步的慕容晃 非常了解慕容晃的作战方式 给段辽提了很多建议 但段辽始终认为慕容晃不是自己的族人 对他处处提防 结果 在石虎和慕容晃的联合夹击下 段辽被打得大败 战败之后 段辽带着七切家小和部分亲信 逃到了密云山中 慕容晃则带着家眷前去投奔宇文部落 慕容晃逃到宇文部落后 宇文部落的酋长宇文义斗龟对他产生了猜忌 想趁机杀掉他 慕容晃为了打消宇文义斗龟的疑虑 主动装疯卖傻 以此来展示自己没有野心 慕容晃了解到慕容晃的处境后 心生怜悯 当初慕容晃出走并非心甘情愿 此后他也没做对不起慕容晃的事情 于是慕容晃派人将他接了回来 并对他十分忧待 灭掉段步后 石虎开始对前焉虎视眈眈 于是准备攻打慕容晃 此时的后照拥有数十万军队 兵力远在前焉之上 对后照大军来逃 前焉国内一片惊慌 慕容晃也产生了弃城而逃的想法 关键时刻 他手下大将沐鱼根给慕容晃加油打气 力劝他坚守城池 慕容晃作为一国之主 在部下面前不能露窃 便强忍着恐惧坚守城池 将士们见慕容晃没有逃跑 军心暂时得到了稳定 大将刘沛主动请英 率领赶死队前去迎敌 以此来鼓舞士气 后照军队没想到 对方赶前来偷袭 便放松了警惕 在刘沛的带领下 数百名赶死队 在石虎大军中横冲直闯 杀死几十名士兵后 又返回了城内 这次偷袭让燕军士气大震 慕容晃也看到了一丝胜利的信心 大臣封义告诉慕容晃 石虎的残暴 已经到了天怒人怨的程度 只要能守住城池 时日异常 石虎内部必然会出现问题 届时就可以寻求主动出击的机会 慕容晃听从了封义的建议 死守城池 为了鼓舞士气 他亲自到城墙上指挥战斗 抵挡住了后照潮水般的进攻 此番石虎是远道而来 他本想凭借军队数量上的优势 碾压对方 速战速决 在前燕士兵的顽强抵抗下 石虎连续攻击了十几天都没有起色 此时 军中粮草开始告急 士兵们的抱怨声此起彼伏 为了防止军中出现滑变 石虎选择了退兵 慕容晃的四儿子慕容克 见对方撤退 主动请鹰出城追击 他带领两千起兵 将士气低落的后照军队打得溃败 一共斩首三万余人 取得了一场大胜 此役是石虎最大的一次势力 为此他强忍怒气 积极地屯田耕种 并联络高沟黎 准备刺激对前燕发起报复 公元338年12月 之前逃到密云山的断辽 派使者向后照请降 使者走后不久 他又改变了主意 派人前去 向前燕投降 石虎先接到了投降信 他对断辽的投降都比较重视 石虎派大将麻丘率三万人前去迎接 慕容晃随后接到投降信 断辽在信中密谋 与慕容晃一起截杀石虎的大军 为了完成这次任务 慕容晃亲自率人前去迎接 并在半路社府等待后照军队钻入陷阱 后来慕容晃在三藏口大败赵军杀敌两万多人 此意慕容晃还成功收服 后赵大将仙鱼亮 慕容晃见仙鱼亮十一员猛将 便留在身边重用 断辽投降慕容晃后不久 又密谋叛乱 最终被慕容晃斩杀 随后 慕容晃将断辽首级送给了石虎 以此来缓和两国之间的关系 石虎见慕容晃有意示好 便暂缓讨伐前燕 丞翰是五湖十六国当中第一个建立国家的 丞翰的建立者是低族首领李雄 占据属地的丞翰 虽然时常和东晋发生冲突 但都未伤及国本 近三十年来 国家一直在稳定运行 公元333年征月 丞翰大将李寿拿下了东晋的熟石郡 随后周边几个郡见李寿来势汹汹 便主动现成投降 此一过后 李寿名声大噪 李寿是李雄的堂弟 非常能争善战 而且为人宽厚 深得李雄喜爱 后来李雄封他为建宁王 公元334年6月 李雄重病不起 由于他身上生的是恶疮 油浓的时候味道很大 此时 只有皇太子李班 守在身边尽心照料 李班是李雄的侄子 李雄见自己的儿子们荒淫无度 不适合治理国家 虽将皇位传给了德才兼备的李班 没过多久 李雄去世 享年61岁 身为皇太子的李班顺利继位 李班登基后 把朝堂大事委托给李寿 自己专心为李雄治丧守孝 眼见李班顺利登基 李雄的两个儿子李月和李七十分不满 李月趁李班守灵之际疏于防范 便将其杀害 然后以皇太后的诏令 拥立李七为皇帝 李七成为皇帝后 很快露出了本性 不但交涉淫逸还将其他对皇位有威胁的人全部杀掉 李寿由于功勋卓著 他深感不安 于是主动请求到边境驻守 李寿到了边境后 李七仍然不放心 为了给李寿下马威 李七派人堵死了李寿的弟弟 李寿表面上选择了隐忍 暗地里谋划进攻成都 公元338年4月 折服已久的李寿对城府发起了进攻 为了鼓舞士气 李寿承诺拿下成都后 允许将士们在城中烧杀抢掠 当时李寿的儿子李氏在城中任职 当李寿大军兵临城下时 他偷偷打开了城门 李寿不费吹灰之力便拿下了城都 进城后 李寿命人逮捕了李月等人 将他们全部诛杀 然后将皇帝李七软禁起来 局势稳定后 李寿开始兑现将士们的承诺 让他们在城内烧杀抢掠 本来李寿计划拿下成都后 向进士称臣 自己做一个偏安易于的诸侯 但攻打成都过于顺利 他内心萌生了称帝的想法 举其不定之际 他请巫师前来占卜 巫师根据卦象告诉他 他可以做几年天子 李寿听后大喜 决定称帝 他的谋臣谢思明 劝李寿三思 做几年皇帝 不如成为百世诸侯 但李寿表示 昭文道 惜死可以 只要能做皇帝 哪怕只有一天也会满足 最终李寿登基为帝 立李氏为太子 称帝后 李寿将李七贬为县城 由于心理落差太大 李七随后自杀 年仅25岁 权力是一把双刃剑 既可以成就一个人 也可以毁掉一个人 李寿登基之前 为人谦虚 生活节俭 在娇奢淫逸的李氏子弟中 是一个清流 但屠龙少年忠诚恶龙 当李寿成为皇帝后 变得极度奢靡 并且试杀成性 他将开国皇帝李雄的子嗣 全部杀掉 彻底铲除能威胁他皇位的人 在生活方面 他将石虎作为榜样 在全国范围内 大肆征集劳工 前来修宫殿 此前跟随他打天下的旧臣 也因为直言觐见而遭到诛杀 公元343年8月 44岁的李寿去世 太子李氏登基为帝 李氏对父亲的所作所为耳濡目染 登基后便一头扎进后宫美女堆里 为了能聚精会神的淫乱 他将朝政大事委托给身边的几个晋臣 其他朝堂大臣全都成了摆设 此时的成汉 已经和石虎统治下的后兆无异 此时东晋全臣桓温掌控了朝堂 为了建功立业 他率兵讨伐成汉 公元346年11月 桓温率兵出发 征讨成汉 并于次年将成汉灭掉 此前石虎攻打前沿失败后 石虎掠夺地盘的野心不改 他将目标放到了乾梁 乾梁的皇帝是张骏 张骏是一个非常勤政 而且很有能力的人 在他的治理下国家比较繁荣 公元346年5月 张骏去世 年仅40岁 张骏去世后 张茂的儿子张崇华继位 张骏的去世 让隔壁的石虎认为有机可乘 他趁乾梁皇帝登基之际 发兵前去讨伐 并成功掠夺了上万户百姓 为了应对石虎的攻击 张崇华将全国军队都集合起来 并任命征南将军裴衡为主帅 前去抵抗石虎大军 裴衡领命后 将军队驻扎广武便不再往前 因为他害怕石虎 不敢与之交战 尽管张崇华三番五次派人前去催促 但裴衡已 将在外 军命有所不受为由拒绝出兵 眼见主帅不敢出兵 乾梁将士们的士气越来越低落 一时间张崇华找不到办法来破局 就在此时梁州司马张丹尚书皇帝 提出替换主帅的建议 张丹表示 目前朝堂任用人才需要看资历和门户出身 知识有能力的人无法展示才能 要想成为明君圣主 就得打破这种条条框框 让真正有能力的人担任主帅 就像当初刘邦任用韩信一样 张崇华觉得张丹说得有道理 并根据他的建议 启用谢爱为中间将军前去迎敌 谢爱是一个文武双全 精通谋略的人 他仅用七千人马就将石虎的军队打退 并斩首五千多人 成功化解了乾梁的危机 此役过后 谢爱本想在朝堂上大失拳脚 但其他士族见国家危机已经解除 加之谢爱没有士族背景 随后把他排挤出了朝堂 公元347年4月 石虎再次派军队前来攻打乾梁 形势对乾梁十分不利 关键时刻 张崇华再次启用谢爱前去迎敌 谢爱凭借惊人的谋略 将后赵军队打得大败 此意斩杀对方一万多人 接连失利让石虎非常不悦 当年五月 石虎派大将麻丘和石宁率领十二万大军 准备再次进攻乾梁 前几次胜利让张崇华觉得 石虎大军并非传言中那般强大 为了提高自身威望 张崇华准备豫驾亲征 对此久经沙场的谢爱全力劝阻 他将自己与后赵军队作战的凶险细节 讲给张崇华听 后者听完后 放弃了御驾亲征的打算 然后任命谢爱为主帅前去迎敌 在谢爱的率领下 前梁将士如下山猛虎 将石虎派来的几路大军相继打退 没人敢去与谢爱正面交战 石虎听闻前方失败的战报后 不禁感叹谢爱的实力 打退石虎大军后 谢爱接连平定了周边一些部落 凭借一连串的战功 谢爱名震西北 此时的石虎已经年余五十 他自知不可能像年轻时一样东征西逃 而手下又缺乏猛将 不能替他开疆拓土 此番攻打前梁失败 让石虎很失望 加之东边前沿不断发展壮大 南边的东晋 有长江天险护卫 一时间 他不再对开疆拓土抱有希望 他打算在剩余的生命里 最大限度的享乐 至于是否会透支国力 他完全不在乎 当时西进设置了十九个州 后兆独占其中十个 版图相当之大 石虎命人在国内搜刮各种奇珍异宝 后来民间的奇珍异宝 已经不能满足他的胃口 他组建了一支官方盗墓团伙 专门在国内进行盗墓 将前朝王侯将相们的陵墓挖开 盗取其中的宝物 为了修建园林 石虎在国内征召了十几万劳工 昼夜不停地在夜城周围施工 最终导致数万人累死 眼见一座座宫殿拔地而起 石虎认为自己是苍生之主 他告诉身边的人 除非天地崩塌 否则没人能夺去他的这一切 太子石轩继承了父亲的残暴与奢侈 在横征暴敛方面完全不属于石虎 石轩的弟弟石涛同样如此 不过石轩和石涛二人一向不合 石虎更偏爱年纪较小的石涛 当初曾打算立石涛为太子 后来在大臣们的建议下 才决定立敌长 石涛仰仗石虎的宠爱 越来越不把石轩放在眼里 这让石轩非常震怒 他心生一计 他想先杀掉石涛 等石虎前去平调的时候 再将石虎杀掉 公元348年8月 石涛在夜城外设宴招待群臣 石轩派出的杀手 趁他鸣顶大罪之际 混入宴会将其杀死 第二天石轩向石虎汇报石涛的死讯 石虎听后悲愤交价 准备到事发地点前去查看 最终被身边的大臣们劝住 派人前去调查 他留在宫中等候消息 石轩见石虎没有前去事发地点调验 内心十分慌张 他本想找几个人顶罪 但最终被他人告发 石虎得知是石轩所为后 当即下令将其逮捕 并用铁钩子穿透石轩的下巴 让他用舌头舔干净杀害石涛凶器上的血迹 俗话说虎毒不食子 但石虎显然比猛虎还要歹毒 为了给石涛报仇 石虎将石轩的头发薅掉 然后拔掉他的舌头 接下来砍掉他的手脚 用绳索穿过他的下巴将他吊了起来 此时的石轩还有奄奄一息 紧接着石虎命人降热的肚子划开 挖掉他的眼珠 等他垂死挣扎的时候 又用火把他复制一句 石虎虐杀石轩的时候 让宫中的嫔妃全部来现场观看 在场的人无不胆寒失色 还有一些人被恶心的当场呕吐不止 杀掉石轩后 石虎又下令杀掉了他的妻儿 石轩有一个小儿子 深得石虎的喜爱 石虎平时非常宠爱他 准备饶他一命 但大臣们劝见石虎斩草除根 以免将来孩子长大后前来复仇 石虎不忍心杀孙 大臣们果断从石虎手中将其夺走 活活摔死 清理完石轩的妻儿 石虎又将东宫所有人全部杀掉 然后将东宫改成了朱眷 隶属于东宫的一万多命的高丽君 被发配到边疆做苦壁 经过此番折腾 连续死掉两个儿子的石虎 精神受到了刺激 很快便一病不起 此时的石虎已经54岁 他自知人生大县已至 便着手准备策立太子仪式 石虎手下有一员大将叫张柴 从他的名字也可以看出 此人并非善茶 张柴是个汉人 当初起兵失败投降了石乐 在攻打刘耀的时候 张柴俘虏了刘耀年仅12岁的女儿 安定公主 安定公主长得国色天香 起初张柴享具为己有 他为了站稳脚跟 最终献给了篡位的石虎 安定公主深得石虎的喜爱 后生下一子名叫石氏 张柴告诉石虎 此前两个儿子之所以谋反 是因为他们的母亲都是歌姬舞女出身 他劝石虎应该立一个母亲出身贵族的儿子 石虎听后认为有道理 便立石氏为太子 公元349年正月 55岁的石虎自知时日无多 他在临死前想过一把皇帝银 便正式称帝 石虎称帝后大赦天下 除了死刑犯之外的犯人都被释放 正在赶往边疆戍边的高丽君 听闻大赦天下的消息后大喜 但不久后 高丽君将士们得知 他们不在此次大赦范围之内 为了防止他们闹事 石虎命雍州刺使张茂将高丽君的马匹 全部没收 并派兵监督他们前往边疆 此时 高丽君将士们的愤怒情绪达到了极点 后来 高丽君头领梁独 自称是晋朝征东大将军 带领将士们造反 准备杀回叶城找石虎报仇 高丽君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队伍 在梁独的带领下 他们一路攻城拔寨往东部进攻 沿途不断有人前来投奔 等到达长安时 已多达十万之中 面对来势汹汹的高丽君 石虎大惊 随后派出十几万骑兵前去抵挡 但军被打得溃败 眼见高丽君相继攻克洛阳 行阳等地 石虎十分着急 他紧急派出姚义仲前去迎敌 姚义仲是枪族人 战斗力极强 他得到诏令后 带着八千枪族精锐前去应战 在正式出战之前 姚义仲只身跑到叶城 把病重的石虎痛骂一顿 此时的石虎需要依仗姚义仲 不但没有责罚他 反而赏给他上等的铠甲和骏马 在姚义仲的带领下 朝廷军队占据了上风 最终将高丽君打败 石虎为了奖励姚义仲 封他为西平郡公 并特许他可以剑旅上殿 入朝不屈 公元349年4月5日 石虎任命石尊为大将军 任命石斌为丞相 并让他们两人入朝辅政 太子石氏的母亲刘皇后 担心石斌对年幼的石氏产生威胁 便和张柴密谋杀死了石斌 4月23日 十年55岁的石虎寿中正寝 作为华夏历史上最残暴的皇帝之一 石虎一生建立了不小的工业 但他的荒淫残暴 可以将他的工业全部抹杀 石虎的行为不断刷新人类的底线 如此残暴的人能够得以善终 也再次印证了善恶有报 只是一种期许 石虎死后 年仅11岁的时事登基为帝 由于皇帝年幼 犹太后垂帘听政 为了巩固朝堂地位 犹皇后重用张柴来清除异己 诛杀了一批有潜在威胁的人 但以姚义仲为首地掌握兵权的将军 认为时事年龄太小 很难堪当大任 便推举年长的石尊取而代之 石尊建将军们都支持自己 便起草席文 以清军策的名义 进京讨伐张柴等人 当石尊起兵的消息传至夜城时 犹太后和张柴商议对策 他们试图用高官后路来拉拢石尊 便下诏任命石尊为丞相 大司马 大都督并赐予他家九息 相当于把整个国家的兵权都交给石尊 作为交换条件 石尊还得奉石氏为皇帝 石尊假装答应 当张柴打开城门迎接大军入城后 石尊当即逮捕了张柴 随后将其斩首并一灭三族 此时的刘太后已经下得六神无主 她根据石尊的要求 下诏让石氏善位于石尊 石尊假意推辞了几次后便登基为帝 随后石尊下令将刘太后母子软禁起来 不久后又将他们杀死 得知石尊称帝的消息后 驻守继承的佩王石冲认为 石尊的行为是弑军篡位 遂起兵前去讨伐 石尊命石敏和李农前去迎敌 并大败石冲的军队 兵败后的石冲自杀身亡 他手下三万将士均被活埋 平定完石冲叛乱后 石尊进一步集中权力 在石敏的建议下 他下令免去驻守雍州秦州两地的都督蒲红之职 蒲红是石虎的亲信 眼见自己被夺权心有不甘 便派人和晋士联系 如果行事有变就准备投靠晋士 最终石尊担心逼反蒲红 便撤销了命令 在石尊众多心腹大将中 石敏是石尊非常仰仗的一个 由于石尊没有儿子 起兵反叛时 他曾向石敏许诺 只要启士成功就立石敏为太子 为此石敏主动请英 为石尊充当反叛前锋 为石尊干脑涂地的效命 但石尊登基称帝后 却改变了主意 最终 历石斌的儿子石衍为皇太子 石尊之所以石衍 是因为石敏并不是正宗的杰族血统 而是汉人的后代 石敏封父亲名叫冉良 冉良祖上世代都是军中的衙门将 西晋八王之乱过后 天下大乱 冉良为了谋生路 加入了陈武领导的启活军 在与石勒战斗的过程中 启活军被石勒打得大败 但冉良因为表现相当勇猛 获得了石勒的关注 最终被石勒留在身边 此时的冉良年仅12岁 后来 石勒让石虎将其收为养子 石虎将其改名为石瞻 石瞻天生神力 在作战的过程中异常勇猛 凭借战功在军中一路高升 后来 石瞻在跟随石虎前去征讨流药的过程中 被杀 石瞻去世后 他的儿子石敏继续跟在石虎身边 石敏的身体素质丝毫不逊于父亲 他也因此得到了石虎的后爱 成年后的石敏跟随石虎东征西逃 凭借惊人的武力屡屡获得战功 后来被任命为游击将军 此前在消灭高丽君的过程中 石敏也立下战功 这一系列表现 让石敏逐渐生命确起 由于从小在石虎身边生活 石敏一直将自己视为血统正宗的石氏宗亲 所以当石尊承诺立他为太子的时候 石敏对此深信不疑 但石尊知道石敏的出身 他不可能将石氏家族建立的王朝 交给一个汉人 因此食言 石尊对此并未放在心上 但石敏却一直怀恨在心 久而久之便萌生了武力夺权的想法 石敏为了成功上位 在夺权之前 他开始在军中拉拢亲信 并获得了一众亲随 石敏的举动逐渐引起他人的注意 眼见石敏不断培植亲信 有人建议石尊杀掉石敏 以免夜长梦多 此时的石尊已经动了杀心 公元349年11月 石尊召集其他皇室子弟 前去面见郑太后 在郑太后面前 石尊说 石敏已经显现出谋反之心 他建议诛杀石敏 石尊的提议得到了其他人的支持 但郑太后不同意 他说 石尊能顺利登基称帝 石敏功不可没 不能因为他表现出一些骄傲自满 就要杀掉他 由于郑太后的阻拦 石尊便打消了诛杀石敏的念头 当天 石尊的哥哥石剑参加了这次讨论 而且石剑也赞同诛杀石敏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会议结束后 石剑派人前去通知石敏 说石尊准备杀他 石剑之所以这么做 也是出于对皇位的规规 想利用石敏之手除掉石尊 果不其然 石敏听闻这个消息后 火冒三丈 他没有坐以待毙 而是当即起兵造反 他派手下大将周成 率领三千人杀入皇宫 然后将石尊杀死 随即又将郑太后 太子石衍等一众亲事 全部杀死 石尊仅仅继位183天 和当初进城时的风光相比 此时的他比阶下囚还凄惨 杀掉石尊后 石敏并未取而代之 而是拥立石剑为帝 石剑等这一天等了好久 他假意推辞了几次后 便登基称帝 随后 他封石敏为大将军 任命李农为大司马 其他参与政变的人 都得到了封赏 由于李农等人 都是石敏的心腹 朝堂掌控者实际上是石敏 石剑不甘心被石敏摆布 随后派乐平王十包 带领士兵连夜围攻 石敏的府邸 对此 石敏早有准备 双方士兵打得难解难分 本来这是一场刺杀 最终演变成了火兵 石剑为了不让别人知道 自己是幕后主使 派人将石包等人杀死 后来 石剑又暗中联合 其他对石剑不满的朝堂大臣 准备将其杀死 燃敏和石剑两方势力 在皇宫进行了多番战斗 杀得整个皇城尸横遍野 最终技高一筹的燃敏 赢得了胜利 他将石剑软禁起来 严加看守 为了笼络民心 他下令凡事和他同心的人 可以留在城内 和他不同心的人 可以自由选择是否留下 由于石敏是汉人 此项命令一出 城内的湖人纷纷逃走 而周围的汉人 则入城生源石敏 这番场景 让石敏彻底明白了一个道理 人们只会忠诚于同样血统的人 虽然他很想融入石氏宗亲的 但血统上的隔阂 决定了石氏宗亲 不可能真正接纳他 想到此处 石敏发布了一条命令 只要斩杀一个湖人 文官禁卫三等 武官直接败为衙门将 这道命令被称为杀狐令 此道命令一出 城中汉人像发了疯一样 屠杀城中的湖人 一天之内就杀掉上万湖人 与此同时 石敏也亲自上阵斩杀狐人 不论男女老幼 一概成为被诛杀的对象 狐人和汉人的长相 有一定的区别 但并不是非常明显 有些身形高大 鼻梁高挺的汉人 也被当作狐人诛杀 在杀狐令的推动下 夜城周围被屠杀的狐人 就多达二十万 为了处理这些尸体 石敏命人将其抛到郊外 任凭野兽吞食 处理完夜城的狐人后 石敏将杀狐令 颁发到整个国家 其他汉人将领 看到命令后 纷纷拿起武器 对境内的狐人展开轻角 一时间 后照境内的狐人 成为待宰的羔羊 这道杀狐令 不仅为石敏出了一口恶气 也让他获得了 众多汉人的支持 此时的石敏野心 已经急剧膨胀 内心有了称帝的想法 在古代 称帝讲究顺应天命 他命人翻遍史书典籍 在其中找到一句谶语 内容为纪赵礼 也就是说 赵礼两位皇帝称帝后 他才能做新皇帝 为了顺应这句谶语 他改国号为位 同时将自己的名字 改为黎敏 此时黎敏并未正式称帝 后照的将军们 见形势不妙 纷纷逃离夜城 到其他地方拥兵自重 这些人不但拒绝接受 黎敏的号令 还在伺机而动 时刻准备出兵夜城 诛杀黎敏 后来不断有人率兵进攻夜城 公元350年7月 石坤和张举 集结了七万大军前来征讨 黎敏为了立威 他披挂上阵 亲自出城作战 并一举将石坤等人打得溃败 此后 又有陆陆续续 多路大军前来征讨 由于黎敏和李农 都在城外迎敌 夜城内部城防 出现了空虚 被软禁的石坚 秘密联系 驻守在外地的将领 打算联合他们 趁机夺取夜城 但石坚的信 被黎敏截获 一怒之下 黎敏将石坚杀死 随后将石坚家族 不分男女老少 全部杀死 这其中包括 石虎二十多个孙子 夜城内的石坚宗亲 彻底被灭族 此时 黎敏的声望 达到了巅峰 众人怜悯 劝他称帝 对此 黎敏坚决不受 而是执意要把皇帝的位置 让给李农 李农是个聪明人 他知道皇帝之位 是个烫手山芋 而且他也知道 黎敏只是谦让一下 如果他真的接受地位 恐怕会遭到报复 为了推却地位 李农表示 汉人都是晋士的臣子 如今 晋士依然保存完好 应该向晋朝称臣 迎接晋朝天子 环都洛阳 听完李农的建议后 李敏面露难色 尚书令胡牧察觉到 李敏只是对李农谦让 如果真的对晋士称臣 恐怕会造成新的内乱 于是 胡牧劝说大家 说晋士已经衰微 而且远在江南 没有能力领导群雄统一中原 现在当务之急是称帝自立 将来统一中原后 再迎接晋士回洛阳也不迟 李敏见胡牧为自己说话 果断抓住了这个台阶 随后登基称帝 李敏称帝后恢复阮姓 名叫阮敏 然后改国号为魏 这段政权被后世称为阮魏 阮魏政权在历史上争议很大 它并未被后世归为十六国之一 现如今 阮敏备受一些历史爱好者推崇 因为颁布了杀狐令 很多人将其视作汉族的救世主 他们觉得 如果没有杀狐令 汉人将被全部灭中 杀狐令之所以能在后世 引起如此大的反响 是因为五湖乱华时期 各路少数民族对汉人的迫害令人发指 在各路少数民族中 尤其以十乐所属的杰族最为残暴 他们攻陷城池后 会将城中男性全部杀死 将庙陵女子卢走 攻士兵们坚引 如果遇到军粮短缺的情况 会直接杀掉烹石 他们将这些汉人成为两脚羊 客观来讲 杀狐令在维护汉人方面 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颁布杀狐令的使民 并不是什么救世主 他只是一个政治投机分子 他颁布杀狐令的初衷 并非是拯救汉人 而是为了报复自己 不被胡人接受 如果他能成功融入石室宗亲 被屠杀的对象可能就是汉人 这样的人算不上民族英雄 更不是救世主 燃敏登基后 第一件事就是大赦天下 然后将跟随自己的人 全部进行封杀 他的搭档李农被封为太宰太尉 李农的三个儿子 也全部被封为高官 就在大家认为 燃敏即将对外大师拳脚时 他却将屠刀对准了内部 由于李农和燃敏同时并肩作战 他的威望也很高 燃敏称帝后 将其视为头号威胁 便趁机杀了李农和他的三个儿子 除此之外 一些被燃敏认为 对他有威胁的汉人将领 也被诛杀 解决完内部威胁后 燃敏派人向姚义仲 蒲虹等人下达诏令 让他们归顺 但均遭到拒绝 此时的燃敏 虽然占据着夜城 但周围都是胡人占领的地盘 他深感独目难知 于是派人到晋室求援 请求晋室发兵北上 与他一道共同讨伐胡人余孽 对此晋朝并未作出回应 因为在晋朝内部 他们将燃敏同样视作杀人魔王 是将来要讨伐的对象 肯定不会与其联手 由于夜城内 时事宗亲被燃敏屠戮殆尽 后赵已经名存实亡 之前忠于后赵的各路诸侯 开始各自为战 这其中以姚义仲、蒲虹、马丘等人的势力最强 蒲虹和姚义仲为了争夺关中爆发了大战 姚义仲派自己的大儿子姚湘前去进攻蒲虹 结果大败损失了三万兵马 打败姚义仲后 蒲虹自封为大都督、大将军、大蝉鱼、三秦王 此时的他有了自立为王的想法 他在史书典籍中找到一句草腹硬王的称语 于是改名为浮虹 马丘与浮虹关系很好 他见浮虹取得大胜 大摆宴席为其庆功 席间 马丘命人在浮虹的酒中下毒 想毒死浮虹之后吞并他的兵马 浮虹喝了毒酒后 自知命不久矣 他死前将兵权交给了长子福建 浮虹去世后 福建接过兵权 当即率人将马丘杀死 就在各路诸侯乱斗之际 驻守乡国的石虎的石儿子石堤 宣布登基称帝继续维持后赵政权 各路诸侯见后赵政权得以维持 便纷纷前去归附 石堤任命姚义仲为丞相 汝殷王石坤为相国 福建被任命为镇南大将军 都督河南诸军士 稳住阵脚后 石堤任石坤率领十万大军 前去攻打燃敏 公元350年6月 燃敏与石坤在邯郸相遇 此一燃敏将石坤打得溃败 斩杀对方一万多人 当年8月 石坤与其他前来援助的人马兵和一处 再次对燃敏发起进攻 结果仍不是燃敏的对手 再次被斩杀三万人 接连大胜让燃敏信心大增 在他风生水起之际 有人劝他应该趁事业达到顶峰时 归顺尽势 为自己赢一个美名 但没人愿意在巅峰时 向他人俯首称臣 这是人性使然 当年11月 燃敏决定 亲率十万大军前去攻打乡国 此时的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准备征召胡人士兵前去作战 为此他封自己的二儿子 燃印为大蝉鱼 用来统领匈奴士兵 燃敏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单凭汉人士兵很难和胡人对抗 此举也相当于间接废除了杀狐令 这也证明 当初的杀狐令只是为了达到政治目的 而临时制定的 和民族大义并无多大关系 对于征召胡人士兵一事 他的部下劝他不要任用胡人士兵 这些胡人士兵只是碍于刑事暂时归附 一旦被他们找到机会 肯定会发生叛乱 燃敏听后 不但没听劝阻 还将前来进言的部下移灭三族 此后再也没人敢前来劝阻 在燃敏的围攻下 乡国坚持了一百多天 城内已经弹尽粮绝 用不了多久就会被攻破 危难之际 十堤去掉皇帝的尊号 改称赵王 然后派人突出重围 向前燕和枪族首领姚义仲求救 十堤向前燕承诺 只要他答应前来相救 解围后就会把传国玉玺相赠 此时的姚义仲已经71岁 他无力再上战场 但他之前蒙受石虎的恩惠 为了报恩 他派自己的大儿子姚乡前去相助 与此同时 姚义仲给前燕写信 请求出兵前去相助 前燕最终答应出兵相救 他派将军越晚与姚乡兵合一处 共同抵抗燃敏 公元351年3月 姚乡 月晚 会同石坤一起集结了十几万人 前去征讨燕敏 起初燕敏派出几员大将前去迎敌 结果大败而归 燕敏一气之下打算御驾亲征 试图以一人之力 同时打退对方三陆大军 但现实很骨感 尽管燕敏自认为是天下无敌 可在三陆大军同时夹击下 他没坚持多久便溃败 在撤军的过程中 魏军出现了严重的踩踏事故 整个军队失去了控制 燕敏见大势已去 最终带着十几个亲随逃往了夜城 就在燕敏打算回城重整旗鼓时 之前前来投奔的匈奴小头领利特康 趁燕敏兵败之际 在夜城发起了兵变 利特康率领军队中的少数民族 将燕魏朝廷的大臣们屠戮殆尽 然后在城中杀了十几万人后 投奔十滴 燕敏的儿子燕印被绑去乡国 十滴直接命人将其处死 利特康走后 燕敏趁机偷偷混入夜城 此时的他后悔不听部下之言 不该收留胡人在军中任职 就在夜城一片混乱之际 十滴派将军刘显前来攻打 燕敏重新组织了城中的残兵 硬着头皮前去迎敌 虽然燕敏已经是强弩之末 但他的战斗实力仍然不容小觑 远道而来的刘显 低估了燕魏的抵抗能力 没有严肃军技 结果被被水一战的燕敏 率领残兵打得大败 此意刘显损失三万多人 更重要的是 燕敏的战斗力让刘显感到恐惧 在撤军的过程中 刘显派人向燕敏投降 为了表示诚意 他承诺回到乡国后杀掉十滴 起初燕敏以为 这只是刘显的缓兵之计 但出人意料的是 刘显回到乡国后 趁十滴不备 直接将其杀死 然后将朝堂大臣 以及十滴的宗亲 全部杀光 并将他们的首级 送往夜城献给燕敏 随着十滴被杀 立国三十三年 历经七位皇帝的后照 宣告灭亡 刘显这个意外之喜 让燕敏绝处逢生 他封刘显为大将军 兼任冀州墓 但这两人之间的关系 并未随着后照灭亡而更进一步 公元351年7月 刘显打着为后照复仇的名义 进攻夜城 燕敏为了稳定局面 新帅大军前去迎敌 直接将刘显打得溃败 兵败后的刘显逃到襄国 随后 燕敏直奔襄国 将刘显在内的诸多叛乱者 全部诛杀 后照的灭亡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这其中就包括钱燕 石虎在世时 钱燕只能屈居于后照之下 燕敏的横空出世 不但灭掉了后照 也让钱燕感到坠坠不安 公元348年9月 52岁的慕容晃重病不起 不久后便去世 他去世后 太子慕容俊继位 慕容俊自小在父亲的熏陶下 博览群书 长大后 懂得文韬武略 被任命为安北将军 一直以来慕容俊对三弟慕容霸 比较嫉妒 慕容晃生前非常喜爱慕容霸 一度打算立他为太子 后来 在群臣的建议下 才立嫡长子慕容俊为太子 当初慕容晃给慕容霸起这个名字 一方面是因为慕容霸生的高大威猛 另一方面也希望他能成就一番霸业 慕容俊登基后 为了打压慕容霸 将其改名为慕容锤 公元352年4月 慕容俊打算对讨伐阮卵 得知前燕大军前来讨伐 阮敏决定亲自带兵迎敌 此次带兵前来的是慕容俊的弟弟慕容克 两军在魏昌县连台村遭遇 阮敏凭借惊人的武力 将慕容克打得大败 慕容克也算是一员猛将 但在阮敏的攻击下 他实战皆败 一时间 前燕将士对阮敏充满了恐惧 慕容克是一个有勇有谋的人 相比之下 阮敏则是一个莽夫 为了找到质敌之策 慕容克针对阮敏的作战方式 进行了针对性的布置 并利用燕敏骄横大义的心态做文章 慕容克故意在燕敏面前 洋装败退 吸引燕敏前来追击 最终将其引入事先设好的圈套 最终和众人之力将其生擒 随后 慕容克将燕敏绑送到龙城关押 燕敏兵败后 慕容俊派慕容平率领一万精锐 前去攻打叶城 慕容俊亲自到叶城附近督战 此时驻守叶城的是 燕敏的儿子 燕志和大将军蒋干当卫军得知燕敏被擒的消息后 城外的卫军纷纷气泄投降 随后慕容平下令将叶城团团围住 此时城内已经弹尽粮绝 城中百姓被困于城内 相互之间展开厮杀 杀掉对方就可以将其吃掉 燕志和蒋干知道 投降后是死路一条 遂下令殊死抵抗 为了解决粮食问题 燕志下令将宫中的嫔妃宫女烹杀 在饥饿面前 将士们都失去了人性 对于同类相识 并未感到任何不适 围城持续了一段时间 大将军蒋干派人向驻守在寿春的晋朝大将 谢上搬救兵 只要对方同意相救 蒋干就会现成投降 但谢上对此不感兴趣 并没有发兵相救 慕容俊得知蒋干向晋朝搬救兵的消息后 不想节外生枝 他先是命人将囚于龙城的燕敏杀死 然后从别处调兵前来攻打叶城 经过三个月的围困 城内将士坚持不住发生了滑变 打开城门迎接燕军 蒋干见状不妙 在打开城门前 带领几个亲随从城墙上放下绳子逃跑 冉至没来得及逃跑被升擒 一同背擒的还有燃敏的董皇后 慕容俊本想将他们杀掉 但为了显示自己政权来自正统 慕容俊在部下的建议下 封董皇后为凤喜军 谎称董皇后将传国御习主动交给了前焉 做好这一系列铺垫后 慕容俊准备正式称帝 公元352年11月 慕容俊自称寿命于天 正式登基为帝 燃卫这段政权虽然只存在了短短三年 但他给中原带来的破坏力非常之大 燃敏作为燃卫政权的建立者 因为一旨沙狐令 被汉民族无限尊崇 但也因为自身非常残暴 致使后世史书将其归咎为暴君之列 燃敏是一个争议性很强的人物 不过本人认为 燃敏并不值得推崇 后世史书将其归为暴君也并无不妥 以现在官方的主流历史观来看 但凡燃敏身上有一点值得赞颂的地方 都会被拿出来当作民族英雄无限歌颂 他的各种事迹也会被挖掘出来无限放大 如果燃卫这种政权继续存在下去 燃敏就会成为下一个石虎 就在燃敏与后赵缠斗之际 另外一股力量也在迅速崛起 当初福洪死后将权力交给了儿子福建 福建根据父亲的遗命 打算在关中建立根据地 此时驻守长安的是后赵旧臣杜宏 福建自称晋朝的征锡大将军 兵分两路对长安发起攻击 杜宏得到消息后 派兵前去御敌 但均被福建打退 公元350年10月 福建大军攻破长安顺利入城 当初福建夺取关中时 打的是晋朝的旗号 因此得到关中地区汉人的拥戴 为了继续扛着这杆大旗 福建拿下长安后 派人向晋朝送去了捷报 并与桓温保持着很好的关系 后来福建继续打着 为晋士收复故土的旗号 继续攻城拔寨 将秦州、雍州等地 变为自己的地盘 此时的福建 已经是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 在诸侯割据的时代 所长使 贾朔劝福建效仿 刘备自称汉中王的例子 也向晋士请封王位 福建听后勃然大怒 适则贾朔不懂规矩 贾朔本以为福建不想称王 后来在他人的暗示下才知道 福建早有称帝之心 福建之所以发怒 是因为贾朔等人为他请封的官职太小 不久后 贾朔等人联名上书 请求福建称帝 福建听后推辞了几次 然后选择了登基 公元351年正月 福建正式登基为帝 定国号为秦 封嫡长子福长为太子 这段政权被后世称之为前秦 前秦是五湖十六国中第六个建立的政权 福建登基后 对身边的人大肆封赏 但贾朔不但没得到封赏 反而还丢了性命 福建是一个心胸比较狭隘的人 他对当初贾朔劝他称王 而非称帝一事耿耿于怀 后来越想越生气 于是派人陷害贾朔 给他安插了一个勾结外敌的罪名 将贾朔和他的几个儿子全部杀掉 东晋是一个上限很高 下限很低的时代 一些志在光复中原的人人志士 无时无刻不再想着出兵北伐 之前祖替用自身实际行动 给人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后来桓温顺利灭掉陈汉 让人们意识到 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并非牢不可破 眼见中原政权不断更迭 东晋朝堂上的北伐声音越来越强烈 皇太后楚蒜子的父亲楚仆 利用女儿垂帘听政之便 率领大军前去北伐 结果被打得大败 他与因为此次失败羞愧难当 最终御愈而终 此前桓温灭掉陈汉后 在朝堂上的地位如日中天 为了制衡桓温 会计王司马裕 举见殷浩入朝为官 官拜武将军兼任扬州刺史 为了在朝堂上压过桓温 殷浩请求北伐 公元351年 殷浩率领大军前去攻打 刚成立不久的前秦 时任中军将军的王羲之和殷浩是好友 他极力劝阻殷浩不要北伐 因为北伐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以殷浩的实力尚不足以完成北伐大议 但殷浩不听劝阻 执意出兵 结果因为用兵不当 被姚襄打败 姚襄是姚义仲的儿子 此时的姚义仲已经去世 姚襄成为队伍的新领袖 殷浩兵败后 桓温见机向朝廷发难 朝廷迫于压力将殷浩贬为庶人 后来殷浩死于流放之地 殷浩的去世 也让桓温在朝堂上的地位越来越高 没有人能压住他的封网 为了进一步建功立业 桓温再次决定北伐 北伐之前需要先上输朝廷 接受朝廷的任命 即便这仅仅是个形式 也要主张走完 但桓温自恃位高权重 只是通知朝廷要北伐 便起兵前往 乾燕灭掉染位后实力大增 桓温认为此时不能和乾燕硬碰硬 虽将目标锁定在刚建立不久的前秦 公元354年2月 桓温率领四万大军从江陵出发 沿着水路直奔五官 乾良眼见桓温攻打乾秦 派兵前去支援桓温 福建听过桓温的大名 他不敢轻敌 于是派太子福长 丞相福雄 淮南王福生 平昌王福京 率领五万精锐前去迎敌 这是乾秦能拿得出手的最强力量 乾秦当中不乏猛将 两军守战 勇猛的福生率军杀入桓温阵中 将禁军冲得七零八落 桓温是个作战经验丰富的人 他见福生采用冲击策略 便主动后退稳扎稳打 等福生第一波冲锋结束后 桓温亲自上阵冲锋杀敌 在他的带领下 禁军势如破竹 将前秦军队打得大败 并顺利抵达坝上 当桓温抵达坝上之时 当地的中原百姓拿着酒肉 前来喂劳军队 他们都是禁朝百姓 如今再次见到王室北上 激动之情无以言表 此情此景让桓温也触景生情 他发誓一定要将北伐大业 进行到底 重新匡扶近世 桓温在此次北伐中 有一个很大的收获 那便是得到了谋士王猛 王猛是华夏历史上 一个非常厉害的人物 只是生在东晋时期 名气比不上三国时代的谋士 论能力 王猛与三国顶级谋士的水平 不相上下 王猛从小就熟读兵书 一直寻找建功立业的机会 如今建桓温入关 他知道建功立业的机会来了 便前去求见桓温 此时的王猛比较穷困潦倒 穿着一身破旧衣服 但谈吐间气质非凡 桓温和他经过交流后 认为他是一个大才 便任命王猛为军谋祭九 后来 桓温与浮雄在白鹿园一带展开了激战 此次战斗非常惨烈 禁军死伤一万多人 浮雄也在此次战斗中受重伤 由于禁军是远道而来 养草方面遭遇到很大的压力 桓温为了保存实力 选择了撤军 桓温本想带王猛一起回江东 共谋大业 但王猛不想去江东 最后留在本地寻找机会 公元354年6月 浮雄受伤去世 他的儿子福坚继承了爵位 继续统领兵权 太子福长也在此次战斗中受伤 不久后便身亡 太子福长死后 福建便开始考虑策立新太子 之前在与禁军作战中 立下赫赫战功的福生成为首选 福生是福建的三儿子 他凭借惊人的武力 成为前秦第一猛士 福生小时候眼睛受过伤 是一个独眼龙 福建在称语中读过三羊五眼这句话 意思是 三只羊只有五只眼睛 少一只眼睛 福建认为这是天意 便策立福生为太子 任命福京为太尉 福京是福建哥哥的长子 他对福生成为太子仪式十分不满 想趁机夺权 公元355年6月初六 卧病在床的福建连续几天没有上朝 福京以为福建已经去世 便率兵杀入东宫 试图杀死太子福生后 取而代之 福建得知福京叛变的消息后 想撑着身体前去指挥战斗 在福建的坐镇下 福生叛乱很快被平息 福生也因为谋反被诛杀 没过多久 福建感觉自己时日无多 便召集群臣前来进行脱钩 一口气给福生安排了八位顾命大臣 福建去世后 福生顺利登基 福生登基后露出了凶狠的一面 半年内就用各种理由杀了四个顾命大臣 甚至因为占卜师的一句谶语 将自己的皇后也一并杀掉 福生登基后 非常宠幸赵少董荣等 善于溜须拍马的大臣 董赵二人恃宠而骄 经常在福生面前进献谗言 来打压其他朝臣 丞相雷若儿是一个非常耿直的人 在前秦建立的过程中 立过汉马功劳 他对董赵二人的行为深恶痛绝 并在朝堂上呵斥过他们 董赵二人心生怨恨 便诬陷雷若儿意图谋反 福生不是一个明君 对雷若儿这种耿直的性情非常反感 他利用董赵二人弹劾雷若儿的时机 下令诛杀了雷若儿全族 这其中包括雷若儿九个儿子 二十七个孙子 雷若儿是枪族的首领之一 他的被杀在枪族内部引起轩然大波 部落内部开始出现反叛福生的声音 雷若儿死后 董荣等人并未收敛 而是继续扩大打压范围 时任司空的王舵 因为不屑与之为伍 遭到了董荣的报复 在董荣的诬陷下 福生下令将王舵处死 丞相和司空是国家重臣 他们的接连被杀 使得整个朝堂充满一片肃杀之气 董荣等人更加肆意妄为 福生由于天生残疾 一只眼睛是瞎的 心里上有自卑 久而久之 这种自卑演化成了变态心理 福生对大臣们非常凶残 他设宴招待群臣的时候 命令他们必须要喝的鸣鼎大醉 如果没有喝醉 就会被当场杀死 福生在出行的时候 会让人随身携带各种刑具 随时准备虐杀他不喜欢的人 上至顽宫大臣 后宫嫔妃 下至仆人宫女 都是他虐杀的对象 为了享受虐杀的快感 他会亲自拿具去锯断别人的小腿 或者剖开孕妇的肚子 让他们慢慢流血而死 他登基后不久 就虐杀了五百多人 有一次福生因吃多了红枣 导致身体不适 赵御医前来医治 御医通过病症 告诫他不要吃太多红枣 按照正常人的思维 应该夸赞御医医术高明 但福生却反问御医 他又不是圣人 为何知道早吃多了 然后将御医杀害 时任光露大夫的强平 自认为是福生的亲舅舅 上书劝谏福生要以朝堂大事为重 不能肆意杀戮 福生听后 根本不顾及强平的身份 直接命人将他的头敲碎 活活将其打死 强平死后 福生的生母强太后悲愤交加 他不敢相信自己的儿子如此残忍 不久后便急火攻心而死 在福生当政期间 诸如此类的事情不胜枚举 这种残暴的手段 比后赵暴君石虎更要残忍百倍 翻遍史书 也找不到像福生这般残暴的人 残暴的福生引起了国内百姓的不满 也间接影响着其他人的命运 此前打败殷浩北伐的姚湘 后来无处可去归顺了晋氏 但姚湘明白 晋氏接受他只是权宜之计 早晚会对他进行清算 于是私下和前焉密谋 准备向其投降 为了表明诚意 姚湘攻下了晋国许昌 作为向前焉投降的礼物 姚湘这番作为 让晋氏大为恼怒 准备薪仇旧恨一起算 派人前去讨伐姚湘 讨伐姚湘的大任 又落在了桓温身上 之前桓温北伐失败后 又恰逢自己的母亲去世 连番打击让她倍感失落 按照组制 桓温要为去世的母亲守孝三年 但此时正是朝廷用人之计 于是给桓温开了特例 让她不用回乡丁忧 继续留在朝堂主持大局 公元356年3月 朝廷下诏任命桓温为大都督 正是出师讨伐驻扎在许昌的姚湘 当年7月 桓温率领大军渡过淮河 一路直奔许昌 姚湘知道 桓温是一个猛人 于是选择先礼后兵 他派人给桓温送去亲笔信 姚湘在信中告诉桓温 他将要率领大军赶往关中 如果桓温能放行 他将感激不尽 桓温没有答应姚湘的请求 而是排兵布阵 对其展开攻击 姚湘见桓温来势汹汹 便率领大军逃离许昌 桓温在追击的过程中 斩杀对方数千人 姚湘付出巨大代价后 终于摆脱了桓温的追击 桓温见姚湘走远 便率军回撤 随后又一举拿下了洛阳 这是桓温第一次来到洛阳 桓温进城后 对司马家族的陵墓进行了修复 并安排专人为其守灵 进墓地司马聘得知桓温收复洛阳的消息后 率领群臣穿着校衣摇拜司马懿 司马施等祖先 姚湘虽然成功从桓温手下逃脱 但他并没有合适的安身之所 他听说长安城内一片民怨 便打算趁机夺取长安 将其作为根据地 为了拿下长安 姚湘派人联络对福生有怨气的少数民族 联合他们一起进攻长安 福生听闻姚湘前来攻打的消息后 派出福坚等人前去迎战 并一举将姚湘升秦 随后被福坚处死 姚湘死后 他的弟弟姚长自知大事已去 最终选择向前秦投降 福坚打败姚湘后 向福生请功 福生不但没有赏赐福坚等人 反而诛杀了其中一些将领 此事让福坚等人非常不满 福生的作为让满朝文武 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 他们决定推举一位宗亲除掉福生 选来选去 将目标锁定在福坚身上 福坚形势比较小心 他一边密谋发动政变 除掉福生 一边积极招揽人才 在尚书吕婆娄的推荐下 之前和桓温分道扬镳 留在关中的王猛见到了福坚 经过商谈后 福坚认为 王猛是个有大才的人 直言遇到他 犹如刘备遇到诸葛亮 在福坚的盛行邀请下 王猛决定出山相助 就这样 一旦猛人王猛成为了福坚的幕僚 公元357年6月 福生在宫中喝得鸣鼎大醉 对旁边的侍女说 要除掉伏法和福坚兄弟 福坚此前在宫中安插了眼线 此事当晚便传到了福坚耳朵 经过商议后 福坚决定 当晚就起事 随后 福坚率领几百个精锐 直接杀入皇城 皇城守卫见来者是福坚 没有过多抵抗 便缴械投降 这些守卫也盼着福生早日伏法 就这样 福坚成功攻入皇宫 并将福生活捉 福坚当时并未诛杀福生 而是将其贬为岳王 不久后又派人杀了他 福生死时年价23岁 得知福生被杀后 没有人指责福坚的弑君之举 反而大肆庆祝 这也足以证明 福生的残暴已经彻底引起众怒 被杀只是早晚的事情 除掉福生后 大臣们推举福坚登基称帝 为了证明自己并非篡位 福坚去掉皇帝尊号 自称大秦天王 然后立自己的儿子福洪为太子 举行完登基仪式后 福坚对福生一党进行了彻底的清算 之前受宠的董隆等人 悉数被诛杀 此后又为被福生杀害的人平反 让他们的子孙继续继承爵位 福坚深知民生的重要性 在他的推动下 前秦逐渐从秘境中摆脱出来 此外 福坚还格外重视人才 此前被他收支麾下的王猛 此番也得到了重用 王猛也不负所托 凭借自身超强的能力 将前秦内政梳理得井井有条 木秀鱼林 封闭摧之 出身平凡的王猛 突然得到重用 引起了一些王公贵族的不满 出身低足豪门的凡士 自认为跟随福坚平定天下 是前秦的开国功臣 所以非常看不起王猛 经常在众人面前羞辱他 凡士告诉众人 前秦是他们这位人打下来的 王猛没有开国之功 如今却担当众人 这种行为是窃国 面对凡士的指责 王猛并未感到畏惧 而是言辞激烈地进行回击 福坚是一个名士里的人 他认为凡士自视功高的行为 是在动摇国家根基 便对其动了杀心 后来 凡士在福坚面前 与王猛再次发生争吵 吵到激烈之处 要起身打王猛 福坚忍无可忍 命人直接将凡士推出去斩首 福坚通过此举 彻底为王猛证明 让他能够安心地处理朝堂之事 后来 王猛被任命为 适中兼任经兆尹 经兆尹是京城的长官 看似威风八面 实则是个棘手的活 因为京城之中都是王公贵族 这些人经常是法律于无误 强太后的弟弟强德 依仗皇亲国妻的身份 经常在京城内胡作非为 强德这种人 在历朝历代都不在少数 如果碰上懦弱的经兆尹 他们就会作威作福 一手遮天 但王猛是个极其强硬的人 为了彰显法度 王猛决定拿强德开刀 王猛派人盯着强德的一举一动 只要犯下杀头的罪过 就立马向其汇报 此时的强德还不知道危险来临 依然不知收敛 在一次强抢民女过后 王猛派人立即将其逮捕 王猛知道弗坚得知此事后 会碍于太后的情面赦免强德 为了不使弗坚为难 王猛当即命人将强德斩首 强德是朝廷命官 时任光禄大夫 斩首这种级别的官员 需要得到皇帝的默许 得知王猛将强德斩首后 并未生气 而是感叹王猛的敢于依法办事 王猛通过此举 彻底在朝堂上立威 无人敢主动招惹他 京城的风气也为之一心 王公贵族不敢再胡作非为 自古以来 从来不乏刚正不阿的大臣 但缺乏像弗坚这种 敢于为大臣撑腰的人 如果没有弗坚的支持 王猛就是被捆绑的老虎 无法发挥其威力 贤臣只有在明君手下 才能发挥作用 王猛这一系列表现 让弗坚刮目相看 随后任命他为太子詹氏 辅国将军 之前的侍中 中书令等职务依然保留 并允许他在宫中居住 此时的王猛年仅36岁 已经将国家的军权 行政权抓在手中 权力之大 堪与皇帝平起平坐 王猛一年之内连续升迁五次 他本人也感到诚惶诚恐 毕竟当时不是民主制社会 他也怕威胁到皇权 因此多次推辞不受 福坚则坚持让王猛担任这些职务 他们的军臣关系 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前沿 公元358年11月 慕容郡把都城迁到了叶城 来到叶城后不久 吴王慕容锤身上就发生了一桩惨剧 慕容锤的王后段氏 是先卑段步酋长的女儿 她出身于名门 有身具才华 身上有一股傲气 对当今皇后不是很热情 为此皇后怀恨在心 她与忠常侍涅号联合诬陷段氏 声称她用巫蛊之术来诅咒皇上 后来段氏被交到廷尉严刑拷打 皇后告诉段氏 只要她供出幕后主使是慕容锤 就可以免死 但段氏为了不牵连慕容锤 宁死不屈 最终段氏被活活打死 慕容锤眼见自己的发漆 被杀害而无能为力 段氏死后 慕容郡将慕容锤调离叶城 让她镇守辽东 与此同时 皇后将自己的妹妹赐婚给慕容锤 让慕容锤封她为皇后 对于这一切 慕容锤选择了忍让 公元359年腊月 慕容郡一病不起 他自知时日无多 便开始交代后世 当时太子慕容伟年仅十岁 他假意传位于自己的弟弟慕容克 以此来试探他的态度 慕容克知道 这是一次试探 坚决不受 慕容郡认为 慕容克通过了考验 便脱钩给他 让他做首席辅政大臣 后来慕容郡又把慕容锤 慕容平 大将军慕于根 司空杨雾等人赵锦经 让他们辅佐太子登基 公元360年正月 慕容郡去世 太子慕容伟顺利登基 慕容克被任命为太宰 总领朝堂大士 其他辅政大臣 也得到不同程度的提拔 三朝元老慕于根 对慕容克总领朝政一事 非常不满 便想挑拨慕容克 慕容克与皇太后之间的关系 他先是找到慕容克 劝他为了国家 着想废掉右帝 自立登基 慕容克严厉驳斥了慕于根 并将此事告诉了慕容锤 和其他亲信 慕容锤建议 除掉慕于根 以绝后患 慕容克以国家根基 未稳为由 暂时不打算 对慕于根动手 慕于根见 挑拨慕容克失败 又去找皇太后 说慕容克和慕容锤 密谋推翻右帝 他让皇太后 发兵除掉他们俩 在慕于根的挑拨下 皇太后动了杀心 关键时刻 右帝慕容纬出面制止 慕容克得知慕于根 到皇太后那里 挑拨离间 下定决心除掉他 慕容克先向右帝慕容纬 细数了慕于根的罪行 然后在朝堂之上 当着众人的面 将慕于根杀死 慕于根被杀后 朝堂充满了一片肃杀之气 慕容克是一个能力非常强的人 在他的主持下 前焰国内很快恢复平静 在前焰崛起的同时 前秦内部发生巨变 一代雄主 幅坚通过政变登上皇位 此前 东晋权臣桓温 通过北伐攻下了洛阳 权倾朝野的桓温 为了彰显自己的权势 打算把都城迁到洛阳 如果东晋迁都洛阳 就会对前焰形成直接威胁 慕容克听闻这个消息后 打算先下手为强 公元364年2月 慕容克 慕容锤和慕容平 三者兵和一处 对洛阳展开了猛烈的攻击 经过长达一年的围攻 前焰终于攻破洛阳 拿下洛阳后 慕容克又趁势夺取了 小谷 免持等地 势力范围直逼前秦的大本营 秦王福坚眼见慕容克 来势汹汹 便亲自率军前去迎敌 慕容克认为 此时并不是进攻秦帝的好时机 虽让慕容锤镇守鲁阳 他率领大军班师回朝 此时的前焰靠慕容克一人苦苦支撑 他虽然出身于鲜卑 但行事作风方面 完全遵循汉人之道 更是对汉人的名家典籍十分推崇 慕容克虽然大权在握 但他奉行以德服人 满朝文武对此都非常敬佩 在慕容克的执政下 前焰的实力达到了巅峰 但这种巅峰 随着慕容克的刻然尝试 一去不复返 公元367年6月 常年累月的征战让慕容克的身体 严重被透支 47岁的他一病不起 病重之际 皇帝慕容伟前去探视 慕容克告诉皇帝 可以把大权交给慕容锤 这样就能继续维持大烟的荣光 交代完后是 慕容克与世长辞 慕容克是一位文武兼备的人才 被称为十六国第一名将 他去世前没有迅思将自己的权利交给子嗣 而是力推慕容锤挑起大梁 这一点也能看出慕容克的品格 慕容克生前考虑到慕容平和慕容锤关系不好 恐怕不会让大司马一直落到慕容锤身上 于是苦口婆心地劝说 慕容平一定要以国家设计为重 把朝政大权交给慕容锤 慕容平表面上假装答应 慕容克死后 他推举慕容伟的哥哥慕容充为大司马 总领朝政 慕容锤仅仅被任命为侍重 得知慕容克去世的消息后 福坚大喜 他准备起兵吞并对方 就在此时秦国内部发生了反叛 之前福坚通过政变夺权上位时 福生的九弟福佑心生不满 发兵攻打长安 最后兵败被杀 参与此次叛乱的还有福柳和福双 福柳是先帝福建最喜欢的儿子之一 福双则是福坚的亲弟弟 所以福坚最终赦免了他们两人 可福坚的宽容并未获得回报 公元367年10月 福柳 福双 福武和福搜 共同起兵反叛 福坚得知消息后 并未打算起兵讨伐 而是派人前去劝说 只要他们肯罢兵 一切都不予追究 福坚此举已经是人至意尽 但福柳等人不接受福坚的好意 坚持反叛 无奈之下 福坚打算派兵讨伐 眼见福坚派兵来讨 福搜自知不敌 便主动现成向前焉投降 希望对方能发兵相助 对此慕容平 慕容锤和皇甫 真都建议不要贸然出兵 因为对方有福坚和王猛坐镇 前焉没有人是他们的对手 前焉的袖手旁观 让叛军失去了援助 在福坚和王猛的率领下 福双 福武和福柳 相继兵败被杀 福搜则被升擒至长安 福坚问他 为什么要谋反 福搜表示 他本不想造反 他担心其他兄弟们都起兵造反 如果自己不反 会成为被攻打的目标 福坚知道 福搜为人忠厚 但又不能赦免他谋反的行为 于是让福搜自杀 赦免他的七个儿子 让他的长子继续世袭福搜的爵位 福坚这么做 可谓是人至义尽 由于国内发生叛乱 需要修生养息 福坚暂时打消了攻打前焉的念头 而坐镇南方的桓温听闻慕容克去世的消息后 认为攻打前焉的最大威胁已经去除 当即上书请求北伐 对于桓温的决定 皇帝不得不同意 为了一举拿下前焉 桓温此次是倾尽全国之力 将所有的精锐都汇集到一起 准备对前焉发起致命一击 公元369年4月 桓温率领五万精锐出发北上 试图一举收复中原 得知进军前来讨伐的消息后 慕容伟任命下批王慕容立为大都督 率领两万大军前去迎战 在身经百战的桓温面前 慕容立根本不堪一击 很快便被击溃 紧接着 慕容伟又任命安乐王慕容赃前去迎战 结果依然是大败 接连大败让慕容伟和慕容平十分慌张 慕容平建议逃到旧都龙城躲避 面对朝堂一片慌乱 慕容锤依然保持着镇定 他请求率兵前去迎战桓温 如果他打不赢桓温 届时再逃至龙城也不迟 在慕容锤的再三请求下 慕容伟答应了他的请求 任命他为征讨大都督 率兵五万前去迎战桓温 为了保证万无一失 慕容伟派人到前秦颁救兵 希望福坚能发兵相救 作为条件 慕容伟承诺 把虎牢关以西的地盘割让给他们 在王猛的建议下 福坚答应出兵两万前去相助 桓温不是一个善于冒险的人 此次大军长途远征 军粮运输是重中之重 为了保证粮草供应 桓温命令豫州刺史元真 拿下乔国和梁国后 全力在石门县开凿河道 打通水水和黄河之间的连接 保证粮草能够通过水路运至前线 开凿河道能否成功 关系着整个大军的命脉 为此桓温多次嘱咐 元真一定要按时完成任务 元真领命后便组织劳工 全力开凿河道 慕容锤得知元真的动向后 立马明白了石门的重要性 于是派慕容德率领一万精锐 赶赴石门 阻断开凿工程 与此同时 派另外一只精锐 绕到桓温后方 截断他的梁道 慕容锤改变了以往 正面硬杠的作战方式 利用自身骑兵的优势 兵分多路对桓温大军进行偷袭 用埋伏游击的方式骚扰对方 慕容锤的战术 给桓温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加之元真开凿河道受阻 桓温大军的粮草日渐紧张 士气一天比一天低落 加之前秦的援军将要抵达战场 形势对禁军非常不利 无奈之下 桓温打算撤军 公元369年9月 桓温命令下令撤军 摒弃水路 从陆路撤退 眼见桓温撤退 慕容锤并未着急追击 他知道桓温为人谨慎 撤退的时候 一定会不止精兵断后 此时前去追击并不能获利 等对方精疲力尽 疏于防范时再前去追击 定能大获全胜 几天后 慕容锤料定桓温会放松警惕 便下令全速追击桓温 此时 燕军将士已经摩拳擦掌迫不及待 面对精疲力尽的进军 前燕将士们将他们打得大败 一举诛杀对方三万多人 桓温在随从的奋力拼杀下得以逃脱 他率领为数不多的残兵 一路逃到了山阳才脱险 这是桓温的第三次北伐 此次兵败被称为方投之战 此次前燕能够战胜桓温 完全是慕容锤的功劳 一直以来慕容锤就不受皇室宗亲待见 此次取得大胜后 他兴高采烈地回朝复命 希望能得到宗室的重用 但慕容评见慕容锤大胜归来后 不仅没有表示祝贺 反而扣押慕容锤为将士们请风的奏表 慕容锤得知此事后 和慕容平在朝堂上公开争吵 两人的矛盾彻底公开化 慕容平为了除掉慕容锤 前去拉拢对慕容锤同样记恨的皇太后 他们密谋除掉慕容锤 此事被慕容克的儿子慕容凯得知 慕容凯敬佩慕容锤的为人 便将此事告诉了他 并建议他应该先发制人 除掉慕容克和慕容脏 慕容锤说 杀掉慕容平必然会导致国内动乱 他宁愿自己殉国也不愿意让国家动乱 慕容锤打算通过中间人与皇太后缓和关系 但皇太后和慕容平并不打算给他留活路 慕容锤被逼无奈 最后选择出走避难 慕容锤的儿子慕容令建议逃到龙城避难 同时结交周边部落以求自保 然后向皇帝解释缘由 如果获得皇帝的支持再返回京城 慕容锤认为有道理 打算按照这个计划实施 公元369年11月 慕容锤以外出打猎为由 带着随从家眷直奔龙城 慕容锤的小儿子慕容林 速来与父亲不和 当他得知慕容锤的举动后 火速向向慕容平告密 随后慕容平派人前去追击 并在泛阳将慕容锤拦截 好在慕容奋力拼杀 才使得慕容锤一行人逃过了追击 此时前往龙城已经不太现实 因为一路上都是追兵和关卡 最终 在慕容令的建议下 慕容锤带着自己的夫人 四个儿子 侄子慕容凯 以及一众心腹投奔了乾勤 福坚得知慕容锤前来投奔的消息后 大喜过望 他亲自出城前去迎接 见到慕容锤后 福坚兴奋地说 像他们这样的豪杰 应该聚在一起共谋大事 福坚非常欣赏慕容锤 慕容令和慕容凯的能力 并对他们给予重赏 福坚任命慕容锤为冠军将军 任命慕容凯为姬努将军 之前 乾燕被桓温进攻时 曾派人搬救兵 并许诺把虎牢关以西的地盘 划给乾勤 如今桓温兵退 福坚派人前去讨要地盘 但乾燕朝廷见危机解除便反悔 并诡辩道 是当初使者传达的意思有误 不打算把土地给对方 福坚听后震怒 他告诉群臣 之前之所以不去讨伐乾燕 是因为忌惮慕容锤 如今慕容锤已经归父 他再也不惧怕乾燕 当即派王猛 邓枪讨伐燕国 王猛对慕容锤父子 投降一事不太放心 他认为慕容锤父子 只是暂时归父 一旦被他们找到机会 就会趁势崛起 在征讨燕国之前 他打算除掉慕容锤父子 王猛知道福坚非常赏识慕容锤 因此不能公然动用武力 为此他想出了一个计谋 在出征之前 王猛到慕容锤府上拜会 慕容锤非常热情地招待了他 两人把九言欢十分投机 宴席结束后 王猛表示 明天就要出兵远征 希望慕容锤 能送给他一件信物流涅 慕容锤见王猛如此真诚 便把自己随身佩戴的金刀 送给了王猛 王猛拿到金刀后 便出师洛阳并成功拿下了洛阳城 拿下洛阳后 王猛中金买通了慕容锤的亲信金锡 他让金锡拿着金刀去找慕容令 并以慕容锤的口吻给慕容令带话 金锡告诉慕容令 说王猛并不信任他们父子是真心投降 打算趁机将他们除掉 如今 燕国皇帝和太后对他们父子出走仪式比较后悔 当务之急就是返回燕国 慕容令虽然看见金锡手持父亲的贴身信物 但对这番传话仍然半信半疑 碍于通信手段不方便 慕容令没法向父亲求证 经过反复考量 他以外出打猎为由 带着亲信前往石门投靠安乐王慕容赃 王猛得知慕容令出逃的消息后大喜 当即向福坚汇报此事 此时的慕容锤也听到了风声 带着家眷外逃 随后被追兵抓住 但福坚并未处罚慕容锤 反而安抚他说 人各有志 父子兄弟不相及 让他继续留在秦国享受优待 慕容令返回燕国后 因为慕容锤仍然留在钱秦享福 因此受到了慕容平的猜忌 将他派到偏远的沙城戍边 王猛见慕容锤父子不再是威胁 便集中精力对钱燕发起了猛攻 一路攻城拔战 重挫燕国的锐气 公元370年4月 福坚决心一举灭掉钱燕 他任命王猛为主帅 统帅6万精兵讨伐燕国 为了给将士们打气 福坚亲自为他们践行 当年8月 慕容委组织了30万大军抵抗 但在王猛面前 燕军不堪一击 王猛先是攻克了湖关 活捉南安王慕容岳 随后又拿下了晋阳 活捉了东海王慕容庄 前来救援的慕容平 听闻两位王爷相继被活捉 半路打道回府不敢前来救援 当年10月 王猛率军抵达陆川 与燕军形成对峙之事 慕容平认为 王猛是长途作战 粮草必然吃紧 只要聚首不出 就能拖垮秦军 慕容平一边命人坚守城池 不准私自外出 一边在城中搞物资垄断 他规定将士们的吃穿用度 只准从他指定的地方购买 大敌当前 慕容平还如此鱼肉 为自己拼命的将士 放眼整个历史长河 也是十分罕见的 慕容平让将士们十分愤慨 整支军队都失去了斗志 王猛得知慕容平的举动后 笑得合不拢嘴 他打心眼里 看不起慕容平这样的对手 随后 王猛派人烧毁了慕容平的后勤资重 慕容平见后勤物资被烧毁 打算变本加厉地从将士身上捞去 皇帝慕容伟得知此事后 大为恼怒 但他需要慕容平为其作战 便强忍着怒火给慕容平传话 他让慕容平把赚来的钱财分给将士 等他成功回来后愿意打开国库与之分享 慕容平隐约感受到了皇帝的怒火 便将钱财分给将士 并派人向王猛宣战 约定在十月二十三日决战 王猛收到战书后兴奋不已 经过他的战前动员 秦军将士们迫不及待地想与对方大干一场 到了决战那天 秦军将士犹如猛虎下山 将燕军打得大败 此意斩杀燕军超过十万人 俘虏人数超过五万 慕容平在打仗方面是一个草包 但在逃跑方面很有天赋 他见形势不妙 单枪匹马连夜逃回了叶城 王猛乘胜追击 并于三天后包围了叶城 在作战途中 王猛严肃军绩 对燕国百姓秋毫无犯 燕国百姓见王猛之军如此严明 纷纷感叹 看到了慕容克的影子 王猛听闻这些话 不禁感叹慕容克是当代骑士 命人前去祭奠慕容克 王猛的举动也说明 英雄之间是惺惺相惜的 王猛随后上书福坚 说大军一路上秋毫无犯 等待进一步指示 福坚在信中盛赞王猛的功绩 夸他攻盖古人 福坚表示要亲自前往叶城 等他一到 再对叶城展开攻击 王猛虽然势才傲物 但非常具备政治头脑 他将攻打叶城的功绩留给福坚 以免攻高盖主遭到猜忌 在这方面 王猛要比西汉开国三节之一的 韩信强太多 如果韩信有王猛的政治头脑 也不会落得兔死狗烹的下场 当年十一月 福坚让饶子福红留守长安 他自己率领打完大军 火速奔往叶城 仅用了七天 福坚便到达安阳 并在此驻扎遥控指挥 随后 福坚派邓枪对叶城发起了总攻 燕军将领得知大势已去 主动打开叶城城门 欢迎秦军入城 叶城失守后 慕容伟 慕容平 慕容赃等人率领亲信逃往旧都龙城 十一月十日 福坚率领众人进入叶城 一同前往的还有慕容锤 想到自己昔日的部下 在关键时刻抛弃了自己 慕容锤愤怒不已 而一旁的心腹高碧 则告诉慕容锤 他应该善待这些老部下 说不定以后能用得上他们 慕容锤听后若有所悟 便改变了态度 慕容伟在逃亡的途中 随从将士们接连离他而去 仅剩的几位士兵 眼见大势已去 将慕容伟五花大榜地送到了福坚面前 福坚并未虐杀慕容伟 而是让他体面地回到皇宫 带领文武百官前来投降 随着慕容伟宣布投降 立国43年的钱燕宣布灭亡 钱燕也是五国十六国当中 第四个灭亡的国家 慕容伟由于在福坚面前 表现得从容不迫 受到了后代 而慕容平逃到了高沟黎之后 高沟黎国王不想得罪 前秦将慕容平五花大榜地动了回去 他的下场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 眼见京城被攻陷 燕国其他周郡也纷纷现成表示归附 灭掉钱燕后 王猛作为头号功臣得到了重赏 福坚任命他都督六州军事 车骑大将军兼任冀州牧 并将夜城交给他助手 之前慕容平搜刮的金银财物 也一并赏给了王猛 除了王猛之外 其他将士也得到不同程度的重赏 大家对于赏赐都十分满意 公元370年12月 福坚把慕容宗室的王公贵族 全部迁往长安 这一系列操作结束后 钱燕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作为灭掉钱燕的守宫之臣 王猛担任都督六州的事务 工作十分繁重 他上书给福坚 表示自己担任的职务太多 无法做好每一件事 他请求福坚派人来接替他的职位 他只要镇守一个州即可 福坚表示 王猛和他名义上是君臣关系 实际上已经有超过君臣的情感 整个天下实际上就是他们两人的 如果他觉得不满意 就封他为王 王猛不想让福坚误会他有称王之意 便不再推辞这些职务 随后 福坚又任命他为丞相 中书建 上书令 太子太父 私立校尉 时节等等十几个职位 福坚几乎把前秦 未及人臣的官职都给了王猛 此时的王猛 已经是标准意义上的二号人物 除了福坚之外 整个国家都是他说了算 王猛担心功高盖主 亲自跑到长安向福坚请辞 对此 福坚坚决不允许 福坚经常告诫太子以及一众皇室宗亲 让他们像尊敬皇帝一样尊重王猛 好在王猛不负所托 在他的治理下 前秦世道清朗 呈现出一片蒸蒸日上的景象 但常年累月的秦政 严重透支了王猛的身体 公元375年6月 王猛一病不起 福坚听后心急如焚 带领文武百官到宗庙 为王猛祈福 为了给王猛积德 福坚大赦天下 死刑犯以下的罪犯均被赦免 但这一系列操作 并未让王猛的病情好转 当年7月 王猛病情加重 福坚来到王猛的病榻前看望 弥留之际的王猛告诉福坚 南方的晋士是皇室正统 经过几十年的动荡后 现在朝堂上下一心 不要试图灭掉晋士 前秦真正的敌人是鲜卑 羌人等部落 只要能平定他们 就能安定设计 交代完后是 王猛刻然尝试 十年51岁 王猛的死让福坚悲痛欲绝 他亲自把王猛放进棺材 并下令以祸光下葬的规格 来为他举行葬礼 王猛出殡时 福坚亲自前往哭掉 王猛死后 福坚久久不能释怀 在五湖十六国的乱世之中 福坚和王猛之间的君臣情 也算是为数不多的佳话 王猛死后 福坚并未放弃一统天下的决心 此次他打算把征讨目标 放在乾梁身上 自从乾梁大将谢爱破掉后赵 扬明立万后 乾梁过了几年安稳的日子 但这种日子没有持续多久 公元353年 乾梁王张崇华病重 下诏让谢爱进京辅政 但张氏宗族十分极度谢爱 张崇华的表哥张作 将谢爱进京辅政的诏书撕毁 然后拥立张崇华的次子张耀玲继位 为了彻底除掉谢爱 张作假传诏书诛杀了谢爱 谢爱作为安定乾梁的顶梁柱 随着他的被杀 乾梁的根基也彻底被毁 杀掉谢爱后 张作公然和马太后通奸 两人整日在后宫淫乱 朝堂大臣碍于张作的淫威 不敢出面制止 大臣们的集体师生 让张作更加胆大妄为 随后他废除了张耀玲 最后将其杀死 自己登上了王位 由于得位不正 张作并未获得 国内其他诸侯的支持 时任河州刺史的张冠 和萧綦校尉宋混一起杀进 京师姑赃 将张作乱刀砍死 杀死张作后 张冠和宋混 拥立张崇华的幼子张玄亮为帝 此时的乾勤 已经对乾梁蠢蠢欲动 在强大的乾勤面前 张冠决定向乾勤称臣 张冠虽然除掉了 霍乱朝政的张作 但张冠本人并不是擅长 为了把持朝政 张冠把自己的家人 全部安排到核心位置 并对忤逆自己的人 格杀勿论 此举引起了宋混的不满 他发动政变 杀掉了张冠 接管了朝堂 后来宋混去世 他的弟弟宋成继承了权力 继续把持朝堂 宋成为人嚣张跋扈 仅仅执政几个月 便被大司马张庸诛杀 宋成被一灭三族 不久之后 张冲华的弟弟张天赐 将张庸灭族 后来又杀死了右主张玄亮 自己登基专政 张天赐上台后 派人前去通知乾勤 不再对其称臣 乾勤灭掉乾燕 实力大增 张天赐感受到了压力 派人去晋士求救 晋士在出兵相救一事上 没达成一致 暂时搁置了救援一事 公元376年7月 福坚派五位将军苟长 和左将军毛胜 率领大军进攻乾梁 这些年 乾勤军队在王猛的打磨下 已经成为一只王者之师 乾梁面对乾勤的进攻不堪一击 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 乾勤就打到了孤赃城下 张天赐见大势已去 决定开城投降 公元376年8月27 张天赐自负双手 抬着一口棺材出城投降 苟长亲自为他松绑 并命人烧掉棺材 表示同意接受投降 然后将他送到长安 随着张天赐出城投降 立国五十七年的乾梁宣告灭亡 值得一提的是 乾梁政权并不是胡人建立的 他的国君都是汉人 之所以将其归纳到五湖十六国当中 是便于叙述这段历史 乾梁的实力并不强 在历史中的存在感也不高 但却是五湖十六国当中 立国时间最久的 张天赐被押到张安后 福建给予其很高的礼遇 并任命他为北部尚书 封归一侯 其他乾梁官员也得到不同程度的任用 在乾梁灭亡前夕 晋士已经决定出兵相救 但因为前情攻击速度太快 在禁军尚未到达战场之前就攻陷了姑赃 听说乾梁被灭 尽是后悔不已 但也只能接受这种结果 灭掉乾梁后 福建稍作修整 紧接着又把目标指向代国 代国是鲜卑拓拔不建立的 君主名叫拓拔十一乾 当前秦灭掉乾梁后 拓拔十一乾涉于乾秦的实力 对乾秦称臣 由于代国主动称臣 福建没有理由对其发难 后来臣服于代国的匈奴部落酋长 刘魏晨投降了乾秦 拓拔十一乾非常生气 派兵前去讨伐 由魏晨向前勤搬救兵 福建本就想对代国动手 于是以支援刘魏晨为由 对代国发起进攻 公元376年10月 福建任命幽州刺使福洛 率领十万大军讨伐代国 同时又命令 镇军将军邓枪等人 率领二十万大军与福洛会师 在刘魏晨的带领下 直奔代国 在乾秦如此强势的攻击下 代国军队根本不是对手 拓拔十一乾为了保存主力军 于当年12月退至末南 当初拓拔十一乾 是在弟弟拓拔姑的拥戴下 成为代王的 踏拔姑的儿子拓拔金 多次一直不满 如今拓拔十一乾落难 拓拔金打算煽动叛乱 拓拔十一乾和慕容王妃 有六个儿子 拓拔金为了煽动叛乱 他告诉拓拔十一乾 另外一个儿子拓拔十军 说拓拔十一乾打算将王位 传给慕容王妃的儿子 拓拔十军是个头脑简单的人 在拓拔金的挑拨下 他打算先下手为强 于是联合拓拔金一起杀掉了 拓拔十一乾和慕容王妃的六个儿子 拓拔十一乾死后 代国内部一片大乱 慕容王妃带着六个儿媳 逃到了乾秦投降 拓拔十一乾的孙子 拓拔龟 在母亲赫氏的带领下 逃到了弟弟赫那所在的部落 乾秦趁带国内乱之际 相继拿下了云中 拓拔金和拓拔十军被活捉 福坚得知他们两个人的行为后 下令将他们车裂 以此来惩罚士军作乱的行为 拿下代国后 福坚将代国分成两部分 黄河以西交给刘卫辰 黄河以东交给了拓拔十一乾的 旧将刘库仁 以此来弱化代国的实力 后来拓拔龟在母亲的带领下 前去投奔刘库仁 年幼的拓拔龟 暂时在刘库仁的照料下安定下来 经过连年的征战讨伐 乾秦相继灭掉了乾燕 乾粮和代国 国家版图不断扩大 整体实力达到了巅峰 但实力强大的背后 也隐藏着隐患 乾秦的国家版图 是由不同部落民族组成的 福坚为了治理方便 让各自部落首领 在区域内实行自治 这相当于现在的联邦制国家 名义上归乾秦管理 但各个政权之间是相互独立的 一旦遇到危机 这种形式的权力结构 很快就会被瓦解 灭掉代国后 乾秦完成了对北方的统一 乾秦的强大 让南方的近视感到不安 因为福坚是一个胸怀大志的帝王 接下来 他会将目标指向南方 公元378年10月 福坚派征南大将军 福坚 五位将军 苟长 上书慕容伟率领七万大军攻打襄阳 同时让慕容锤 石月等人 统领十万大军作为配合 此次福坚几乎出动了全国精锐 之所以如此兴师动众 就是为了一举拿下襄阳 在秦军的围攻下 襄阳守军不敌 很快失去了外城防御 与此同时 慕容锤也在南洋传来捷报 他活捉了南洋太守 并与福坚在襄阳会合 此时秦军士气高昂 粮草充足 福坚和慕容锤 本以为能轻松拿下襄阳 但襄阳军民团结在一起 前赴后继浴血奋战 暂时守住了襄阳 由于秦军是远程作战 每日消耗巨大 眼见攻打襄阳迟迟无果 福坚非常愤怒 他派人给福坚传话 再给他们最后一次 围攻襄阳的机会 如果再拿不下襄阳 就要福坚自吻谢罪 福坚眼见父亲福坚如此震怒 不敢再怠慢 他下令军队保持待命状态 随时有可能进攻 此时的福坚并没有更好的破敌之策 眼看日子一天天过 福坚十分着急 就在他一筹莫展之际 襄阳城内发生了叛变 襄阳守将朱旭打了几次胜仗后 便放松了戒备和警惕 认为前秦军队并非传言中那么不可战胜 在防守方面出现了松懈 朱旭的副手李伯认为 襄阳早晚会沦陷 与其沦陷后被杀 不如主动投降 换取高官后路 公元379年2月 李伯私下里派自己的儿子前去向福坚投降 李伯表示愿意坐城中内应 打开城门放秦军进来 福坚听后大喜 在李伯的侧应下 秦军很快拿下了襄阳 朱旭和李伯都被活捉绑送到襄阳 福坚听闻朱旭和李伯的事情后 下令将李伯处死 然后重用朱旭任命他为杜之尚书 福坚向来追求贤明 此番他重用朱旭就是为了体现他的胸襟 但他不知道的是 朱旭是被活捉 并不是主动投降 他的内心仍然心细尽势 这个任命也给福坚挖了一个大坑 拿下襄阳后 福坚让梁成担任荆州刺史 驻守襄阳 然后派人继续南下 在大将彭超和俊南的联合围攻下 秦军攻陷了虚仪 升勤了高密内史毛枣之 公元379年5月 秦军逼近三阿 并对三阿城展开围攻 三阿距离广陵仅有一百多里 此事让东晋朝野震惊 为了抵挡秦军 朝廷下令让谢安的弟弟谢时前去驻守途中 命令谢玄从广陵出发前去支援三阿 谢玄领命之后 率领军容骑整的北斧兵赶赴三阿 并一举击退了秦军 彭超和巨南剑北斧兵来势汹汹 暂时退到了虚仪 此次胜利给谢玄以及北斧兵带来了极大的信心 经过短暂的修正后 谢玄与和谦刘劳之 兵分三路继续对秦军发起攻击 将助手虚移的秦军打得大败 彭超继续退守至怀音 谢玄趁势追击 继续对怀音发起攻击 前几次失败让彭超等人颜面尽失 为了挽回颜面 彭超下令与谢玄决议死战 双方在军川展开了大战 此时的北斧兵士气正盛 在谢玄的率领下再次击败秦军 战争讲究一股作气 接连失败让秦军信心尽失 此时的彭超已经无法指挥军队 士兵们为了活命相继逃窜 彭超自知大势已去 他害怕受到扶尖的惩罚 在惊恐中自杀身亡 而巨南则被贬为平民 谢玄通过一系列酣畅淋漓的胜利 彻底让自己名扬天下 为了表彰谢玄的功绩 司马耀封其为东兴县侯 并晋升他为冠军将军 兼任徐州刺史 此番攻打东晋失败 并未伤及钱秦的根基 北方及西域各个部落小国 将钱秦视为天朝正统 纷纷前来朝贡 长安城内呈现出一片 车水马龙的景象 万国来朝的景象 让福坚非常高兴 此时的他已经在位将近三十年 在这期间 他荡平了北方 在执政方面勤勤恳恳 是一位标准的明军 如果他此时能够占据北方 和近世化疆而至 钱秦的光辉历史 会继续延续下去 但福坚志在夺取天下 他想在有生之年 完成天下大一统 公元382年10月 福坚召集群臣 在皇宫内议事 他说 钱秦坐拥百万大军 他想亲自率军踏平东南 问各位大臣 有没有不同意见 福坚此话一出 犹如一颗重磅炸弹 大臣们对此议论纷纷 秘书坚朱荣当即附和 说只要福坚率军前去 近世皇帝必然口弦欲弊 抬着棺材前来投降 福坚听后微微一笑 表示同意 但权毅以及太子左卫 十月等人表示坚决反对 他们说 东晋以长江为天然垄断 让大军很难跨江而过 而且东晋朝堂人才济济 谢安和桓冲都是治国之才 君臣上下没有离心离德 这样的禁士很难打败 福坚拿吴王夫差 东吴后主 孙昊王国的例子据理力争 以此来证明 长江天险不能阻挡王朝灭亡 福坚还补充说 他们百万大军将手中的鞭子 扔到长江 都能阻断江水 这便是成羽头鞭断流的由来 十月反驳说 夫差 孙昊 是因为荒淫无道才导致灭国 和东晋的情况不一样 福坚见十月等人坚决反对 他当场没有做出决定 随即下令散会 随后 福坚留下芙蓉单独商量此事 芙蓉是福坚的亲弟弟 从小天资聪颖 能文能武 深得福坚的信任 福坚询问福荣 对讨伐东晋仪式什么意见 福荣表示不赞同讨伐 他说进主司马耀并非昏君 深得民心 此时讨伐事倍功败 再者连年征战 已经让将士们很疲乏 继续征战会动摇国本 福坚没有料到 福荣会反对南征 他当场训斥福荣 福荣并未因此改变态度 他告诉福坚 应该把精力放在 鲜卑 羌仁 截仁上面 如果倾尽全国之力讨伐东南 鲜卑等人会趁虚而入 届时会得不偿失 福荣用王猛的临终遗言来告诫福坚 希望他能放弃南征的想法 除了福荣之外 福坯也反对大举南征 福坚本以为会得到支持 如今大多数人反对南征 这让福坚非常难以理解 他自认为并不是昏君 出师南征只不过是顺应天命 不应该因为大臣们的反对而受阻 就在福坚犹豫不决时 慕容锤的一番话给了福坚信心 慕容锤盛赞福坚英明神武 手下拥有韩信 白旗之类的良将若干 当初西晋皇帝司马炎 打算征讨东吴时 朝堂上也仅有数名大臣支持 但最终还是拿下了东吴 慕容锤力劝福坚 应该坚定信心难争 福坚在慕容锤的劝说下 下定决心倾全国之力征讨近事 得知福坚的决定后 福荣等人上书力劝 均被福坚驳回 后来就连福坚最宠爱的妃子 和小儿子也来劝阻 都被福坚一一驳斥 众人见福坚铁了心难争 便不再上书劝谏 只能接受这种结果 随后 福坚发布动员令 开始为南征继续做准备 福坚下令 全国每十名健康男性中 就要出一名士兵 同时还征用全国的战马 动员令一出 就有数万人主动带着战马 前来报道 就在前秦紧锣密鼓的准备南征时 近事也在积极立兵木马 为即将发生的大战做积极部署 公元383年6月 桓冲带领两个侄子 桓石民和桓石鲁 率领十万大军相继夺回了此前 被前秦占领的地区 在襄阳一带与秦军形成了对峙 当年八月 福坚开始调兵遣将 分别对慕容锤 张豪 姚长等人进行任命 慕容锤得到任命后 他的侄子慕容凯告诉慕容锤 自从王猛去世后 福坚变得越来越骄纵 现在已经到达了极点 此时是复兴燕国的好时机 慕容锤听完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此前他力劝福坚南征 就是想趁机光复燕国 如果福坚不率兵南征 前秦就不会发生动乱 燕国就没机会复国 只可惜 福坚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或者说 即便福坚意识到了这一点 但他不相信自己会输 更不相信慕容锤有机会趁虚而入 公元383年8月初八 福坚在三军面前 进行了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讲 正式开启南征之旅 此番福坚亲自率领步兵六十万 骑兵二十七万 浩浩荡荡地从长安出发 看到惊奇蔽日的场景 福坚坚信此意必胜 此次出兵是 华夏历史有记载以来 动员军队最多的一次 几乎把整个北方的壮丁 全部聚集起来 负责后勤的运粮船只 就多达一万多艘 当年九月 多陆大军完成了会师 准备对晋士发起致命一击 面对如此庞大的对手 晋士并未感到畏惧 而是按部就班地进行战略部署 朝廷任命谢安的弟弟 谢时为征鲁将军 任命谢玄为前锋都督 谢安的儿子谢衍和中郎将桓一 也被派到前线作战 这是晋士能出动的最强阵容 为了这次决战 晋士也是倾尽所有 完成人事部署后 建康城内依旧是人心惶惶 就连一向信心十足的谢玄 也不知该如何打这场仗 他向叔叔谢安请示作战方案 对此谢安并未过多解释 只是让他安心待命即可 同样心神不宁的还有桓冲 他主动找谢安商讨破敌之策 但谢安整日游山玩水 与友人饮酒下棋 根本看不出任何危机感 桓冲见状感叹道 此番尽是注定要失败 一人统治南方的日子不远 当年十月 身为征讨先锋的芙蓉 率先进攻寿阳 并顺利拿下了寿阳城 与此同时 慕蓉锤也一路过关斩将 拿下了云城 紧接着 芙蓉又将前来支援 寿阳的禁军打得大败 当芙蓉将接连胜利的战报 传给芙蓉后 芙蓉得意地告诉之前 反对攻打禁士的大臣 说他们之前的建议是错误的 芙蓉表示 他要活捉谢安 环冲等人 并让他们为前秦效力 接连失利并未打消 禁军抵抗的决心 谢时和谢玄遵从谢安的指示 在对面安营扎寨 攻击命令之前派人前去劝降 此次随军出征的杜芝尚书朱旭 此前是晋朝的旧将 和谢时等人相识 于是派他前去劝降 朱旭到达禁军大营后 先是当着众人的面劝谢时投降 随后 朱旭找到机会 单独和谢时会面 然后 将福坚大军的部署 一一告诉了谢时 朱旭告诉谢时 福坚的百万大军尚未集结完毕 可以趁机打他一个立足未稳 如果等他们集结完毕 晋军就回天乏术了 交代完谢时后 朱旭便返回大营 谢时随后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谢玄 当年十一月 谢玄从北斧兵中挑选了五千精锐 让刘劳之前去偷袭驻扎在洛建的梁城大军 在距离洛建十余里时 梁城已经获惜刘劳之前来投降 并命人设下埋伏 准备等刘劳之入瓮 但刘劳之是一员猛将 他明知山有虎 偏往虎山行 在他率领下 五千北斧兵各个以一当时 把梁城的大军搅合得抵朝天 梁城在混乱中被杀 此役 刘劳之斩杀秦军一万五千多人 缴获粮草资重无数 并升勤扬州刺史王贤等人 刘劳之的勇猛 出乎了谢玄的意外 更加感到意外的则是福坚 他听闻秦军大败 和芙蓉登上寿阳城头远眺 只见晋军铠甲鲜亮 阵容齐整 口号喊得震天动地 此景让福坚为之一颤 在禁军撤退的时候 福坚把旁边的草木 都误以为是禁军 这便是成于草木皆兵的由来 福坚为之前的轻敌大义 深感惭愧 眼见禁军攻势凶猛 为了保险起见 福坚下令在肥水西岸 摆开阵势 阻挡禁军渡河 谢玄看到秦军的排兵布阵后 派人给福荣送信 说秦军远道而来 却临水不振 看来是想打持久战 谢玄请求福荣把军队后撤 让禁军过河 两军决议死战 福荣将这个信息告诉了福坚 福坚询问众人的意见 大部分人都不同意让禁军过河 因为秦军数量要远远多于对方 等到后续部队完成集结 就能过河碾压对方 福坚却持有不同的意见 他说 可以后撤让他们渡河 等他们的军队过来一半时 利用骑兵对这一半人马发起围剿 一定可以将他们全歼 对此福荣表示同意 众人见两人意见一致 便不再敢提反对意见 随后 福荣命令军队后撤 给禁军留出一定的空间 从客观层面来看 福坚制定的战术并没问题 但问题出在 军队撤退的时候出现了异动 军队指挥官只是向士兵传达撤退的命令 但没有向士兵解释 为什么会撤退 由于秦军此前接连打了几场败仗 当士兵们听见撤退的命令后 以为军队又打了败仗 士气瞬间非常低落 起初士兵们还能有序撤退 没过多久 士兵们就开始变得烦躁起来 整支军队也变得混乱无序 就在此时 朱旭在队伍中高呼秦军败了 赶紧逃命 朱旭这声口号让本来就混乱不堪的军队更加慌乱 在通讯不发达的年代 士兵们无法向最高统帅确认信息的正确性 为了保命 士兵们丢掉武器 纷纷落荒而逃 福坚组织的这支大军 是由多个民族组成的 在顺境中还能做到团结一致 如今身处逆境 大家都不愿意为他人卖命 就在芙蓉下令撤军时 对岸的谢玄注视着秦军的一举一动 当他看到秦军出现慌乱 马上携同谢时和环冲 率领八千精锐士兵火速渡河 准备对秦军发起攻击 芙蓉作为高级统帅 为了制止慌乱 他起码努力奔走来维持秩序 但士兵们根本无心理会芙蓉的指令 只顾着逃跑 随后 进军成功渡河 并趁乱将芙蓉斩杀 秦军见主帅芙蓉被杀 更加慌乱 一时间数十万大军呈鸟兽撞散去 谢玄见秦军已经彻底失去方寸 带领精锐拼命追杀 秦军士兵因为自相踩踏而死的人不计取数 加上在沿途中走丢的 掉入河水中冻死的 战损人数高达十之八九 朱絮和乾梁王张天赐 趁乱逃到了进军大营 此一过后 进军成功夺回兽阳 并重挫秦军的主力部队 在此次战乱中 福坚被流史击中 差点命丧当场 好在他的坐骑跑得快 最终帮他脱离了险境 脱险后的福坚非常惭愧 他很后悔没有听从群臣的建议 盲目发动战争 客观来讲 这场战争对福坚来说 是一场稳赢的战争 从福坚的战前部署 以及战争中的决策来看 他并没有犯致命错误 只是 这其中的偶然因素 导致了他整个战局的失败 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福坚有一千种赢得胜利的方式 只有极小的概率输掉战争 奈何运气不占在他这边 这才导致小概率事件发生 此时的福坚身边仅有一千多人 随军出征的慕容锤 则率领三万大军毫发无损 为了寻求庇护 福坚率领残兵前去投奔慕容锤 慕容锤的长子慕容宝 劝说将福坚杀死 趁机光复燕国 慕容锤是一个重情义的人 当初在燕国受到排挤时 是福坚收留了他 当他被王猛设计陷害时 福坚仍然选择相信他 出于这份恩情 慕容锤没有听从部下们的建议杀死福坚 而是将三万士兵交给了福坚 慕容锤告诉众人 如果秦国气数已尽 他必定能扫平关中 如果秦国气数未尽 即便杀了福坚 也无法取得天下 福坚之前对慕容锤宽宏 大度为他赢得了一条生路 兵败后的福坚 率领三万士兵往长安撤退 一路上不断聚拢走散的士兵 等到达洛阳的时候 福坚又组织起了十几万大军 公元383年12月 福坚终于抵达了长安 几个月前 他怀揣一统天下的梦想南下征讨 如今归来时 百万大军只剩下十几万人 想到死去的弟弟福荣 以及几十万将士 福坚失声痛哭 当初慕容锤将三万士兵交给福坚后 跟随福坚往长安回撤 在走至缅池时 慕容锤向福坚请辞 说要前往夜城祭拜一下祖先 福坚没有考虑太多 便答应了他的请求 事后上书左仆叶全意 建议福坚将慕容锤追回来 放他出走等于给前秦树立一个强敌 但福坚已经答应慕容锤 他不想再反悔 便任由慕容锤离去 全意见福坚不忍心动手 便派刺客前去追击慕容锤 准备将其诛杀 慕容锤早就预料到这种情况 他出走后不久 就乔装成普通百姓 瞒过了前来追击的刺客 最终逃过一劫 后来到达了夜城 听闻慕容锤到达夜城 驻守夜城的福坯亲自出城迎接 但福坯并未让慕容锤入城 而是将他安排在城外居住 慕容锤一心想要进城祭拜先祖 但福坯下令拒绝他入城 慕容锤一怒之下 杀死了守城侍卫强行闯入 十月得知此事后 建议福坯趁机杀死慕容锤 免得养虎为患 福坯以慕容锤护主有功为由 暂时没有对他动手 但福坯知道慕容锤胸怀大志 所以并未打算放过他 福坚兵败的消息散开后 之前被前秦打败的部落 开始蠢蠢欲动 丁灵族酋长翟斌 趁乱起兵返秦 宣布脱离前秦的管理 并准备攻打洛阳 为了平息叛乱 福坚下令让慕容锤前去平叛 慕容锤此番前去平叛 需要从夜城调集兵马 福坯为了除掉慕容锤 拨给他三千老弱病残 福坯此举是想借翟斌之手 除掉慕容锤 为了置他于死地 福坯另派大将福飞龙 率领一千骑兵随军侧影 福坯嘱咐福飞龙伺机 将慕容锤杀掉 此时的慕容锤 还不知道福坯准备杀他 出发之前 他把慕容龙 慕容凯 慕容绍等人留在夜城 他亲自率军南下平叛 当行至和内郡时 有人将福坯的阴谋告诉了他 慕容锤得之后大怒 他没有大肆声张 而是对身边宣布 不再效忠于福氏家族 并以兵力不足为由 停在当地招兵买马 不久之后 就聚集了一支八千人的队伍 公元383年12月27日深夜 慕容锤趁福飞龙熟睡之际 起兵杀死了福飞龙 以及他的部署 次日 慕容锤渡过黄河 直奔洛阳 游在夜城的慕容凯等人 听闻慕容锤起事后 当即逃离了夜城前去投奔 翟斌知道慕容锤不是一般人 他无意与之交手 后来在部下的劝说下 奉慕容锤为盟主 共同进攻前秦 慕容锤见翟斌主动来投 便放弃攻打洛阳 转而率兵东进 准备拿下夜城 随着慕容锤起兵的消息 广泛扩散 前来投奔的人越来越多 当他从石门渡过黄河时 步众已接近二十万 与此同时 慕容锤等人逃出夜城后 他以父亲慕容锤的名义 积极在各个部落之间周旋 说服他们站出来 共同抵抗前秦 在慕容锤的努力下 他聚集了一支几万人的部队 扶批得知慕容锤起兵的消息后 派石岳前去阻击 结果被埋伏在半道的慕容锤偷袭 石岳被当场斩杀 石岳使前秦猛将 他的死在军中引起巨大的慌乱 公元384年正月26 慕容锤与慕容锤在夜城外会时 在大家的劝谏下 慕容锤自封为燕王 兼任大将军 随后 他封自己的儿子慕容宝为世子 任命弟弟慕容德为车骑将军 慕容凯 慕容农等人都得到封赏 随着慕容锤自立为王 五湖十六国之中又多了一个政权 后世将慕容锤建立的燕国称为后燕 后燕是五湖十六国中第七个国家 在慕容锤自立为王的同时 慕容锤的七儿子慕容红 从北地郡逃往关西 一路上召集了数千士兵聚首华音 随后慕容红打败了前来讨伐的 秦军将领强勇 一时间名声大震 他见叔叔慕容锤建立了政权 也自封为大将军 建立了自己的政权 史称西燕 不过西燕并未被列入五湖十六国 慕容红起兵后不久 镇守平阳的慕容冲也起兵反秦 一时间慕容氏把前秦大帝搅和得非常混乱 慕容氏的相继背叛 让福坚大为恼火 他后悔当初没有听从权益的建议 杀掉慕容锤 为了压制慕容氏的势头 福坚在权益的建议下 派自己的儿子福瑞前去攻打慕容红 福瑞初出茅庐 为了给他保驾护航 福坚任命龙襄将军姚长为司马 协助福瑞 听说秦军大举来罚 慕容红不敢立敌 准备从关西逃往关东 姚长建议福瑞给慕容红留一个口子 让他们顺利过去 如果强行阻拦 恐怕会引起鲜卑人的誓死反抗 福瑞自视甚高 他觉得 鲜卑人只是一群乌合之众 根本不足为惧 强行与慕容红决战 结果因为轻敌遭到大败 福瑞也在乱军中被杀 福瑞是福坚非常疼爱的儿子 当姚长派参军将写到长安汇报死讯时 福坚一怒之下将将写斩首 姚长得知将写被斩的消息后 十分害怕 他不敢返回长安 而是逃到了魏北一个羊马场藏身 羌人贵族银伟听说姚长脱离福坚的消息后 率领五万部众前来投奔 推举姚长为首领 姚长自知 不可能得到福坚的谅解 经过一番思量 决定自立门户 自封为大将军 大蝉鱼 万年秦王 后世将这段政权称为后秦 后秦是五湖十六国中第八个国家 此时 前燕雇主慕容纬 还留在长安任职 接连遭遇背叛的福坚 把慕容纬叫到跟前怒斥了一顿 他痛骂慕容是背信弃义 人面受心 慕容纬听后 连连磕头认错 福坚本想杀慕容纬泻愤 气消后又放过了他 福坚表示 父子兄弟互不诛连 没有必要牵连慕容纬 但福坚的大度并未换来慕容纬的知恩图报 福坚让慕容纬给慕容锤 慕容红和慕容冲写信 让他们解除步众返回长安 之前的事情可以既往不救 慕容纬表面上假装顺从 暗地里却给慕容红送信 让他们不要顾及他的死活 应该趁机恢复燕国 慕容红得到消息后 准备发兵进攻长安 在慕容红进攻长安之前 内部出现了混乱 由于慕容红为人比较骄横 动不动就杀人 他的部下人人自危 谋臣高盖和肃禽虫等人杀掉了慕容红 推举慕容红为皇太帝 慕容红合并慕容红的军队后 实力大增 姚长为了拉拢慕容红 将自己的儿子姚松 送到慕容红那里做人质 请求与慕容红和平相处 与此同时 在夜城外集结完毕的慕容锤 准备攻取夜城 作为后燕的都城 慕容锤念及福坚对自己的恩情 在攻城之前 派人前去劝说福丕 只要福丕能让出夜城 他会让福丕顺利返回长安 但福丕坚决不从 誓死保卫夜城 劝说无果后 慕容锤下达了攻城命令 为了顺利拿下夜城 慕容锤亲自到前线督战 由于夜城一守难攻 加之福丕抵抗决心强烈 燕军久攻不下 还出现了严重伤亡 后来慕容锤下令退兵 双方形成了对峙之势 此前尊慕容锤为盟主的宅兵 见夜城久攻不下 觉得慕容锤被高估 便开始谋划退路 太子慕容宝察觉到异样后 劝说父亲除掉翟宾 慕容锤不想主动发难 免得遭人化病 但慕容锤并未打算放过翟宾 他打算用捧杀的方式除掉他 于是慕容锤故意在翟宾面前示弱 处处礼让他 此举让翟宾觉得 慕容锤畏惧自己 变得越来越狂傲 后来翟宾向慕容锤 请求上书令一职 慕容锤表示 以翟宾的功绩应该位列上功 只是现在四方尚未平定 不能马上任命 等拿下夜城后再讨论此事 一向骄横的翟宾认为慕容锤怠慢了自己 便决定反叛 他派人和扶批秘密商议 准备理应外合除掉慕容锤 但因为走漏消息 被慕容锤提前获悉 拿到翟宾的通敌的证据后 慕容锤下令出灭了翟宾一族 慕容锤通过此举 不但除掉了潜在威胁 也成功在重将面前立威 经过长达八个月的围困后 夜城已经弹尽粮绝 但扶批仍没有投降的意思 此时慕容锤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下令军队后撤到新兴城 给扶批让出一条生路 让粮食能够进入城中 这样既能保全夜城内的百姓 也算是报答扶监的恩情 同时也让长期作战的燕军得以休整 慕容锤撤退后 扶批得到了喘息之计 但他的危机并未因此解除 因为南方的近视正在酝酿北伐 等384年9月 谢玄攻打衍州 衍州刺使张崇 弃城而逃前去 投奔了慕容锤 拿下衍州后 黄河以南的城池 纷纷现城投降 随后 大军一路北上直逼夜城 扶批刚从慕容锤的围攻中 缓过神来 眼见晋军大举来罚 他急忙向其他前秦军队求援 但此时的前秦已经是满目疮痍 没人前来相救 为了保全夜城 扶批派弟弟扶 就和参军交魁 前去找谢玄求和 扶批表示 只要近视肯借粮给夜城 他就愿意把夜城拱手相送 然后他率领军队回原长安 扶批特意交代 在与近视谈判的时候 一定要让他们善待夜城百姓 如果不遵守承诺 他会誓死抵抗 参军交魁觉得 近视不一定会答应相救 便打算私自更改谈判条件 以臣子的口气向近视求救 等禁军一来 他就联合其他人挟持扶批 向近军投降 但后来 交魁计划败露 扶批一怒之下杀了交魁 和谈失败后 禁军继续朝夜城逼近 当初慕容锤撤退 就是为了给扶批一条生路 让他离开夜城回长安 如今 扶批不仅没有离开 禁军又不断向夜城逼近 慕容锤被逼无奈再次包围夜城 防止夜城落入禁军之手 没过多久 禁军和燕军在夜城附近相遇 慕容锤和刘劳之都是猛将 两人棋逢对手斗得不可开交 彼此之间都有伤亡 此番两人打成平手 后来 刘劳之再次与慕容锤交锋 并一举将慕容锤击败 扶批见慕容锤败走 开城尾随刘劳之一起攻打慕容锤 准备对慕容锤形成了合围之事 慕容锤见军队退无可退 便下令停止撤退 准备与禁军秦军决议死战 陷入绝境的慕容锤 命令军队丢下资重 以此来麻痹前来追击的禁军 禁军见到燕军资重丢了一地 便放弃了追击 士兵们丢下武器 前去整理资重 就在此时埋伏在一边的慕容锤 率兵杀出 将禁军杀得大败 斩首禁军数千人 幸好秦军及时赶来相助 主帅刘劳之才幸免于难 为了感谢扶批出手相救 谢玄拨给叶城一些粮食 近视朝廷见北伐难度太大 一时间很难打败前秦和后燕 遂召回谢玄 此次北伐最终以失败收场 就在谢玄北伐之际 接管吸烟的慕容锤 对长安发起攻击 在慕容锤的率领下 西燕军队接连打败了秦军 慕容锤顺利占领了俄防城 随后又兵临长安城下 慕容锤曾经受过伏坚的恩情 伏坚试图打柔情牌让他退兵 但慕容锤并不领情 反倒让伏坚自负双手出城投降 伏坚此时才意识到 慕容一家个个都是狼子野心 他后悔当初没有听王猛的话 清除慕容是 长安在伏坚的经营下 城防非常坚固 慕容锤一时间无法公公进来 就在此时 留在城中的慕容伟心生遗迹 他准备率领长安城内 一千多名鲜卑人反抗福坚 公元384年12月 慕容伟以小儿子结婚的名义 邀请福坚来参加婚礼 并打算在婚礼上除掉他 结果婚礼当天天降大雨 福坚没有赴宴才躲过一劫 后来福坚得知慕容伟的计划 质问他为何要背叛他 慕容伟表示 为了复兴大烟只能将各种恩情抛在一边 失望透顶的福坚下令将慕容伟处死 慕容伟死时年仅35岁 慕容冲得知哥哥慕容伟被杀后 当即决定登基称帝 然后对长安展开围攻 为了鼓舞士气 福坚亲自率军前去迎敌 连续两次打退了慕容冲的进攻 急于求成的福坚打算一鼓作气拿下慕容冲 结果中了埋伏 损失惨重 福坚在亲信的奋力拼杀下 才得以返回长安 连年作战导致长安城内发生了饥荒 到处都是饿死的人 西燕军队也面临着粮食短缺的情况 双方军队为了补充军粮 用对方士兵的尸体冲击 没有战事的时候 西燕士兵就到城外捉活人作为军粮 此时的福坚已经乱了方寸 由于他的指挥失误 致使他的小儿子浮灰兵败自杀 随后高阳宫福坊也被慕容冲打败 将士们见长安大事已去心灰意冷 很多人为了自保不再听从福坚的调度 自己谋求后路 被逼至绝路的福坚 带领女婿杨定誓死抵抗 打退了西燕几波进攻 暂时保住了长安 当年五月慕容冲将全部队伍集结到长安城下 准备避其攻于一翼 福坚知道这是一次生死战 他亲自登上城楼督战 结果被刘史击中 身受重伤 就在慕容冲围攻长安之际 其他受过福坚恩惠的部落 偷偷往长安城内运粮 继续支持福坚作战 还有一些部落首领冲到西燕军中放火 以此来声援福坚 但在西燕大军面前 这些举动都于事无补 福坚见这么多人为了他而牺牲心痛不已 此时的他已经心力交瘁 随后 杨定被生擒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纵横一生的福坚 终于感受到了恐惧 他没有其他办法来破敌 为了给将士们祈福 他打算到武将山进行祭拜 于是留下太子福洪驻守长安 然后带领一众妻儿 以及数百骑兵前往武将山 福坚走后 慕容冲趁机对长安发起攻击 福洪不是慕容冲的对手 眼看城破在即 福洪带着皇室宗亲 以及私立校尉权益 准备投奔后勤 福洪走后 长安随即被慕容冲攻破 为了发泄怒火 慕容冲下令将士们在城内烧杀抢掠 一时间 长安城内哭嚎遍野 一片末日景象 就在慕容冲围攻长安之际 姚长也在关注福洪的一举一动 当他得知福洪帅人到武将山祈福的消息后 立刻派人将武将山包围 前秦士兵见福洪已经是穷途末路 纷纷离他而去 福洪身边仅剩十几个士兵愿意跟随 前不久还能挥边指挥百万雄师的帝王 如今却成为待宰的羔羊 福洪内心闪过一丝悲凉 面对后勤军队的包围 他并未感到惊恐 安静地等着被捉 后来福洪被绑送到新平郡 姚长将其打入大牢 并命人严加看管 太子福洪听到福洪被俘的消息后 转而南下投奔进士 到了江东后 司马要命人将福洪一行人安置在江州 姚长抓到福洪后 亲自前去向他讨要传国玉玺 结果被福洪骂得狗血淋头 姚长自知理亏 派右司马严伟前去劝说福洪 希望他能善位于姚长 福洪表示 善让是圣贤之间的事情 姚长只是个叛贼 不配谈善让之事 不过福洪与严伟交谈的时候 发现他是一个大才 堪比亡亡 但此前 严伟在前秦只是一个八品官员 福洪得知此事后自责不已 他说 自己居然昏庸到 没有发现严伟这样的人才 国家灭亡是早晚的事情 福洪过去一直对手下大臣们非常厚待 对姚长更是宠爱有加 如今姚长如此忘恩负义 让福洪十分生气 为了不让自己的女儿遭受凌辱 他忍痛杀死了自己的两个女儿 公元385年8月 姚长把福洪带到一座寺庙中 将其一死 十年四十八岁 福洪去世后 他的夫人和儿子也相继自杀身亡 姚长为了掩饰弑君的罪名 追视福洪为壮烈天王 匪水之战是华夏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次战役 也是决定历史走向的一战 此战之前 福洪是北方的霸主 近世只能在南方偏安求生 此战过后 福洪连同他的帝国烟消云散 如果让福洪重来一次 他有一百种赢得胜利的办法 但历史不能重来 有些事情只能发生一次 而偏偏这一次决定着千万人的命运 公元385年8月 一代天王福洪死后 他的儿子福洪接过了大旗 为了保存钱秦的火种 福洪选择登基称帝 福洪立儿子福宁为太子 立王妃杨氏为皇后 任命张豪为侍中 兼任司空 任命王勇为车齐大将军 都督中外军事 福冲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役 除此之外 其他追随福洪的人都得到了任命 钱秦作为曾经的北方霸主 福间在世时 各个部落都主动前来称臣 不敢怀有不轨之心 随着福间的去世 钱秦风光不在 此前臣服于钱秦的部落 也开始慢慢自立门户 并逐步建立起独立的政权 率先竖起独立大旗的 是鲜卑启福部 鲜卑启福部是鲜卑人的一个分支 因其生活在龙山以西 因此被称为龙溪鲜卑 公元371年 福间曾派一周刺史王统 进攻鲜卑启福部落 后者不敌 部落首领启福斯凡向钱秦投降 后来 福间封启福斯凡为南蝉鱼 让他驻守勇士川 启福斯凡去世后 他的儿子启福国人继位 继续镇守勇士川 当初福间发起肥水之战时 争调启福国人为前锋前去作战 就在此时 启福国人的叔叔启福部队 在龙溪反叛 福间便让启福国人回退平叛 实际上 这是他们叔侄俩演的一出戏 目的就是不为福间效命 福间在肥水之战中败北后 启福国人趁机将周边部落收服 聚集了十几万人 准备应对前秦的讨伐 但启福国人没有等来前秦军队 却等来了福间被姚长杀害的消息 启福国人认为时机已到 便宣布自立 公元385年9月 启福国人自封为大都督 大将军 大蝉鱼 他任命自己的弟弟启福前归为上将军 任命以瞻同尼为左下 然后他将自己占领的地盘分为12个军 分别让自己的心腹亲信前去镇守 后来启福国人改国号为秦 后世将这段政权称为西秦 西秦是五湖十六国当中第九个建立的国家 西秦建立后 北方另外一个政权也在迅速崛起 当初福间灭掉代国后 将代国一分为二 东部交给鲜卑人刘库仁治理 西部交给匈奴人刘魏晨管理 代国君主拓拔十亿前的孙子拓拔归 被送到刘库仁那里照看 代国一分为二后 刘库仁和刘魏晨并未和平相处 刘魏晨多次挑起事端 最终被刘库仁赶到了阴山之北 刘库仁和钱秦的关系一直不错 当扶劈被困在夜城时 刘库仁在前去救援的路上 前燕旧将穆于文和穆于长 杀死刘库仁 然后带着将士投降了后燕 刘库仁死后 他的弟弟刘头眷接管了军队 死后 刘头眷相继打败了贺兰 柔然等部落 带领族人所向披靡 就在刘头眷意气风发之时 刘库仁的儿子刘显心生妒忌 不久后发动兵便杀死了刘头眷 重新接管了军队 刘显为人非常凶残 杀掉刘头眷之后 他准备杀掉年幼的拓拔规 在他动手之前 消息遭到泄露 拓拔规的母亲赫氏 连同拓拔十亿前的旧部 连夜将拓拔规转移走 最终 拓拔规躲过重重追击 逃到了自己舅舅赫那所在的贺兰部落 拓拔规逃到贺兰部落后 刘显内部发生了叛乱 之前忠诚于拓拔十亿前的旧部 纷纷离开刘显前往贺兰部落 投奔拓拔规 拓拔规来到贺兰部落后非常受拥戴 赫那的弟弟赫冉干对此非常妒忌 并试图杀死他 最终 在拓拔规母亲赫氏的苦苦哀求下 赫冉干才就此作罢 此时 鲜卑慕容 羌族姚氏 以及启服氏都已经立国 在众人的推举下 拓拔规被尊为部落首领 公元386年1月6日 16岁的拓拔规宣布继承代王位 正式宣布恢复代国 定都于湘郡的盛乐城 当年4月 拓拔规改称为魏王 同时改国号为魏 这个政权 就是华夏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北魏 北魏并不在五湖十六国当中 而是属于南北朝 但此时东晋尚未结束 南北朝的格局还未形成 北魏对当前历史发展 起到了重要的承上启下的作用 在前秦全盛时期 弗坚曾派十万步兵 五千骑兵前去讨伐西域 这支队伍的领袖是萧綦将军吕光 在吕光的率领下 西域各国都不战而降 唯有邱辞国不肯投降 经过半年的围攻 吕光虽然没能拿下邱辞国 但邱辞国已经弹尽两绝 为了继续与秦军对抗 邱辞国国王伯纯 向周边其他国家求救 最后 这些国家聚集了一支 七十万人的联军 前来围剿秦军 从数量上看 吕光的军队不占优势 但吕光丝毫不感到畏惧 因为西域士兵的战斗力并不高 再者 对方是一支临时拼凑的联军 相互之间各怀鬼胎 缺乏凝聚力 在吕光的率领下 西域联军不堪一击 邱辞国国王一看形势不妙 弃城逃跑 随着邱辞国被攻破 吕光在西域名声大震 前来投奔的国家多达三十多个 吕光本以为邱辞国是一片贫瘠之地 进城之后才发现 里面的繁华程度完全不输于长安 西域的繁华让吕光萌生在此称王之意 后来在西域高僧揪摩罗时的劝说下 才决定东归 吕光将秋辞国内的财宝洗劫一空 带着上万头骏马和骆驼启程东返 在吕光征讨西域期间 长安城破 福坚被杀 碍于信息传播不发达 吕光并不知晓这些事情 在他东归的途中 高昌太守杨翰拒绝开城门放行 吕光大怒 准备集结大军攻城 杨翰自知不是对手 最终出城投降 眼见杨翰投降 周边的城池也纷纷缴械投降 后来吕光又击败了梁州刺史 梁西占据了梁州 此时吕光听说福坚被杀的消息 他大哭三天 命全体将士为福坚穿笑衣哀悼 福坚死后 吕光也没了心理包袱 准备登基自立 公元386年10月 吕光宣布自立为王 改国号为梁 后世将这段政权称为后梁 后梁是五湖十六国中 第十个建立的国家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鲜卑慕容 慕容冲破掉长安后 派尚书令高盖率军前去攻打后勤 高盖不敌对手 率领的五万大军折损大半 为了避免回去后遭到清算 高盖选择了向后勤投降 此次失利后 慕容冲暂时停止了扩张的脚步 继续留在长安 慕容冲本想到关东和慕容锤 兵河一处继续光大鲜卑慕容 但假如两者合二为一 谁来当皇帝是一个难题 以慕容锤的资历和名望 肯定不会允许慕容冲做皇帝 想到此处 慕容冲冲决定留在长安 准备将长安定为西燕的都城 城市生活虽好 不过鲜卑士兵并不想留在长安 他们想回故乡跟家人团聚 眼见慕容冲没有搬离长安的意思 左将军韩颜顺 密谋杀死了慕容冲 雍丽段隋为王 段隋没在王位上待多久 左仆叶慕容环和尚书慕容勇 又联合杀死了段隋 雍丽慕容环的儿子慕容济为帝 随后率领大军离开长安 慕容环的弟弟慕容涛 对慕容济继位一事非常不满 他趁机将慕容济骗到临近 并将其杀死 慕容环并未因为慕容济的死 而与慕容涛决裂 两人仅仅是分道扬镳 慕容勇认为慕容涛是弑君之举 所以率兵前去攻打慕容涛 后者不敌 为了自保 慕容涛又去投奔了慕容环 为了控制军队 慕容环拥立慕容冲的儿子慕容瑶为帝 但大家都不赞同这个决定 慕容环的一意孤行让他众叛亲敌 大臣们都转投慕容勇门下 随后慕容勇发动政变 杀死了慕容瑶 并拥立慕容红的儿子慕容忠为帝 但慕容忠为人懦弱 大臣们害怕他不能撑起这个摊子 便萌生了废掉慕容忠的想法 后来 五位将军刁云发动兵变 杀死了慕容忠 拥立慕容勇为大将军 大蝉鱼 慕容勇对此并未进行推辞 随着慕容忠被杀 慕容勇成为吸烟的实际控制人 慕容勇掌权后 派人向慕容锤建立的后烟称臣 然后在文喜县修建烟西城 并在这里定居 站稳脚跟后 慕容勇准备讨伐福匹 双方在相邻发生了大战 福匹惨败 率兵逃到了东元 准备攻打洛阳作为根据地 在攻打洛阳的过程中 福匹兵败被禁军斩杀 太子福宁等人被禁军俘虏 后被绑送至建康 不过司马耀并未杀他们 而是将他们交给此前向近视投降的福洪 东海王福转侥幸逃脱 他带领三千嫡系部队逃到了兴城 福匹被杀后 慕容勇霸占了前秦的地盘 并试图霸占扶批的妻子杨皇后 但杨皇后宁死不从 结果被慕容勇当场处死 公元386年正月 慕容锤在中山正式称帝 中山也成为后燕的都城 慕容锤称帝后 封慕容德为尚书令 慕容凯为左仆叶 其他跟随慕容锤南征北战的人 均得到封上 当年10月 慕容勇进驻长子县 宣布登基为帝 此时慕容锤的儿子 慕容俊 慕容柔 孙子慕容盛 慕容慧等人 还在慕容勇镇中 慕容会见慕容勇称帝 知道自身会大难临头 便提议东归回到慕容锤身边 但慕容俊不相信 慕容勇会对同胞挥刀相向 拒绝东归 后来慕容柔等人 顺利逃离了西烟 未来的及逃跑的慕容俊 连同慕容锤其他子孙后代 都被慕容勇诛杀 慕容柔等人逃回前焉后 慕容锤非常高兴 宣布大赦天下 同时对慕容勇诛杀 他子孙后代的行为 十分愤怒 但慕容锤并未决定 发兵前去讨伐 因为他当前 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慕容锤登基后 先平定了冀州 幽州和平州的前秦势力 然后又南下渡过黄河 拿下了衍州 历城 青州 徐州等诸多要地 公元387年5月 慕容锤亲自率军前去攻打丁陵部落 部落首领 翟辽自知不是慕容锤的对手 最终弃城投降 慕容锤任命翟辽为徐州墓 不过翟辽并未因为慕容锤的后代 而感恩戴德 五个月之后 翟辽起兵叛变 并在清河郡一带烧杀抢掠 慕容锤为此大怒 派兵前去讨伐 翟辽见不是对手 派人向慕容锤道歉 祈求再次归降 慕容锤受够了翟辽的反复无常 坚持派兵讨伐 翟辽求和无果后 干脆登基自立 公元388年2月 翟辽封自己为魏天王 后世将这段政权成为翟魏 不过翟魏并不属于五湖十六国之一 翟辽登基后 打退了后燕前来讨伐的大军 并多次骚扰后燕边境 给后燕带来了一定的困扰 不过翟辽仅在位三年便去世 翟辽死后 他的儿子翟昭继位 公元392年3月 不堪其扰的慕容锤 决定亲自征讨翟位 翟昭自知不敌 于是派人向西燕求救 西燕皇帝慕容勇收到求救信后 询问大臣们应对之策 中书侍郎张腾一针见血地指出 此番慕容锤亲自出马前去讨伐 翟位肯定不是对手 一旦让慕容锤拿下翟位 下一个目标就会是西燕 张腾建议应该及时派兵相助 但上书郎豹尊却表示 慕容锤已经不负当年之勇 西燕应该做官龙虎斗 等他们两败俱伤之际 再出来坐收余力 最终慕容勇采纳了豹尊的建议 慕容锤得知西燕未派兵救援 便开始组织整体进攻 在慕容锤的率领下 翟昭很快被打得溃败 兵败之后 翟昭带着七儿躲进了白鹿山 慕容锤派慕容农前去捉拿 由于白鹿山地形比较险要 一手难攻 慕容锤采取了为师必缺的策略 他派人切断了白鹿山的粮草运输 同时留出一条通道 让翟昭逃跑 经过一段时间的包围 翟昭粮草不济 于是率人突围 翟昭在不重的保护下突围成功 跑到了慕容勇那里寻求庇护 其他人则悉数被俘 存世仅仅四年的翟位 也宣告灭亡 翟昭投奔慕容勇后 受到了后代 慕容勇任命他为车骑大将军 兼任燕州木 但翟昭和他的父亲翟辽一样 都是反复无常的小人 翟昭投降后没多久便密谋反叛 结果计划败露 被慕容勇当场斩杀 灭掉翟位后 慕容锤并未直接对西烟发起进攻 而是率军班师回朝 公元393年10月 慕容锤召集文武百官前来开会 讨论该不该讨伐西烟 对此 朝堂大臣们分成了两派 慕容家族的大臣坚决支持讨伐西烟 而其他大臣则表示 连年征战让将士们疲惫不堪 不一再发起战争 通过大臣们的不同态度也能看出 只有慕容家族对讨伐西烟有动力 其他大臣只想做个太平臣子 慕容锤听完讨论后 最终决定讨伐西烟 他说不能把这个麻烦留给子孙后代 当年11月慕容锤在京师调集了7万兵马 然后又调集了各州精锐部队 他自己亲自率领一路大军 另外两路大军分别由慕容凯和慕容农带队 兵分三路同时进攻西烟 此次征讨西烟可谓是出动了全国之力 得知慕容锤前来讨伐的消息后 慕容勇也积极做出应对 他料定慕容锤会率领大军从太行行前来 因为太行行是进取西烟的必经之路 于是在此部下重兵等候 但慕容锤并未攻打太行行 而是反其道而行之 绕道攻打西烟的后勤重地台币 并成功将其包围 驻守台币的西烟上书令 刁云和车骑将军慕容忠认为慕容勇时日无多 直接向后烟投降 慕容锤以极小的代价拿下了台币 台币失守后 慕容勇为了挽回局面 把大军从太行行调集到台币 他亲自率军出战 但慕容勇在慕容锤面前 显然不是一个优秀的将领 双方裂开阵势 准备决议死战 慕容锤假装败走 慕容勇气血上头亲自率军追击 结果中了埋伏 当场被杀死一万多人 慕容勇在乱军中杀出重围 独自逃回了京城 随后慕容锤将慕容勇大败的消息 广为散播 诸多西烟将领弃城而逃 慕容锤率领大军长驱直入 包围了西烟的都城 慕容勇本打算弃城而逃 向后勤投降 在势中兰英的鼓励下 他打算一边坚守城池 一边向晋士和北魏搬救兵 收到求救信息后 晋士和北魏都同意派兵相助 但援军尚未到达 西烟大将慕容一斗龟 主动打开城门迎接慕容锤入城 慕容锤进城后 将慕容勇就地斩首 就连主动投降的慕容义斗龟 刁云等人也被视作叛徒斩首 随着慕容勇被杀 立国十一年的西烟宣布灭亡 西烟的地盘也被纳入厚烟版图 灭掉西烟后 慕容锤趁军队士气阵旺 派慕容锤东渡黄河 攻打近视的青州衍州等地区 慕容锤一路攻城拔寨 打到了东海郡 公元394年11月 慕容农大败东晋幽州刺史史魂 将后烟的势力范围不断扩大 慕容锤对慕容锤的表现十分满意 对他加以重赏 随后将他召回京城修正 此时的后烟已经成为北方最大的一股势力 风头一时无两 可就在此时 北魏皇帝拓跋归想挑战一下慕容锤的权威 他派兵前去侵犯后烟的边境 慕容锤想给拓跋归一个教训 他派太子慕容宝、慕容农和慕容林率领八万大军前去迎敌 眼见后烟大军来讨 拓跋归主动示弱 他一边下令让军队转移 一边向后勤班救兵 准备把后勤也牵扯进来 公元395年8月 后烟和北魏隔着黄河对峙 慕容宝率领战船打算强渡黄河 结果遇上大风渡河计划失败 此次慕容宝出征之时 年近七十的慕容锤已经卧病在床 如今大军在外几个月 慕容宝不清楚父亲的病情 为了切断慕容锤与慕容宝之间的联系 拓跋归派人守得双方送信的必经之路上 抓住送信的使者进行威逼利用 让其在燕军镇中散播慕容锤去世的假消息 尽管慕容宝对于这个消息持怀疑态度 但谣言持续的太久 总有人会信以为真 后来一些燕军将领确信慕容锤已死 就连慕容宝也变得有些焦躁 此时慕容宝的谋士劝他应该及时撤军 以免军中生变 慕容宝没有采能谋士的建议 继续与北魏大军隔阂对峙 在此期间 大将慕于松确信慕容锤已死 并试图杀死慕容宝拥立慕容林为帝 结果因为走漏消息被杀 此事也使得慕容林与慕容宝之间出现了裂痕 公元395年11月 正值北方龙东时节 慕容宝建河面上开始结兵 便命人烧掉战船准备撤军 拓跋龟建河面结兵 在夜色的掩护下 成功渡河准备偷袭燕军 当燕军撤退至参合碑时 慕容宝让慕容林率领三万人殿后 随时报告卫军的动向 慕容林本就对慕容宝心生不满 此次让他殿后掩护大军撤退 更是让他心生怨恨 慕容林把这次任务当作耳旁风 他认为拓跋龟没有胆子主动追击 便没有派人探查卫军动向 拓跋龟得知燕军的撤军方向后 一路上谨慎行军 终于在几天后赶上了燕军的队伍 并趁其不被包围了他们 当北魏士兵突然出现的时候 燕军才察觉到大势不妙 但为时已晚 整个燕军顺时乱作一团 拓跋龟带领起兵精锐 对燕军发起了冲击 将毫无准备的燕军冲得七零八岁 慕容宝见状不妙 带着一众亲信逃跑 留下数万士兵或被杀死 或跳河被冻死 此役过后 燕军紧逃出去几千人 随军出征的其他慕容皇室 宗亲大部分被擒 拓跋龟从一众官员中 挑选了一些有能力的人留为己用 剩下的数万后燕将士 则被就地活埋坑杀 当慕容宝率领几千残兵返回中山时 并踏上的慕容锤火冒三丈 把慕容宝怒斥了一顿 慕容宝经过一番检讨后 请求再次出兵讨伐北魏 一雪前耻 慕容锤认为拓跋龟刚打了胜仗 一定会轻敌 此时出兵是个好时机 但他对慕容宝不放心 打算御驾亲征 公元396年3月 慕容锤抢撑着身体 再次出兵北魏 在慕容锤的指挥下 燕军将士们士气十足 一路过关斩将直奔北魏京城 拓跋龟没想到燕军会卷土重来 更没想到慕容锤会御驾亲征 当得知燕军直逼京城时 拓跋龟打算弃城逃跑 可就在此时慕容锤发生了意外 当慕容锤行军至参合碑时 看到被坑杀的士兵 心里激火攻心 病情再次加重 连起身坐立都变得很困难 无奈之心 燕军只好撤退 在撤军的途中 慕容锤病逝终年71岁 纵观慕容锤的一生 他出身于皇家 但处处受到皇室宗亲的排挤 最终不得不远走他乡 跻身于福坚篱下 在寄居前秦的日子里 慕容锤忍辱负重 一直寻找复国的机会 后来成功建立后燕 并一路开疆破土 将国家治理的井井有条 只可惜他的子孙 不具备他打天下的魄力 也不具备守江山的能力 慕容锤只能寒恨而终 为了稳定军心 慕容锤去世后 慕容宝选择密不发丧 直到大军返回京师 慕容宝才公布死讯 料理完慕容锤的后事后 慕容宝于当年四月继位登基 继续延续后燕的国作 就在后燕灭掉西燕的同时 前秦与西秦之间 也在进行着一场生死战斗 前秦皇帝扶劈被杀后 他的侄子福登扛起了大旗 福登是一员猛将 战斗力十足 而且比较残暴 在那个缺吃少粮的年代 福登的将士们 每天都有肉吃 这些肉都是来自敌人的尸体 福登用这种方式来鼓舞士气 同时让军队能够得以生存 福批死后 福登接过了军权 他本想推举福批的儿子福役为帝 但大家都觉得福役年龄太小 无法担起大任 现在是前秦生死攸关的时刻 必须推举一个能独当一面的人当皇帝 毫无疑问 福登就是那个独当一面的人 在众人的拥立下 福登继位登基 福登登基后的第一件事 便是攻打后勤 为福坚报仇 福登的个人作战能力虽然很强 但他的指挥才能不及姚长 福登和姚长打了好几年 不但未占据上风 反而被打得节节败退 福登的儿子福尚被杀 妻子毛皇后被俘后 因为不堪凌辱 自杀身亡 福登眼见妻儿 相继离世而无能为力 就在福登逐渐被逼入绝境时 姚长突然旧疾复发 不得不返回长安养病 公元393年12月 十年64岁的姚长病逝 姚长去世后 他的儿子姚兴继位登基 福登得知姚长去世的消息后大喜 并趁新王登基之际 发兵前去攻打 福登本以为姚兴是个能力平庸的皇帝 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 公元394年4月 福登大举发兵前去讨伐后秦 双方在废桥发生大战 后秦在大将引尾的带领下 将福登的军队打退 连吃败仗让福登情绪非常低落 更让福登感到雪上加霜的是 在兵败的荡天夜里 前秦军队发生了夜惊 士兵们四散而逃 整个军队乱作一团 福登拼命喊话维持秩序 但无能为力 为了保命 福登只能骑马逃跑 最终逃到了平凉避难 并在那里将残兵聚集起来 对于此次失败 福登并不甘心 他发誓要灭掉后秦 为了寻求帮助 他将自己的儿子福宗送到西秦当人治 此时 西秦国王祈福国人已经去世 他的弟弟祈福贤规继位登基 福登随后又把自己的妹妹 嫁给了祈福贤规 以此来获得西秦的帮助 祈福贤规觉得福登很有诚意 便派两万骑兵前去救援 姚兴得知福登向西秦搬救兵的消息后 在援军到达之前主动出击福登 并成功将其升秦 一般来讲 政权之间只有国家层面的恩怨 灭掉其他国家后 也会善待王国君王 但姚兴和福登之间是个人恩怨 姚兴抓住福登后 随即将其斩首 福登死后 姚兴把前秦军队解散 让他们回乡务农 然后把福登的皇后赏给部将享用 后来福登的儿子福虫 逃到了皇中登基称帝 继续延续前秦政权 西秦军队半路上得知福登被杀的消息后 不但没有继续救援 转而调转枪头前去攻打福虫 刚登基不久的福虫立刻收拾行装前去投奔福间的女婿杨定 西秦军对穷追不舍 最终将福虫和杨定斩杀 随着福虫被杀 前秦正式宣布灭亡 作为曾经的北方霸主 前秦立国44年 历经六代帝王 最终以这种形式泄木 实属让人唏嘘 导致前秦灭亡的直接原因是肥水之战 将这场战争称为改变华夏历史走向的战争丝毫不为过 就在中原陷入一片大乱斗之际 突发鲜卑部落悄然崛起 突发鲜卑在西晋时期就在梁州一带占据了根据地 给西晋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后来西晋名将马龙打败了突发鲜卑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 突发鲜卑一直寂寂无名 直到突发乌辜的出现 才带领突发鲜卑重新崛起 突发鲜卑崛起后 后梁君主吕光派人前来收编 并任命突发乌辜为冠军大将军 当时突发鲜卑还不是后梁的对手 突发乌辜便接受了官职 向后梁称臣 突发乌辜此举是迫于无奈 此后他积蓄力量 把周边的小部落全部讨伐了一遍 并征服了一云鲜卑 随着实力一天天增强 突发乌辜萌生了脱离后梁的想法 尽管吕光不断给他加授官职 一心想要自立的突发乌辜心意已决 并于公元397年正月 自封为大都督、大将军和大禅瑜 正式宣布自立 后市将突发乌辜建立的这段政权称为南梁 南梁是五湖十六国中第十一个建立的国家 突发乌辜建立南梁后 立马对吕光发起了进攻 并一举拿下了后梁的金城 随后 南梁与后梁在接亭爆发了大战 南梁再次将后梁打得大败 接连失败的后梁 让国内的其他部落蠢蠢欲动 由于吕光晚年非常昏庸 动不动就兴起杀戮 这让投奔后梁的部落首领 非常没有安全感 居住在张叶一带的匈奴部落 在吕光称王后宣布称臣 吕光任命匈奴部落首领 举曲罗囚为上书 此前 吕光讨伐西秦祈福潜规使 带着举曲罗囚和他的弟弟 举曲曲州一同前往 后来 吕光被西秦打得大败 为了推脱责任 吕光把失利之责 推到了举曲罗囚兄弟身上 并将他们推出去斩首 举曲罗囚死后 他的儿子举曲蒙训 接管了父亲的军队 吕光的做法 引起了匈奴部落的严重不满 在举曲罗囚的葬礼上 举曲蒙训振臂高呼 要起兵反对吕光 此举得到了部落的支持 公元397年4月 举曲蒙训带兵攻克了林松郡 后来举曲蒙训与堂兄举曲南城 兵河一处 准备进攻建康郡 在进攻之前 举曲南城派人前去游说 建康太守段叶 说吕光残暴昏庸 后梁气术已尽 希望段叶能共同起兵 反抗吕光 段叶是汉人 他对于反叛一事比较谨慎 便没同意举曲南城的请求 双方爆发了大战 段叶本以为吕光会派人前来援助 但直到建康郡濱临城破时 都未等到后梁的援军 段叶见大势已去 便答应了举曲南的请求 公元397年5月 举曲南城推举段叶为大都督 遵他为首领 段叶没有推辞 他宣布自立 任命举曲南城作为辅国将军 任命举曲蒙迅为镇西将军 后世将这段政权称为北梁 北梁是五湖十六国当中 第十二个建立的国家 公元398年4月 段叶命镇西将军举曲蒙迅前去攻打后梁 并生擒得了吕光的侄子吕淳 听闻吕淳被俘后 后梁敦煌军太守孟敏选择了投降 段叶任命孟敏为沙州刺史 兼任敦煌太守 驻地在敦煌 任命李浩为孝谷县县令 李浩将孝谷县治理的井然有序 百姓安居乐业 深得当地百姓的爱戴 后来梦敏去世 敦煌太守一直出现了空缺 段叶听说李浩做得不错 所以打算提拔他为敦煌太守 李浩的好友索四 知道段叶的决定后 心生妒忌 他告诉段叶 说李浩在敦煌一带的号召力很强 如果让他担任太守 将来会成为心腹大患 听完索四的建议后 段叶改变了主意 转而任命索四为敦煌太守 索四得到任命后大喜 当即动身奔赴敦煌上任 当他到达距离敦煌二十里时 派人通知李浩前来迎接 李浩对与敦煌太守 失之交臂一事非常不满 在部将的建议下 他决定杀掉索四 在敦煌自立 于是派心腹宋游以迎接的名义 前去诛杀索四 索四在侍从的保护下逃回了张叶 后来 李浩得知索四在任命 敦煌太守一事上作梗 便上书段叶要求诛杀索四 恰好辅国将军举渠南城 也非常讨厌所思 段叶不敢得罪举渠南城 便将所思诛杀 然后提拔李浩为镇西将军 都督西北军事 公元四百年十一月 北梁晋昌郡太守唐瑶 宣布起兵反叛段叶 唐瑶起兵后 向其他六军发布倡议 推举李浩为冠军大将军 其他军手均表示同意 在众人的推举下 李浩宣布自立为王 后人将李浩建立的政权称为西梁 西梁是五湖十六国中 第十四个建立的政权 当初后燕在参合杯被北魏打得大败 功勋皇帝慕容锤 在复仇的途中身亡 得知慕容锤去世的消息后 北魏皇帝拓跋归大喜 也正是在此时 拓跋归有了一统中原的志向 公元396年8月 这一年兵州出现大旱 庄稼颗粒无收 拓跋归见十几已到 派出四十万大军攻打兵州 驻守兵州的慕容农被打得大败 他的妻女老小都被俘虏 慕容农通过拼杀逃出重围 带着三个骑兵狼狈地回到了中山 慕容农回到中山后 发现后燕内部也在暗流涌动 当初慕容锤临死前 特别交代慕容宝立慕容会为太子 但慕容宝更喜欢另外一个儿子慕容策 虽没有遵从慕容锤的嘱托 立慕容策为太子 此事引起了慕容会的严重不满 只是碍于大敌当前 慕容会便没有争执此事 面对北魏军团大举来犯 慕容宝准备兼臂青野 和对方打持久战 此举让拓跋归非常意外 拓跋归见燕军没有主动出来迎战 便指挥大军直奔后燕都城中山 当魏军攻克长山郡之后 后燕其他郡县纷纷纷投降 最终只剩下中山 叶城和信都三座孤城苦苦之称 为了一举拿下后燕 拓跋归兵分三路 他让东平宫拓跋归前去攻打叶城 冠军将军王剑和左将军李立进攻信都 拓跋归本人率军攻打中山 在生死存亡面前 燕军选择了死守 北魏三路大军遭到了激烈的抵抗 由于这三座城池城防坚固 加之北魏内部出现了矛盾 三路大军同时遭遇失败 燕军凭借顽强的意志守住了城池 公元397年正月22 拓跋归率领大军前往信都 三路大军兵河一处对信都发起攻击 驻守信都的慕容凤坚守失败 他带着亲信逃离 拓跋归成功拿下信都 随后北魏大军又剑指中山 慕容宝为了激励将士 把宫中的金银珠宝和宫女嫔妃 都拿出来犒劳将士 让他们誓死守城 就在北魏大军围攻中山时 隶属于北魏的独孤部落酋长 莫根因为与拓跋归不合 趁机向后燕投降 梅根的侄子丑题担任北魏兵州监军 当他得知叔叔莫根投降后 担心自己受到惩罚 也果断起兵造反 并趁机偷袭北魏的首都 拓跋归得知大本营被偷袭后 一边率兵回援 一边派人向后燕讲和 并承诺把弟弟送过去当人质 但慕容宝没答应求和 他召集了燕国全部的15万军队 在忽托河北岸阻截拓跋归 准备一举将其歼灭 二月初九夜 慕容宝派出一万赶死队 强行渡河偷袭北魏大营 结果失败而归 偷袭失败的消息 传回燕军大营后 燕军一片慌乱 此前 拓跋归坑杀燕军俘虏的事情 给对方留下了阴影 当拓跋归派军前去追击时 燕军纷纷溃逃 当时正值龙东使节 燕军一路上死伤无数 最终狼狈地逃回了中山 当初中山被围使 慕容宝让慕容会前来支援 慕容会故意拖延行军速速 直到三月份才到达继城 在中山被围困的日子里 与慕容宝有矛盾的慕容林 派人前去刺杀慕容宝 计划失败后 慕容林逃到附近山中躲避 此时中山城内人人自危 慕容宝也知道大势已去 便率领众人前去继承投奔儿子慕容会 开封宫慕容祥未跟随前往 而是继续守城 慕容宝虽然是皇帝 但此时的他 不得不屈居于儿子慕容会之下 慕容会趁机发动政变 以平叛的名义 准备诛杀慕容龙和慕容龙 这两人都是慕容宝的得力助手 慕容龙当场被杀 慕容龙则杀出重围 逃进了深山躲避 几天后 慕容龙主动来大营请罪 慕容宝召集众人前来审判慕容龙 席间慕容宝会议为将军慕于腾刺杀慕容会 慕容会侥幸躲过一劫 逃出了大营 慕容会回到军队后 立刻调兵前来攻打慕容宝 慕容宝不敌 率军狂奔到二百里之外的龙城 当年四月 慕容会率军前去攻打龙城 慕容宝站在城墙上 和城下的慕容会相互指责谩骂 将士们看到平日高高在上的皇帝和皇子 像街头混混一样骂街 忍不住哈哈大笑 这也为紧张的战争气氛 带来了一丝缓和 两人打完嘴仗后 慕容宝当晚派自己的养子高云 率领赶死队偷袭慕容会的大营 并将他杀得大败 慕容会带着十几名亲随逃往中山城 慕容会刚进城 就被驻守在此的慕容祥斩杀 随后慕容宝杀死了慕容会的母亲 以及他三个儿子 高云因为立下大功被慕容宝封为建威将军 皇家没有亲情 都是斗争 尤其身处乱世 父子兄弟之间都不能信任 在自身利益面前 亲人都是可以被出卖的对象 经过一段时间的围攻后 北魏仍未拿下中山 加之长途作战 北魏军队出现粮食短缺 公元397年5月 拓拔归下令撤军 中山之围宣告解除 得知北魏退兵后 慕容宝派人前去接守中山 慕容祥认为 北魏退兵都是他一个人的功劳 他不想和慕容宝分享胜利果实 便杀掉了来使 自己登基称帝 驻守夜城的慕容德 得知慕容祥称帝的消息后 也打算称帝自立 后来得知慕容宝尚未去世 便打消了念头 慕容祥称帝后 完全暴露了凶残的本性 他不仅娇奢淫义 还动不动就杀人 甚至连心腹大臣都不放过 短短几个月内 被他诛杀的大臣 就多达五百多人 慕容祥的做法 引起了民怨沸腾 当时恰逢城内缺粮 慕容祥担心北魏前来偷袭 遂紧闭城门 不允许百姓出城寻找粮食 一时间城内饿漂遍野 为了解决粮食短缺问题 慕容祥派辅国将军 张湘率领五千人 到常山郡纳粮 此前逃入山中躲避的慕容林 趁机率领丁灵部落的人袭击张湘 并成功控制了对方军队 随后慕容林带人攻打中山 城内士兵主动打开城门迎接 慕容林顺利入城 并抓住了慕容祥将其斩首 拿下中山后 慕容林登基称帝 为了解决粮荒 他允许百姓们出城寻找生路 凭借此举 慕容林赢得了民心 当年八月 拓跋归把大军前往常山郡 由于水土不服 北魏士兵出现了严重的瘟疫 死伤人数接近一半 加之士兵们长期作战 思乡之情非常强烈 人们都盼着撤兵回家 大臣们劝拓跋归撤军 此时 拓跋归说了一番痛击心灵的话 他说 士兵们死伤都是天意 只要能拿下足够多的城池 军队就不怕没有人 为了统治天下 这些牺牲都是可接受的 大臣们见拓跋归如此坚决 便不敢劝说撤兵 将士们只能硬着头皮 继续对中山发起进攻 此前 慕容林允许城中百姓 到城围寻找粮食 几个月过去 城外的粮食被吃完 城内再次陷入饥荒 两只饥饿的大军碰到一起 势必要分出胜负 当年9月29 拓跋归准备进攻慕容林 此时 太史令朝崇提醒拓跋归 说当天是甲子日 昼王就是在甲子日被消灭的 行军打仗都比较忌讳 在这一天出兵 拓跋归听后非常不悦 但他没有发怒 他告诉朝崇 甲子日既是咒王灭亡之日 也是周五王兴起之日 拓跋归显然没把自己当作咒王 这个回答也让朝崇无言以对 从拓跋归对士兵生命 和甲子日的态度可以看出 他身上的确具备帝王之才 但缺少了一些仁慈怜悯 或许仁慈怜悯 从来不是帝王首先考虑的 随后拓跋归发起全面进攻的命令 慕容林的军队不是对手 当场被斩杀九千多人 慕容林带着妻儿和十几个骑兵弃城 逃往夜城投奔慕容德 随着慕容林逃跑 拓跋归顺利拿下了中山城 慕容林来到夜城后 主动放弃地号 恢复了赵王的称号 他建议慕容德主动放弃夜城 因为中山失守后 夜城内也是人心惶惶 此时应该南下前往华台驻守 以黄河为屏障 阻挡北魏大军南下 从慕容林的分析来看 他不是一个庸才 慕容德觉得有道理便打算南下 公元398年1月 慕容德带领城中四万户人家 浩浩荡荡的南下 此时的慕容德已经63岁 他自知时日无多 临终前想过一把当皇帝的引 慕容林看穿了他的心思 遂主宋联合大臣 请求慕容德登基称帝 慕容德比较在乎吃相 没有直接称帝 而是效仿哥哥慕容锤 改称燕王 设立百官 后世将慕容德这段政权称为南雁 南雁是五湖十六国中 第十三个建立的国家 眼见慕容德已经年迈 慕容林动了造反的心思 他准备起兵杀掉慕容德 对此慕容德早有防范 慕容林还未来得及起兵 就因计划泄漏被慕容德斩杀 拿下中山后 拓跋归让拓跋一镇守中山 他打算率军北返 为了方面行军 拓跋归下令 在当地争掉了一万多名苦力 开凿了五百里山路 此次拓跋归出征 除了拿下中山外 还得到了名相王猛的孙子王献 当他知道王献是王猛的孙子后 非常兴奋 他任命王献为青州中正 并主持门下事务 当慕容宝得知中山陷落后 不知该何去何从 慕容农表示 此时和北魏开战已经不太现实 当务之急是补充军队的资重和牲口 经过一番商议 他们决定扫荡周围的小步路 慕容宝让儿子慕容盛驻守龙城 任命慕容农和慕渝腾为先锋 慕容宝则率领一众人马殿后 公元398年2月在慕容宝出征的路上 禁军头领段素谷和宋世梅叛变 杀死了一些皇室宗亲 此时的燕军将士已经厌倦战争 他们无心恋战 纷纷趁乱逃走 慕容宝和慕容农杀出重围 逃回了龙城 段素谷随后率军杀回了龙城 一向能争善战的慕容农 剑段素谷来伐 做了一个令人大跌眼镜的举动 他主动向段素谷投降 段素谷对此都感到非常意外 得到慕容农之后 段素谷和慕容农骑马 围着龙城绕了一圈 慕容农在军中的威望非常高 其他将士见慕容农投降 也都主动气泄归降 这一幕让慕容宝看傻了眼 他来不及犹豫 带领慕容盛 慕渝腾等人弃城而逃 段素谷随即占领了龙城 段素谷忌惮慕容农的声望 将他软禁起来 以慕容农的声望 随时能组织兵力进行反抗 段素谷自知不如慕容农 为了永绝后患 他派人将其杀死 一代名将慕容农 以一种非常屈辱的方式殒命 当年三月 慕容宝的旧将兰汉 突然带兵闯入段素谷的大营 将他一众党羽全部杀死 然后兰汉派人去迎接慕容宝回城 慕容宝信不过他 选择南下投奔慕容德 当慕容宝到达慕容德领地时 派使者前去通知慕容德 前来迎接圣驾 使者出发后不久 慕容宝听说慕容德称帝的消息后 他当即率人北陶 慕容德得知使者的来议后 直接将其斩首 在北陶的途中 慕容宝派慕于腾和儿子慕容胜 到冀州招揽旧部 慕容宝平时为人残暴 到了冀州后 没有人愿意跟随他前往 慕容胜认为 这都是慕容疼的错 便趁机将其诛杀 招募旧部失败后 慕容宝听说兰汉在龙城内 祭祀慕容家的宗庙 认为他还忠于自己 便打算返回龙城 慕容胜认为 不宜贸然回龙城 但慕容宝不听 慕容宝觉得兰汉是慕容胜的岳父 深受慕容家的恩惠 不会为难他 后来兰汉派人前去迎接慕容宝 慕容胜流泪跪下劝阻 慕容宝置之不理 回到了龙城 慕容胜则和将军张真留了下来 当慕容宝满心欢喜地 准备回龙城做皇帝时 兰汉将慕容宝带到龙城郊外杀死 十年四十四岁的慕容宝殒命 慕容宝在为三年做了很多蠢事 得此下场实属不冤 与慕容宝一起被杀的 还有慕容策等一众王公大臣 杀掉慕容宝后 兰汉自立为王 听闻父亲被杀后 慕容胜不顾张真的劝阻 前往龙城奔赃 到了龙城后 兰汉的妻子和女儿 为慕容胜下跪求情 兰汉念及翁婿之情 便没有杀慕容胜 还任命他做侍中 兰汉的哥哥兰迪和弟弟兰 嘉南多次要求杀掉慕容胜 均被兰汉拒绝 慕容胜并没有因为兰汉不杀之恩 而心生感激 他私下里与兰汉的外孙 慕容克的孙子慕容其合谋 准备礼应外合 光复大燕祖业 慕容其此后来到建安 召集了数千人起兵讨伐兰汉 兰汉本想派兰迪率兵前去讨伐 但慕容胜告诉兰汉 慕容其只是个孩子 他之所以这么做 肯定是有人在幕后挑拨 慕容胜把幕后主使指向兰迪 平日里兰迪非常骄横跋扈 甚至连兰汉都不放在眼里 慕容胜正是利用兰汉的多疑 和兰迪的骄横跋扈 来挑拨他们之间的矛盾 对于慕容胜的挑拨 兰汉重计了 他不但罢免了兰迪的军权 还派与兰迪不合的将军 尼墓前去讨伐慕容其 时值七月 龙城遭遇了几十年一遇的大汉 在那个崇尚迷信的年代 兰汉认为 是慕容宝的冤魂萦绕在龙城上空 才导致城中大汉 为了给自己洗刷罪行 兰汉在慕容宝灵前祭拜的时候 把罪责都推到兰迪和兰迪嘉南身上 使则是他们煽动自己犯下大错 兰迪和兰迪嘉南得知此事后异常愤怒 聚集了几千人发起兵变 兰汉派太子兰目前去讨伐 将二人打得溃败 兰迪得胜归来后 兰汉设宴犒劳将士 当晚兰汉与兰木都喝得鸣鼎大醉 慕容胜趁机带人闯入宫中 杀死了兰汉与兰木 随后 慕容胜又在城中搜到兰迪和兰迪嘉南的藏身之所 并将他们斩杀 兰汉身边的将士大多数都是慕容家的旧将 他们见兰汉已死 便重新效忠慕容胜 随着兰汉等人被杀 龙城又重新回到慕容家族手中 公元398年7月21 众人推举慕容胜称帝 但慕容胜自封为常乐王 以王爷的身份总理朝政 慕容骑听闻慕容胜自立的消息后 认为自己被耍 便率兵前来讨伐 只可惜慕容骑在慕容胜面前只是个孩子 完全不是慕容胜的对手 慕容骑兵败后被生擒 随后被慕容胜赐死 当年八月 步兵校为马秦起兵造反 慕容胜很快派兵平定了叛乱 马秦死前招供出票旗将军慕容虫是幕后主使 对此慕容虫坚决不承认 但慕容虫的辩解已经不重要 随后 慕容胜下令赐死了慕容虫和他的弟弟慕容成 经过一些连的评判 反对慕容胜的人都被剪除 此时 群臣集体劝谏慕容胜登基称帝 慕容胜没有再推辞 当年10月17日慕容胜正式登基称帝 继续延续后焉的国作 自从慕容胜登基后 针对他的暗杀政变持续不断 虽然慕容胜大多数时候都能一一化险为夷 但只要失败 以此就足以让他坠入深渊 公元401年8月 左将军慕容国和殿上将军秦渝断赞密谋诛杀慕容胜 但因为消息泄露被慕容胜反杀 因为此次事件被处死的人多达上千人 但人们并未因为慕容胜的残暴而停止刺杀 不久之后 秦渝的儿子秦兴莲和段基等人秘密潜入宫中刺杀慕容胜 并成功让慕容胜身负重伤 受伤后的慕容胜强忍剧痛稳定大局 但终因为伤势过重身亡 慕容胜死时年仅29岁 在位三年 慕容胜生前曾策立慕容定为太子 大臣们觉得慕容定过于年幼 不能支撑起大局 希望慕容胜的丁皇后能够拥立年长的宗亲为帝 大臣们一致推举慕容胜的弟弟慕容元为帝 但丁皇后与慕容胜的叔叔慕容熙有奸情 在丁皇后的推动下 最终慕容熙登基为帝 为了永绝后患 事后慕容熙派人杀死了慕容元和慕容定 慕容熙是历史上有名的痴情皇帝 他登基之后 他把当世著名姐妹花 福松和福迅英纳入后宫 当初帮慕容熙上位的丁皇后 眼见慕容熙移情别恋 内心十分妒忌 他后悔帮慕容熙夺位 准备联合其他慕容宗亲除掉她 结果因计划败露被杀 处死丁皇后之后 慕容熙便把心思全都放在福氏姐妹花身上 为了讨好福氏姐妹 慕容熙无所不用其极 大肆征用劳工修建豪华宫殿 只是常规操作 为了在福氏姐妹面前展示男性雄风 慕容熙经常不顾士兵们的死活 在极端严寒出门打猎 期间每次都得冻死上千士兵 公元405年1月 高沟黎侵犯厚烟的边境 慕容熙想在福氏姐妹面前表现一番 她亲自率兵前去征讨 起初燕军攻打高沟黎非常顺利 将对方城墙破掉一个大的缺口 士兵们马上就可以杀进城 但慕容熙为了讨福氏姐妹开心 要求士兵们把高沟黎的城墙铲平 她要和福氏姐妹坐着碾车进城 如此一来 准备杀进城的燕军 不得不退回来重新攻城 高沟黎趁机修复城墙 加强防御 此时正值北方龙东世界 天降大雪 士兵们带的资重不够 加之攻城遇到阻碍 冻死者不计其数 慕容熙在众人的劝说下 班师回朝 此番攻打高沟黎失败 让慕容熙在福氏姐妹面前丢了面子 为了证明自己 她带上皇后福迅英去攻打契丹部落 此时的契丹部落兵强马壮 慕容熙眼见对方是块硬骨头 准备撤军 但福迅英要求 必须打一仗才肯回去 气氛烘托到这个地步 慕容熙只好硬着头皮打一仗 讨福迅英欢心 为了能打胜仗 慕容熙决定再次去拿捏高沟黎这个软柿子 于是下令军队掉头 长途奔袭三千里前去攻打高沟黎 士兵们在天寒地洞中行军 还未到达高沟黎就折损了大半 等到达高沟黎的目的成 士兵们已经疲惫不堪 根本无力攻城 慕容熙强行下达攻城命令 最终以惨败收场 在此次攻城中 慕容熙的心腹重臣 西洋公慕容云身负重伤 她觉得慕容熙如此折腾会出大问题 便主动请辞回家休息 不再主动接近慕容熙 服侍姐妹恃宠而骄 经常故意为难他人 慕容熙为了讨好他们 时常滥杀无辜 公元407年 福迅英病亡 慕容熙接受不了这种结果 悲伤的垂胸顿足 他想到今后都见不到福迅英 便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在福迅英的棺材里 与其发生了关系 这种行为 放在世界历史上 都是非常惊世骇俗的 福迅英死后 慕容熙以各种理由 大杀四方 让朝臣们为他陪葬 一时间造成了举国上下民怨沸腾 中尉将军冯拔和弟弟冯素福 也在陪葬之列 他们为了活命 打算奋起反抗 冯拔兄弟 趁慕容熙为福迅英下葬时 疏于防范 率兵拿下了京城的武器库 并攻陷监狱 将罪犯们组织起来反抗 事后 冯氏兄弟推举西洋公 慕容云为盟主 带领他们起事 慕容云本是高沟黎皇族 后来被慕容皇室 次姓慕容 公元407年7月 慕容云在冯氏兄弟的推举下 自称天王 改姓为高 后世将这段政权称为北燕 北燕是五湖十六国中 最后一个建立的政权 在高云的带领下 很快破掉了慕容熙的防御 7月29 慕容熙被抓 高云将慕容熙的罪状公布于天下 然后将其斩首 此时年仅23岁 随着慕容熙被杀 立国24年的后燕 正式宣布灭亡 高云并没有因为灭掉后 燕高兴太久 因为在冯氏兄弟眼里 他只是个傀儡 北燕朝政大权都在冯氏兄弟手里 核心岗位的人员任命 都得经过冯拔同意 为了制衡冯氏兄弟 高云培养黎班和陶仁 作为自己的亲信 让他们负责宫廷保卫工作 为了拉拢他们二人 高云赐给他们无数奇珍异宝 并给他们修建了豪华府邸 但他们二人只是看在钱的面子上 暂时效忠高云 一旦有人出更高的架马 他们就会背叛 冯拔当初扶持高云上位 只是权宜之计 他一心想要除掉高云自立为王 他找到黎班 陶仁 许诺 他们只要杀死高云 就能得到更高的职位 公元409年10月 黎班和陶仁利用植物之变 闯进宫中将高云杀死 就当他们二人满心欢喜地提着高云的首级前来请宫时 冯拔下令将他们二人处死 随后 冯拔对外宣布 黎班二人反叛备注 后来 冯拔在众人的推举下登基 冯拔登基后 仍然保持北燕的国号 就在后燕灭亡 北燕立国之际 姚氏宗族治下的后勤也在谋求扩张 后勤君主姚兴是一个非常有能力且胸怀大志的人 他继位之后 一方面在国内搜集人才 一方面谋求对外扩张 他首先将讨伐目标放在后梁身上 因为此时的后梁国内已经是一片混乱 当初后梁开国皇帝吕光死后 吕氏家族围绕皇位进行了一番激烈的争夺 最终 吕光的庶长子吕转逼太子吕绍自杀 然后继位称帝 公元400年3月 吕转率军攻打南梁 南梁君主突发无辜 战前喝得鸣顶大罪 后来在战场上坠马而死 突发无辜的弟弟突发利禄孤继位 并派出猛将突发怒坛前去迎敌 在突发怒坛的全力抵抗下 吕转军队溃败 被斩杀数千人 攻打南梁失败后 吕转又准备攻打北梁 结果 南梁趁吕转出兵北梁之际 趁机偷袭后梁的城池 如走了八千多户百姓 在读五湖十六国这段历史时 经常能看到战胜的一方 把当地百姓掳到自己的领地 在那个生产力低下的年代 百姓就是统治者的人矿 他们攻城掠地的目的 就是为了争夺人矿资源 在如今讲求人权的时代 实际上人矿也一直存在 只是换了一种形式 得知京师被偷袭 吕转便放弃攻打北梁 连番失败 让吕转的声望大大折损 后来吕转的堂弟吕超买通了吕转身边的亲信 有一次吕转召吕超进宫喝酒 吕超当场将醉酒的吕转杀死 事后 吕超推举自己的哥哥吕龙为帝 吕龙因为没有战功 登基之后不能服众 为了树立威信 他大肆屠杀对自己不满的王公贵族 一时间 后梁国内人人自危 民怨沸腾 公元401年7月 姚兴派姚朔德率领大军前去征讨 并一举打到了后梁都城下面 吕龙为了鼓舞士气 亲自登上城墙坐镇指挥 但此时的后梁将士 已经不愿意为吕龙效命 纷纷消极迎战 后梁每天都有将士逃出城 向后勤投降 后来 吕龙向北梁 南梁搬救兵 暂时解除了危机 北梁和南梁都不是善茶 此后他们被后梁当成了提款机 只要缺少物资 就要携后梁前来进攻 否则就发兵攻打 吕龙受够了这种被要挟的日子 最后下定决心向后勤投降 公元403年8月 吕龙正式向后勤投降 随后姚兴任命吕龙为散旗长室 任命吕超为安定郡太守 随着吕龙宣布投降 立国18年的后梁 退出了历史舞台 在攻打后梁的同时 姚兴还成功将西勤打败 西勤国主起伏前归为了保全部落 向后勤投降 拿下西勤后 姚兴信心大增 紧接着对北魏发起进攻 拓跋龟面对后勤的征讨 亲自率军前去迎击 拓跋龟此前在与后烟的战斗中 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 秦军在他面前不堪一击 此次出征北魏 不仅让姚兴折损了几万兵马 他的弟弟姚平 也因为兵败投河自尽 还有数名核心将领被北魏俘虏 这一仗可谓是损失惨重 直接动摇了后勤的根基 姚兴自知不是拓跋龟的对手 他屡次派人前去求和 拓跋龟本想一举灭掉后勤 恰巧柔然部落攻击北魏 拓跋龟才下令撤军放过姚兴一马 兵败后的姚兴不敢再主动发起战争 而是下令修生养戏 后来北魏和后勤的关系逐渐缓和 拓跋龟主动提出交换战俘 对此姚兴欣然接受 两国关系缓和本是一件好事 但有一个人非常不高兴 此人便是匈奴部落酋长刘卫尘的小儿子儿子刘伯伯 之前刘卫尘曾率兵骚扰北魏 结果被拓跋龟率兵打得大败 刘卫尘在战争中被杀 他的几个儿子侥幸逃脱 刘伯伯被救走后送到了后勤将领 莫义干府中 刘伯伯长得虎辈熊腰 这样的身形在古代会被视作猛将的苗子 在莫义干的培养下 刘伯伯文武双全 莫义干还将女儿嫁给了他 后来莫义干将刘伯伯推荐给了姚兴 姚兴被刘伯伯的外表和才能折服 准备重用他 姚兴任命刘伯伯为安北将军镇守朔方 派给他两万户鲜卑人让他管理 刘伯伯对姚兴的信任非常感激 并十分卖力地为姚兴镇守边境 但后勤和北魏之间的缓和改变了刘伯伯的命运 刘伯伯的父亲死于北魏之手 他一直将这段仇恨放在心里 并打算伺机报复 如今两国关系缓和 让他的复仇计划化为泡影 除此之外 刘伯伯还担心自己成为后勤 与北魏之间交易的筹码 内心非常缺乏安全感 他觉得姚兴没有考虑他的感受 经过一番思考后 决定起兵反勤 当时柔然部落向后勤进供了一匹战马 恰好经过刘伯伯驻地 刘伯伯将这些马匹扣留 为起兵做准备 他担心自己的岳父莫义干会阻止他起兵 便趁其不被杀害了自己的岳父 莫义干临死之前都不会想到 自己会死在最疼爱的女婿手里 公元407年6月 刘伯伯自称是夏朝的后代 便自封为大夏天王 后世将刘伯伯建立的这段政权 称为胡夏 胡夏政权是五湖十六国中 第十五个建立的国家 后来刘伯伯改姓为赫连 他便是有名的赫连伯伯 赫连伯伯自立为王之后 对后秦发起了猛攻 并将后秦打得大败 斩杀秦军一万多人 并升勤了后秦大将奇难 不过赫连伯伯只是想出一口恶气 他告诉部下 姚兴是个明君 在关中一带深得民心 现在不是攻去关中的时候 等姚兴死后 再进去关中也不迟 为了在乱世中生存 赫连伯伯想和南梁结盟 于是向南梁国主突发怒谈提亲 突发怒谈不喜欢赫连伯伯 便拒绝了请求 赫连伯伯恼羞成怒 亲自率兵攻打南梁 并接连将南梁军队打得大败 斩杀对方数万人 突发怒谈 差点在战斗中被生擒 为了震慑周围部落 赫连伯伯将南梁士兵的尸体堆在一起 用泥土垒在一起 将其命名为骷髅台 以此来显示自己的残暴 赫连伯伯凭借自身武力 短期内迅速崛起 周边的部落纷纷前来归附 一时间 湖下的版图不断扩大 赫连伯伯成为一支非常强大的力量 就在赫连伯伯建功立业之时 北魏国内发生了政权更替 在后勤与北魏的蜜月期 拓跋龟曾派人向姚兴求亲 希望能迎娶姚兴的女儿 两国之间亲上加亲 对于拓跋龟的求亲 姚兴非常高兴 但当姚兴得知 拓跋龟已经立慕容室为皇后时 勃然大怒 因为后勤一直与慕容室关系不好 姚兴不允许自己的女儿 屈居于慕容室之下 姚兴认为 拓跋龟此举是故意羞辱她 便扣留了使者 两国关系随之破裂 拓跋龟是一位民主 他非常重视教育 严格法度 在国内设立太学 为北魏的发展担惊截律 但拓跋龟并不是圣人 或者说人类之中就不存在圣人 凡是标榜圣人的人 要么是江湖骗子 要么是邪教领袖 拓跋龟非常迷恋长生不老之术 为此他在国内广泛搜集 关于得道成仙的书籍 与此同时 他还设置了仙人博士一职 在宫中修建了仙房 让人在里面炼制长生不老丹药 从科学角度来看 古代的丹药都是重金属炼制而成的 吃多了不但伤害身体 也会损坏神经系统 让人变得暴躁易怒 拓跋龟由于长期服用丹药 性格变得极其暴力无常 大臣们的一举一动 都有可能成为被杀的理由 比如走路姿势不对 汇报工作时 语气不够温和 甚至连呼吸急促都有可能被杀 一时间 朝堂上下充斥着一片肃杀之气 公元409年10月 拓跋龟策立长子拓跋四为太子 成为太子 本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 但拓跋龟随后将拓跋四的母亲 刘贵人赐死 拓跋龟认为 王朝衰落很大一个原因是 后宫和外戚专权 杀死太子的母亲 就能避免这种事情发生 对于母亲被杀一事 拓跋四非常不理解 并在拓跋龟面前哭诉 拓跋龟认为 哭哭啼啼的男人难成大事 便当面训斥了拓跋四 让他不许哭哭啼啼 拓跋四强忍着情绪回到东宫后 又连续哭了几天 拓跋龟得知此事后大怒 宣拓跋四进宫 拓跋四害怕会遭遇不测 便逃出宫进行躲避 此举不但没有打消拓跋龟的怒气 反而让他萌生了废掉太子的想法 贺夫人得知此事后 认为有机可乘 便来劝说拓跋龟 贺夫人是拓跋龟母亲的亲妹妹 按照辈分 拓跋龟应该叫她姨母 当时年少的拓跋龟 第一次见到贺夫人时 被她深深吸引 便萌生了迎娶她的想法 当时贺夫人已经嫁做人妇 拓跋龟派人杀死了贺夫人的夫君 然后强行将她取进宫 后来贺夫人生下一子 名叫拓跋少 也许是近期繁殖的缘故 拓跋少从小就性情暴力 经常以杀人为乐 为了纠正儿子的言行 拓跋龟曾多次对她进行毒打 有一次还将她打得奄奄一息 但最终没能纠正她的行为 反而让拓跋少对父亲心生怨念 拓跋龟虽然有费力太子的想法 但从没考虑过立拓跋少为太子 贺夫人不死心 苦苦劝说拓跋龟 为此拓跋龟火冒三丈 将其打入大牢 择日处死 拓跋少得知母亲被关押后 内心十分焦急 她询问身边人该如何营救母亲 她的幕僚表示 只有杀死拓跋龟才能救出贺夫人 此时的拓跋少已经年满十六 拥有一身武力 她采纳了幕僚的建议 先利用皇子的身份进入宫中 然后提见直奔拓跋龟的住处 对着拓跋龟就是一阵猛砍 此时拓跋龟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 她反抗了几下 最终被拓跋少当场杀死 此时年仅三十九岁 一代雄主最终以这种方式离世 着实让人大跌眼镜 第二天一早 拓跋少当着文武百官的面 宣布拓跋龟驾崩 面对拓跋龟的死讯 大臣们已经猜出了大概 纷纷以各种理由离开朝堂 一时间 皇城内暗流涌动 为了安抚大臣 拓跋少打开国库 用重金收买各路大臣 暂时稳定住了人心 此时拓跋少最担心的人 就是出逃在外的拓跋四 为了捉拿拓跋四 他开出了重金悬赏 由于拓跋少为人过于嚣张跋扈 真正支持他的人少之又少 大部分人都暗中支持拓跋四 拓跋四知道父亲去世后 也暗中与朝中大臣联络 准备夺回皇位 在大臣们的礼应外合下 最终拓跋四顺利进入京城 拓跋少和他的母亲克夫人 随即被逮捕 拓跋少没有接受审判 就被当场剁成肉泥 为了泄愤 文武百官将剁碎的尸体 分而食之 公元409年10月17 拓跋四登基为地 结束了这场动荡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南雁 南雁皇帝慕荣德立国之后 过了几年太平日子 慕荣德为人比较清醒 对于手下大臣 溜须拍马之事比较反感 但这种事情屡禁不止 在一次宴请群臣的宴会上 慕荣德问在座的大臣 他能与过去哪位帝王相媲美 青州刺史居仲表示 他能与光武帝刘秀相比 慕荣德听后面露笑容 当即下令赏赐一千匹绸缎给居仲 居仲假装推辞 直言赏赐太重 慕荣德大笑说 既然你能哄我开心 我也能哄你开心 居仲听完老脸一哄 连忙坐下不说话 自此之后 朝堂上溜须拍马之风 减轻了很多 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 慕荣德对自我的认知 还是比较清晰的 公元403年4月 慕荣德得知 留在长安的母亲 公孙氏和哥哥慕荣娜去世后 悲痛不已 已经70岁的他气血攻心 重病在床 由于慕荣德没有子嗣 在策利接班人问题上 遇到了难题 幸运的是 慕荣娜的妻子段氏 在后勤积押期间 生下一个儿子 名叫慕荣超 慕荣超从小生得非常魁梧 为了不引姚氏家族的注意 慕荣超从小就装疯卖傻 慕荣德得知此事后 派人到后勤 成功将慕荣超营救出来 公元405年9月 慕荣德立慕荣超为太子 立完遗嘱后不久便去世 享年70岁 慕荣超继位后 遵慕荣德的段皇后为太后 然后提拔了一批朝堂大臣 由于慕荣超从小在苦难中长大 导致他对人非常不信任 当时慕荣超从长安逃回来时 公孙五楼一直陪在他身边 因此 慕荣超将他视作心腹亲信 随着慕荣超在朝堂上站稳脚跟 公孙五楼被任命为五位将军 逐渐把持了朝政 慕荣超过惯了苦日子 登基之后不久 他就开始沉溺于酒色之中 对此 朝堂大臣们颇为不满 并尚书历见 太尉丰福直接当着慕荣超的面说 他堪比下节 伤咒 慕荣超听后大怒 考虑到丰福在朝堂上的威望很高 慕荣超便忍气吞声没有杀他 但对其他人 慕荣超则露出了疗养 由于公孙五楼把持朝政 引起了很多朝堂大臣们的不满 慕荣超则毫不留情地对他们一一清算 在慕荣超和公孙五楼的折腾下 大臣们要么回到自己的封地 割据自立 要么逃到周边其他国家投降 慕荣超将这种自断双臂的行为 称之为胜利 沉迷于声色犬马的慕荣超 突然有一天 想起自己的母亲和妻子 还被扣押在后勤 为了赢回他们 慕荣超派人出使长安 主动向后勤称臣 希望能以此作为条件 换回母亲和妻子 姚兴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条件 他说 当时福坚培养的宫廷乐师 在前秦沦陷时 都被慕荣家族带到了关东 姚兴让慕荣超 把这些宫廷乐师送回来 如果不愿意拿宫廷乐师交换 就去捉拿一千个晋人送来 面对这道难度不大的选择题 起初慕荣超打算对晋士用兵 用俘获的晋人来满足姚兴的要求 后来尚书张华极力劝阻 说此举会为南宴树立强敌 慕荣超无奈之下 才答应前一种方案 他派人把120多名宫廷乐师 送到了后勤 成功换回了母亲和妻子 这本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 但不久之后 慕荣超再出婚招 公元409年大年初一当天 慕荣超在宫中设宴招待群臣 席间慕荣超让乐师们奏乐助兴 但慕荣超对乐师们的演奏 十分不满意 觉得他们的水平和之前那批乐师 相差甚远 内心十分不悦 此时有人告诉慕荣超 说晋人在乐理方面非常有天赋 如果能到东晋抓一批晋人进行训练 就能获得世间最优秀的乐师 慕荣超听完之后 犹如打了鸡血一般 当即决定要出兵攻打晋士 一些理智的大臣力劝慕荣超 不要和晋士结仇 以免引火烧身 但慕荣超心意已决 不听任何劝阻 执意要攻打东晋 当年二孕 慕荣超就派骑兵精锐 进攻东晋的素欲 城破之后 燕军在里面大肆烧杀抢掠 然后又掳走大量人口返回京师 慕荣超对这个结果非常满意 随后从这些俘虏当中 挑选出两千多名年轻男女 派人对他们进行乐理训练 此时东晋朝堂已经完成了更迭 狂人刘豫通过平定环旋叛乱 主宰了东晋朝堂 刘豫得知此事后又惊又喜 惊的是难艳赶的 这个时候招惹晋朝 喜的是终于找到了建功立业的机会 平定环旋之乱后 刘豫一直寻求北伐的时机 此前刘豫提出北伐 均遭大臣们反对 而慕荣超的这个举动 给他送来了助攻 公元409年3月 刘豫上书朝廷再次请求北伐南宴 尽管仍有大臣们反对北伐 但此时的刘豫 有充足的理由驳斥反对声音 下定决心后 刘豫让孟长主持将军府上的事务 他亲自率人前去讨伐南宴 在刘豫北伐之前 他惊人推荐得到了一个人才 名叫王振厄 王振厄是名相王猛的孙子 由于王振厄出生的日子不吉利 他的父母打算将其送人 但王猛不但不允许将其送人 还给他取名振厄 希望他能成就一番事业 当初前秦被灭后 王振厄辗转来到了东晋 刘豫经过和他交谈后 发现他的确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便任命他为中军参军 跟随自己一起北伐 公元409年4月11 刘豫率领大军正式从建康出发 直奔南烟都城 慕容超听闻刘豫大军来伐 召集众臣商量对策 公孙五楼虽然是摆弄权术的权臣 但在国家生死这件事上 还是非常谨慎的 他知道 东晋此次北伐最大的命门 是粮食补给问题 或者说历史上绝大多数的长途作战 粮草补给是重中之重 只要能切断进军的粮草供应 或者说让其补给变得困难 就能以意待劳 取得战争上的主动权 此外 公孙五楼还清晰地意识到 燕军人数虽多 但战斗力不如禁军 而且现在没有能指挥 大规模战斗的将军 不适合与禁军正面硬扛 基于这些判断 公孙五楼给慕容超提了三个计策 以大县山为屏障 利用骑兵绕后切断流域的粮道 同时 让燕州刺史断徽前去夹击 此为上策 采取兼臂青野的战术 和对方打消耗战 等对方粮草耗尽 自己主动撤退 这是中策 让禁军进入大县山 然后寻求与他们决意死战的机会 这是下策 从公孙五楼提的这几个计策来看 他并不是一个庸才 只是单纯的坏 刘豫在出师之前 他的部将就提醒刘豫 如果燕军死守大县山 禁军恐怕会无功而返 对此 刘豫一笑置之 他说 慕容超绝对没有那个脑子 事实也正如刘豫所料 面对公孙五楼提出的三条计策 慕容超采取了下策 他认为前两项措施等于主动示弱 这不能体现燕军的雄风 他坚持要求把禁军放进大县山 然后正面与刘豫抗衡 听完慕容超的决策 文武百官心中一凉 但也无可奈何 此时 刘豫统帅的东晋大军士气阵旺 他们看到面前是一片平原 并无可埋伏之地 而且田地里有庄稼 并不用担心粮食补给问题 而且四周道路通畅 可以在局面不利的时候迅速撤退 这种场面让禁军觉得不真实 这不像是长途奔袭作战 更像是在主场以意待劳 士气高涨的禁军 在刘豫的率领下 一鼓作气打败了公孙五楼率领的燕军 慕容超健壮 认为自己表现的机会来了 于是主动打开城门 率领骑兵主动迎敌 本想凭借骑兵的优势 对东晋的步兵展开屠杀围剿 但慕容超期待的局面没有出现 刘豫作为禁军的统帅 本身具有很强的军事才能 慕容超能想到的他也能想到 他知道燕军以骑兵为主 于是将自己的步兵战车围成一个包围圈 步兵在中间往前推进 这一招直接破了慕容超的骑兵大阵 就在双方对峙之际 刘豫亲率一支队伍 直奔燕军的大后方林驱城 并成功将其拿下 眼见自己的大后方被截断 慕容超无心恋战 急忙撤出战斗 往都城广固撤退 犹豫等的就是这一刻 他见慕容超逃跑 于是率领大军一路追赶 最后将广固城团团围住 此时的慕容超已经不敢出城应战 只得派人到后勤求救 此时的后勤在贺怜勃勃的侵扰下 自顾不暇 没有能力前去相救 眼见情势越来越危急 很多南宴大臣为了保命 偷偷跑出城向刘豫投降 在此期间 公孙五楼还尝试过通过挖地道的方式 齐袭进军 但最终于事无补 慕容超眼见大势已去 派人前去向刘豫投降 并表示 双方可以以大官为戒 南宴今后向东晋称臣 已经胜券在握的刘豫 根本不理会慕容超的请求 而是进一步收紧了围困的政策 直接挖断了广固城门的水源 经过长达八个月的围困 慕容超彻底撑不住了 他打算殊死一搏 率领几十个骑兵 试图突围逃跑 却被守在城外的禁军逮了个正招 此次禁军北伐消耗严重 刘豫本想用图城的方式 振奋一下军队是士气 但在南宴降降韩范的极力劝阻下 刘豫才打消了这个念头 他虽然放过了普通百姓 但没放过慕容是王公贵族 除了慕容超几位核心人员外 其他皇室人员皆被当场处死 而慕容超被押送至健康斩首示众 慕容超死时年仅26岁 随着慕容超被杀 立国十三年的南宴宣布灭亡 之前赫连伯伯带领军队 连续对后勤发起攻击 并接连取得了胜利 对于赫连伯伯的侵扰 姚兴非常生气 他决定亲自讨伐赫连伯伯 双方在二城爆发了激战 姚兴的出马 并未扭转与赫连伯伯对战的颓势 此番赫连伯伯再次大败后勤军队 后勤大将姚渝生被活捉 姚兴也差点被升勤 最后在左右护卫的拼命厮杀下 才得以狼狈逃回长安 此意赫连伯伯拿下后勤好几座城池 强行掳走后勤七千多户人家 二城之战结束后 赫连伯伯又攻陷了后勤的定阳 当场活埋了四千多秦军俘虏 掳走了一万六千多户百姓 经过连番征战 赫连伯伯已经所向披靡 他的野心也越来越大 公元413年6月 赫连伯伯征集了十余万湖汉百姓 在朔方水以北修建都城 为了体现一统天下 君临万邦的雄心 赫连伯伯将都城命名为统万城 继续延续湖下的辉煌 在赫连伯伯蒸蒸日上的同时 周边其他国家正在上演着吞并与被吞并 当初向后勤投降的西勤国主 祈福乾规复国成功 祈福乾规之所以能再度复国 是因为后勤讨伐南梁失败 折损了多名大将和上万名士兵 在此次征讨南梁的过程中 姚兴任命祈福乾规的儿子 祈福赤盘为西仪校尉 统兵万人 本来祈福乾规父子 已经打算长期为后勤效忠 但后勤在讨伐南梁中的糟糕表现 让祈福乾规蒙生了复国的念头 公元409年 祈福乾规正式宣布脱离后勤自立 王国八年的西秦政权再度回归 西秦重新立国后不久 内部发生了叛乱 公元412年6月 祈福乾规的侄子祈福公府为了夺权 密谋杀害了祈福乾规 以及他十几个儿子 在外戍边的祈福赤盘 听到父亲被杀的消息后悲痛欲绝 他调集全部兵力前去攻打祈福公府 并将其击败 祈福公府和他的四个儿子被活捉 为了泄愤 祈福赤盘将祈福公府父子折磨至死 平定完内乱后 祈福赤盘继位 为了继续扩大地盘 祈福赤盘准备对南梁动手 公元414年5月 祈福赤盘趁南梁与北梁大战之际 发兵偷袭南梁首都 并成功将其拿下 随后 祈福赤盘又派人前去攻击突发怒坛 在西秦和北梁的联合夹击下 突发怒坛不敌 为了保全族人性命 突发怒坛于当年7月选择向西秦投降 突发怒坛和祈福赤盘打过很多次仗 祈福赤盘深知突发怒坛的能力 突发怒坛投降后 祈福赤盘亲自到城外迎接 并任命他为票旗大将军 加封左南宫 随着突发怒坛投降 立国18年的南梁宣告灭亡 突发怒坛本以为投降后能够安详晚年 但祈福赤盘并不这么想 当初祈福前规投降后秦 正是因为姚兴没有杀他们 才使得后秦能够复国成功 祈福赤盘不想让这种事情在突发怒坛身上上演 便派人毒死了他 突发怒坛的子孙侥幸逃脱投奔了北魏 并得到北魏皇帝拓跋四的礼遇 姚兴作为后秦皇帝 在位这么多年以来 除了在领土扩张方面没有太多作为之外 在其他治国理政方面非常出色 这也是为什么贺连伯伯没有大举进犯后秦的原因之一 贺连伯伯认为只要姚兴没死 后秦就深得民心 这样上下一心的国家很难被攻破 但后秦这种良好的局面 随着姚兴的病重不起被打破 公元414年9月 姚兴病重卧床不起 此时各方势力围绕皇位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首当其冲的便是姚兴的三儿子姚碧 姚碧是一个兼具能力与野心的人 在姚红被立为太子的情况下 他仍不死心 为了争夺太子一位 姚碧暗地里拉拢了多位朝堂大臣 让他们在姚兴面前为其做工作 一些大臣察觉到姚碧的野心 便劝谏姚兴削弱姚碧的兵权 但姚兴认为姚碧不敢做出非分的举动 便没有削弱他的兵权 后来有些大臣直接在姚兴面前提议改立姚碧为太子 对此姚兴并未同意 但也没惩罚提出建议的人 这让姚碧更加坚定了多位的决心 此番姚兴病重 姚碧在京城集结了数千人准备发动政变 但消息遭到了泄露 姚兴的十一子姚玉 将次消息告诉了几位手握兵权的哥哥 姚兴的几位儿子得知消息后立马进京看望父亲 以此来给姚碧施压 姚碧见计划泄露便放弃夺位 后来姚兴病情好转 大臣们将姚碧试图位一事告诉了他 并请求逮捕姚碧 但姚兴仅仅罢免了他的官职 让他回家反省 除此之外并无其他惩罚 没过多久 姚兴又恢复了他的官职 在姚兴病情好转期间 东晋国内发生了大变故 权倾朝野的刘裕动了篡位之心 为了将来能顺利篡位 他打算将皇室宗亲连根拔起 此时皇室最后的支柱是荆州刺史司马修之 司马修之在环玄作乱时 因为拒不与其合作逃到了南雁 环玄被灭后又回到了东晋 并在刘裕去世后接任荆州刺史一职 司马修之上任荆州后 在当地深得民心 此举引起了刘裕的不满 最打算铲除他 司马修之平时为人很低调 刘裕找不到下手诛杀他的借口 不过他的儿子司马文斯是一个顽固子弟 不但花天酒地还试杀成性 刘裕打算从他身上寻找突破口 公元414年 在司马文斯擅自处死地方官员后 刘裕下令将其逮捕 并把他送到司马修之面前 让他处决自己的儿子 司马修之不忍心动手 刘裕便以此为借口准备讨伐他 公元415年正月 刘裕亲自率军从建康出发 前去讨伐司马修之 这期间虽然遇到了顽强的抵抗 但最终打败了司马修之的军队 司马修之自知落到刘裕手中 必死无疑 便率领部中投奔了后勤 后来 姚兴任命司马修之为扬州刺史 公元416年2月 姚兴再次病重 姚碧再次动了夺位的念头 便纠集了一批人马 让他的弟弟姚音率兵杀入宫中准备夺权 关键时刻 姚兴抢撑着身体 从并榻上坐起来指挥战斗 并成功平息了叛乱 兵变失败后 姚兴不再对姚碧心软 下令让他自杀 处理完此次叛乱 姚兴已经游进登窟 奄奄一息之际 他召集心腹大臣前来 命人当众宣读诏书 让他们辅佐姚红登基 宣读完诏书第二天 姚兴便去世 享年51岁 随后姚红登基 后勤有惊无险地完成了权力更替 姚兴的去世传到刘裕耳朵里后 他兴奋不已 他认为当前是讨伐后勤的好时机 便上表朝廷请求北伐 由于上表皇帝只是走个刑事 因为赶走司马休之以后 他已经是东晋实际控制人 享受剑旅上殿 入朝不屈 暂败不明的待遇 公元416年8月12 刘裕率领大军从建康启程 北伐之旅正式开始 为了能够一举成功 刘裕制定了五路大军同时推进的计划 由于战略得当 晋军一路势如破竹 谭道纪率领的大军 相继攻克了新菜 象城 颖川等地 并俘虏了颖川太守等一众大臣 而王仲德也打通了巨野 进入黄河的水道 并顺利拿下了华台 没过多久 晋军就直逼洛阳 当时洛阳首将已经准备投降 但碍于城中其他首将的反对 而不得不出城与谭道级大战 结果驻守洛阳的军队全部被杀 消息传到大后方 后勤前来支援的部队也纷纷撤退 前线形势如此危机 秦王公贵族们 应该团结一致商量应对之策 但此时的后勤朝廷 非但没有共同迎敌 反而还在持续内斗 后勤皇帝姚红的弟弟姚义 在此时发动了叛乱 率兵直逼长安 对皇位发起了争夺战 本来 晋军已经快将后勤推入了悬崖 此时内部发生的叛乱 则让整个后勤更加雪上加霜 姚红见姚义的大军已经兵临城下 顾不上大军压境的晋军 而是让叔父姚绍 率军先去平定姚义的叛乱 好在叛军数量并不多 姚绍很快平定了叛乱 虽然叛乱已经平定 但晋军已经趁内乱之机 在铜关站稳了脚跟 并拿下了夷阳、鱼池等地 此时 后勤唯一的定心丸就是姚绍 他不但具备政治谋略 在带兵打仗方面也是一把好手 平定完叛乱后 他马上率领五万大军到铜关营敌 面对士气正盛的晋军 起初姚绍吃了几次败仗 最后败走定城 在此处坚守不出 试图用兼壁青野的方式 耗尽晋军的粮草 此次晋军所带的粮食不多 多次攻打定城无果后 陷入了粮食危机 如果再不解决粮草问题 恐怕会面临着溃败 此时 王振厄挺身而出到关中去征集粮草 他本是关中人 在当地颇有名望 当地民众本来就饱受后勤压迫之苦 见晋军前来攻打 居然踊跃捐献粮食 此举让晋军暂时度过了粮食危机 就在定城处于相持之时 刘豫的主力大军在黄河一线 打了一场堪称传奇的大战 之所以说 这场大战具备传奇色彩 是因为 刘豫用步兵把对方的骑兵拉下马 刘豫大军在沿河西上之时 出于礼节 前使向北魏借道伐秦 北魏军臣动起了心思 此前东晋伐后秦 已在北魏中央掀起一场争论 有的人认为 应该联合后勤抵抗东晋 有的人认为 不能招惹新兴的刘豫集团 最终在崔浩等大臣的建议下 北魏明元帝拓跋寺 决定坐山观虎斗 此时刘豫下书借道 再次引发了魏帝敏感的神经 虽然截至目前 东晋并未表露出北宫的趋势 但其大军就在国门之外 难保其不会趁势北宫 出于这样的考虑 明元帝派大将长孙松 率骑兵三万沿河被狱 双方在黄河沿岸畔城附近 发生摩擦 刘豫的水军沿河而行 拉欠的士兵中 被河水冲到对岸的 都被魏军所杀 刘豫气不过 便派兵上岸攻击 但是 北魏军一击击走 不击复来 禁军不胜其扰 刘豫望着黄河北岸 狼一样的鲜卑骑兵 终于忍不住杀气 祭出了千古一剑的战法 雀越阵 由于先派人率七百士兵上岸 将百余辆战车沿河布设 车阵两头爆合 队形弯成弧形 因为形似心悦 故称雀越阵 每辆战车安排七名战士 北魏骑兵不知禁军是何用意 暂时按兵不动 由于右派猛将朱超时率两千人 每车增加二十人和一张大弩 车外竖起盾牌 北魏骑兵此刻方才明白 原来禁军这是在结阵 于是进攻 朱超时先命令力气小的单兵引弓弩射击 北魏骑兵见禁军兵少见弱 便放心大胆地加速进攻 此时迫近的北魏骑兵已达三万多 朱超时遂令朱车用大弩发箭 魏骑纷纷中箭 但此时北魏骑兵已经离战车很近 而且人数越来越多 大弩近距离的杀伤效果 已经不能遏制魏军的进攻 朱超时集中生智 碎命将士把手中的千余章长朔 结成三四尺的短朔 以锤锤之 一矛盾折洞贯三四鲁 鲁重不能当 一石崩溃 魏军死伤惨重 大将阿伯干当场被禁军斩杀 魏军退回叛城 由玉派朱超时 无番追击 再败北魏军 自此 北魏不敢再袭击禁军 由玉得以顺利沿河西上 却越阵之所以名垂千古 是在于此阵并非事先演练完成的 而是临时起义因地制宜 凭借少量的步兵 斩杀数倍于自己的骑兵 这种阵型不能模仿 此后再无成功案例 却越阵不仅为禁军取得了一次大胜 也充分体现了 刘豫在作战方面的灵活性 也正是靠着合理的战前规划 和优秀的临时应变 才让刘豫一次次取得大胜 解决完北魏这个大麻烦后 禁军便马不停蹄地往定城进发 试图在这里冰河一处 对后秦发起猛攻 姚绍眼见禁军集结完毕 知道后秦的气数已尽 难忍心中的愤懑 不久便发病而亡 姚绍一死 后秦最能打的将军没了 秦军瞬间乱作一团 后秦皇帝姚红亲自挂帅前来迎敌 但他的能力尚且不如姚绍 根本没能力逆天改命 经过一番抵抗之后便返回长安 此时的他还未打算投降 试图做最后一步 在绝对实力差距面前 姚红的努力都是徒劳的 当王震恶烧掉战船 告诉将士们背水一战的时候 后秦也迎来了大结局 没过多久 禁军便攻入长安 姚红心有不甘地率领王公贵族前来投降 但此时投降为时已晚 由于将姚红押送至建康斩首 其余宗族子弟当场被处死 至此后秦宣告灭亡 灭掉后秦之后 刘豫让自己的儿子率领一众将军驻守长安 贺连伯伯知道 刘豫没有打算在北方建立根据地 他趁刘豫难归之际 率兵突袭长安 并一举将长安拿下 公元420年 刘豫篡位称帝 建立刘宋政权 东晋王朝宣告灭亡 盘踞南方的刘宋政权 和雄距北方的北魏政权势均力敌 华夏正式进入南北朝时代 后来 拓拔韬相继灭掉 湖夏、北燕和北梁 公元439年 随着北梁被灭 五湖十六国彻底结束 如今 某些人在描述五湖十六国这段历史的时候 将其简单地描述为 民族大融合的过程 除此之外 没有更深入的阐述 不可否认 这个血腥的过程 对推动民族大融合 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百姓付出的代价 要远远超过民族融合带来的好处 历史是不可改变的事实 不能因为坚持政治正确 就让这段历史尘封淹没 只有让更多的人读懂这段历史 才能避免同样的错误发生 否则 悲剧还会持续上演 不可改变的事实